佛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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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17 圣旨 清凤一旨著作地藏王旨旋路善书圣旨表 一旨 凤无极老母四旨著作 开着 天运已筹年3月21日 玩着 天运已筹年6月6日 著作 德藏菩萨及三界先佛著作降比 心法 白羊居士先翁直比 沙法 玉须同子代转直比 护法 王天君先翁 南天柳心君 护神 哪扎三太子 福德正神 正乱 善必亡生 教正 敬会法师 编辑 黄仙正 出版 杨梅花 教队 李氏居 陈阿菊 苏雪芳 陈明秀 吴国良 班书 本书尼 慈善堂全体堂生 及本堂读者 十方善性人等 捐印勒策 印赦各界 以广流天下 书写 感谢 感谢凤山圣珍堂诸贤身 从旁赞助协助 本书出版顺利 是已感谢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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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1 N 1 直接下载全文 iste 1.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2.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于菜单 3.选纯文字文件 随即有意心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 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定存新档Save and建议小试充 5.选桌面上栏 选存文字 新号Text下栏 再选新建文件 6.按储存 按确定是双集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如已使用微软试充 5.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5.试法整形减下 5.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5.恶意捣乱 6.加 6.加 7.加 7.加 7.N2 8.N2直接下载网页 8.握控制码 1.缩小本网页 1.缩小本网页 8.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5.误错按X框 2.在桌面 7. Desktop及颜光屏 7.控白位置按右数 7.即建议菜单 8.三选网页文件 8.如缺网页请看假 随即有意新建立网页在桌面 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令存新档Safeans建议小视窗 五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新号HTML下栏 再选新建网页文件 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集新建文件检查 所存是否正确 加 甲先选存文字文件TXT 后改做网页文件HTML 以视窗原本媒显示TXT斜线HTML复档名 显示方法如下 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 以藏复档名方框一案 95空白确认转复档名完毕可言录付9 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 检视以藏复档名 方框一案空白确认转复档名完毕可言录付9 并新建文件即显示TXT按右数选重新命名 丁新建文件TXT建入123HTNHTN必须正确网页文件 加显示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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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sheetwork type for office文件复档名 避免使用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试法整形减下 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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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 分段符百分之 如做少量修改 请你反白整列减下 勿用拖页方法 鼠标往左移至镜头 见见符 按一下 整列反白 编辑减下 或按右数选减下 往新开文件贴上 修改后整列减下 勿用拖页方法 往原件贴上 加 加 加 N4 N4转正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请小心 注意你所用之版本 如你用新版视窗 制成支磁碟片 1.4 400万位元组 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者 旧版微软视窗的清流 因为新版微软 因为新版微软视窗 会偷偷写入控制服 旧版的用了会导乱磁碟机 或光碟机 本人员用95中文视窗 最近购买XP中文视窗 我把95制磁碟片和重写光碟 往XP修改 返回95使用时 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 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 包证在那里 返回主网页班 红 地藏网纸旋路 第一回 头上神明在做事守规真 第二回 浅非之痛感不用苦哀怡 第三回 尊天行正道 遗善值千金 第四回 能修功与果 永远名六道 第五回 福田种福果 自重自家收 第六回 放生结佛缘 福路的双全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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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第藏网 指旋路 第一回 头上神明在做事守规真 赴001 第藏网菩萨 大恩开章圣网 像 遂赐已丑年三月念一日 十日五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天堂地狱九重开 地藏网法共命来 欲救世人成酷灰 迷津打破上摇台 又曰 天律天命不能轻 得辅金科研众师 不怕灰心好巧技 商天罪恶绝难移 帝王行善天堂路 作恶地律行 天有天理 阳有阳法 阴有阴 律 分叛善恶之报应 若无报应者 谁人肯行善呼 善恶若不分 大地混乱 玉石俱分 天地间真理不稳 故语 天理昭昭 报应无差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今夜起开始者 新书地藏王指旋路 特请开张圣王先公开头采出题 指教 开张领以慈善堂 奉旨为了弘扬大道正法 使囊门建立成大道 修心圣地 并提高道学水准 三教同参大道真理 与菩萨同降者 作开比 真是实运道也 菩萨乃是明府教主 主持所有地狱之音律 有我不度尽地狱之忧 魂是不成佛之愿 菩萨有此大发慈悲 那应是人为善者少 作 恶者多 故天堂之怒行人心 地狱之门行人众 时代可悲叹也 帝王但上天有好生之慈德 定下天律如下 以凡人在阳世自幼存心行善者 其受中自有天神皆已登仙道 二功获两半者命中 免入三恶道受苦 即令脱生人道遂了恩 亦之缘 三善少恶多者勾入诸地狱受苦 人令往生人道 分别贵 贱 受 妖 即 肺 再是其心性 增善者转身伏地 四多孽者 覆叉利鬼射怒诸地狱受苦 再令其疾平 即见 疾 苦之处罚 深受灾殃 此归地狱沉沦 五所有不忠 不孝 妄自轻生 任性好杀 多伤勿命 不信因 果者皆勇尽地狱受苦 此乃因曹奉天御而处理亡魂之陈旭 愿世人多行善 勿作恶 以 免死后受其之制裁 开章 开章一殿 请广王 是负责专私人兼受妖身死侧疾 不知统管纳 先神礼呢 帝王远 帝王凡有佐列秦氏之鬼魂 均归第一殿神礼 疑世人不思天地生人 父母养生之恩者 二善自轻生自吻 自义 服毒 投水 自杀者 但 除中 小 劫 易 遜难者 身为神外 其他一律勾入第一殿 三凡因细小之憤恨 或因犯事发觉其罪不治死刑 或因欲严害 他人而弄假成真 轻生寄绝者 四凡轻生 死后若不练行 至今此世忍者 八道各欲受苦 其 闷在发入阿比地狱 永远消掉 不许超生 五凡森道受人之财 待人诵经 如有遗失经 据或是错诵经文者 发入补经所补经 不受人浅财者 不在此限 开章二殿楚江王 又是管理专司那些审理 帝王凡事人若犯下计各项者 居归第二殿神理 一如饭又骗少年男女 薛把入空门为僧女者 二受人寄托经书 善书 字画 捏称遗失 图谋为己者 三损害人之耳 木、手、足者 四犯外伪要图利 已害人身体者 五犯外人口 不准寄予熟生者 六破坏人之婚姻者 欺骗人婚姻 誤人终生者 凡犯上面各罪者 均经第二殿神理处行后 八交小地律受苦 如是人有失药 失钱救助病困者 或失财 救济贫穷者 虽曾犯 上纪各项 但有悔获者 准照功或两平之力 于罪勿论 转交地 十殿转文王八放 投身人道也 开张三殿送帝王 又是掌命那些因法呢 帝王众生凡犯下纪各项之罪者 均规第三殿神理后 八交各地 欲受苦 以凡不思国恩 未成不忠者 二是明不念水土之恩者 三为人妻 父丈夫之恩爱者 四继承他人为子嗣 得其财产而负其宗之者 五受人之雇而负其主者 六犯罪略欲或逃君者 七轻害人之坟墓或损害死人之骨骸者 八诱人犯法 教唆心诵 帝人书写离婚书 偽造契卷 天改障 目者 如犯上殿之各罪者 奔发到各小地狱受苦 其反后再发交第四 殿家行地狱 如能誓愿戒而不犯者 准即转身人道免禁各殿 受苦 开张四殿五官王司长审核那些 帝王如犯下计各条之罪者 均归第四殿审理雏刑后 发交各小 地狱受苦 其满再解到第五殿审核 以纳税乃国民之义务 不履行义务而逃税者 二伪造国立者 伪造有价证券者 三智造伪乐 误人医病者 四窃盗 抢夺 诈欺者 五奸淫妇女 七暗示者 六顾念上天有好生之德 而杀人者 此等罪犯均归第四殿审理处行后 发交各小地狱受苦 其满 再解到第五殿审核 试人若能痛悔 立誓不再犯者 准其能造善功不过 此后免入 此殿各小地狱受诸行苦 开张五殿森罗王 又是思掌那些因法呢 帝王反鬼犯发至本殿者 先父望乡台 然后发入教患大地狱 如有须割碎其心者 压交到十六株心小地狱受苦行也 一约歌曲不敬神 不幸因果报应心 须入小地狱 须入小地狱 二约歌曲 女线害疑惑心入小地狱 七约歌曲 男人强奸妇女心入小地狱 八约歌曲 妇人贪疑 悍渡心入小地狱 九约歌曲 忘恩贝易心入小地狱 十约歌曲 好毒心入小地狱 十一约歌曲 拐幼未成年之少女 或众心 须入小地狱 十二约歌曲 度贤 匪放心 须入小地狱 十三约歌曲 口不遮拦心 须入小地狱 十四约歌曲 损人力己心 须入小地狱 十五约歌曲 祖人情喜 毁灭善疏心 须入小地狱 诸心小地狱内 各埋有小装 铜蛇未练 铁犬作形 捆压手脚 用一小刀开膛破腹 勾出其心 细细割下 心使蛇食 尝给狗吞 受苦满日 止痛完肤 另发别点 如是人 在世不犯上者 或曾犯过而能痛改前非 力士不得犯者 准免入此殿 各诸心小地狱受苦 但奸淫 损他人名节 杀害身 命者盖不清减 开张众子养 为善必昌 为恶必败 天理昭彰报应如差 世人 不明真理 万事都为自己之利益 明知不正 偏偏勿犯 罪加益等 没有反省之心理 罪恶灌满 报应之日必到 反悔莫及也 帝王奉劝世人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勿使灵性走黑暗地狱之 路 不得见天日 轮回四身六道之惨 一应之恶速改 见善永畏 视为人之最大本分 速速改过重新 免受苦行也 加 加 加 零二 帝藏王指旋路 第二回 浅非之痛感 不用苦哀淫妇 零零二 帝藏王菩萨恩 开张王先婚 将 岁次已丑年 三月念四日 十三日五月 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月 感叹世人为真凶 追求甲景度春秋 不知性病如朝露 世事长念百年幽 帝王甲体世有其限 真体乃无限 甲体几十年终归坏念 真体 永久不灭 世人如能顿悟修真体 在世航功利得 造成金刚真体 做将来的 财产 迷者全为假体做事 与人计较而造业招迁 终受无限凄惨 实迷 十迷 雾两路之分离 雾者上天堂 弥者堕落地狱 唯愿世人早醒悟 开张 开张哈哈 地藏王教主真是太慈悲了 那怕地狱鬼闻度不尽呢 上一回只问到第五殿掌礼之情形 请地藏王教主再开示第六殿 便成王司长有那些刑案审理之大约情形 帝王返阳奸人 如犯下计各项之罪者 死后均归第六殿神礼后 发交各地狱受补刑 以为官不正 贪赃亡法者 二包满诉讼 为司法黄牛者 三物易放火烧人住宅 或烧山林者 四贩卖鸦片 四贩毒品或吸鸦片毒品者 五堕胎者 六放重力 扰乱金融者 凡犯此六相知罪者 魂道名府 发入至教患大地狱 查出所犯事 见 然后发交小地狱受补 其满后 再解到第七殿查有无别过 开张七殿泰山王 再七殿又是掌司那些刑罚呢 帝王凡阳奸人 如犯下计各罪者 死后均发入热闹大地狱 在 是其罪状 分别发入各小地狱受补 一道取官内衣室 或取死人骨 职位要者 二将亲生与或养与 逼未进与卖鱼者 三将私生子闷死者 四位信坛师表 不守清御 兼淫学生者 五于肉相比 无恶不作者 六诈七赌博 横赌分财者 七哥人肉至味 馒头等类 卖与人食者 如犯上计各罪者 均发入热闹大地狱 与各小地狱受苦后 再按照 第十殿发网为人之时 割去其耳 眼 手 足 嘴 唇 鼻孔等 使其残缺 一二件 以报之 如在世有犯过此 等恶罪者 即肯忏悔 永不再犯 而欲凭难死亡 者 够送官物 或出驻收敛经者 到时准免辞报应也 开张八殿都市王 又是掌司何刑罚呢 帝王凡杨 帝王凡兼人 犯下计各罪者 此后均归本殿审礼 宜亲再顾凤亲 清末不行葬者 二使父母 温乎有金句 烦恼等者 三凡经第一殿至第七殿各行 尚有余罪者 凡世人 若犯第一殿第二条之罪者 如不速毁前非 造神乃仙江 此等男女济明奏上天庭 剪除其一路 听任邪鬼随身作虫 此后 直入大地狱受苦 再交小地狱分别加行 受尽痛苦 再解到第十 殿转结所内改头换面 永未处备 如果世人难与能痛改前非 时时向造神力士 知悔永不再犯者 解到本殿 虽有他罪 惜皆减半 免受本殿各小地狱之苦 及交 第九殿茶无放火 因独知识者 随交第十殿分别发网 转头人道 开张九殿平等王 又是何司长那些行李案件呢 帝王凡世人 犯良事法律 如十恶中之极恶者 被判死刑 后虽受各殿之刑罚 如不痛感 解到本殿 则用空心铜柱练齐 手足相报 山大焚烧 烫尽心肝 便受各小地狱之苦后 发落 阿比地狱 刀穿背斧 自口寒心 渐渐献下地狱底受苦无休 直 刀那被害者 人人另投人生 方准提出此欲 如是人制造毒品 放火焚烧房屋 打开 画春宫图片 作营书等 准应其子孙 须待其毒品已绝 春宫围书已毁灭绝经 房屋赴救后 方准 初遇解交地实验 转身人道 如是人 肯行善 收买围书 春宫 邪术等 粉毁者 准应其子孙 功名上进 开张最后十遍转轮王 专司那些音律 办理何律 何定呢 帝王十遍转轮王 设有金 银 玉 石 木板 奈何等桥六座 专司各遍解道鬼魂 分别何定 发往世界四大不周 投身于何处 该为男女受腰腹贫贱 逐各详细记名 每月会集 通知第一店注册 送成封都 除律规定 胎卵 施化 无族 两族 多族等类 死后未上 见下而 轮推莫转 或年纪生死 或朝生勿死 翻覆便换胃部 杀 为不定杀之类 盖令转结 所内查和过犯 分发各方受报 岁 中会解封都 凡事之森 道法师 述事如不清修 无德无能 妄自为王魂送 经念咒 超度 诈骗金钱者 死后解到本殿 竹民既改 并会其本来念慕 明曰堕落身策 鸭娇 孟婆神在寄望台下 灌饮泥汤 派头人胎 转世死于腹中 或 生一二日 或生一年半载而早死 使其忘却经文咒语 然后压交 第一殿 再转到各殿 茶茶前二 补受诸欲苦报 如做到功或两半 即已受苦满息者 或功少或多等魂 着定未来 女 好 丑 安 劳 发往何方父 贵 贫 贫 贱之家者 及交 欲望台下 自本殿 也名发放 往生人道 开章 请说明地狱 风 都往死臣 之情形 好让世人 修道者 恶物 帝王 风 都往死臣 戏环绕于风都臣殿之佑 其广场一千八百宫 礼 戏收荣冤魂 及王死鬼 各在王死臣中 待梁氏之凶手 受静之日 魂道幽明 受诸殿各遇之苦 使各被害之冤枉鬼魂 也见其受苦行 以消其恨 直至被害之冤枉鬼魂的 有投生之日 或在世有犯罪行者 而疑发诸殿各遇收尽受罪者 并非被害遭驱 知鬼魂 盖入亡死臣受苦也 若是忠孝结义之人 即捐驱报夺之军兵 虽阳受莫终而往死居 不入往死臣中受苦 更有家讲其死结而成神 或发往福定投生等 等 乃 世人勿传为凡受伤冤枉死之鬼魂 西皆归入往死臣之说 乃妙之圣也 须知屈死者 其有在家罪之无辜之苦辜 开章再详细请菩萨开示 异欲幽灵鬼门观之情形 帝王世人一席若断 其魂只有两条路可行 一为天堂之路 二为地狱之路 凡修真诚道者 可上天堂之路 否则均落地狱之门 地狱之门位之鬼门观 日有成千成万之魂 在鬼门观出入 鬼门观 周围圣广 令有一门户 分两扇 高度面八尺 宽度紧十尺 门 上横书幽名鬼门观五大字 有一番青面獠牙之意 在此把手 如 有福神带路者 君是善魂 可顺令过关 其余之魂一道鬼 门关 即被轻念 獠牙之鬼 用铁扣扣其手足 或 被毒打 押入法二司 暂尽 待查清 其功过后 再押至 第一殿发落 不论你 无疑之魂者 居持有文凯 可在人世有恩报恩 有怨 抱怨者也 既曰 满天 忙贤 苦海 看无边 柳柳人间罪恶禅 早觉修真登彼岸 迷蒙不省落黄泉 加 加 加 零三 地藏王此旋路 第三回 遵天行正道 一善直千金 赴零零三 地藏王菩萨 将子牙先婚 将岁次已丑年 三月念七日 十六日五月 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历代兴衰四水流 水流 去不回头 真名夺利有何意 死后 为流于古秋 帝王生死 由命 富贵在天 故属于六亿 今生富贵者 就是前世积德 今生 身平寒者 就是前生施德 死里若明者 自不生出悲叹之心 自能之命 安分之自己之施修 不智化天愿的 方知素其味而行 便是有知足之心也 人若是不知足 人若是不知足 一生劳劳苦苦到白头 终无所得 知足自然没有 烦恼 精神安定 快乐无忧 寿命可延长 故云知足方可明理 当自警自悟 今夜 今夜 特请江子牙先锋来到灵 以参者指旋路 请发问题也 子牙请问菩萨学道修行 能不能消除素 也 帝王学道修行 如果真的学道行道 绝对能消夜也 经云念佛一生 能消八万大劫生死重罪 勿之 子牙人之死后 灵魂何去 帝王人之身也 父因报阳 及其死 父阳报阴 当其四大分离 神时涣散 三魂渺渺 亡魂亡亡 世故 人之死后 其三魂七魄何去何从 为乎素有修养 行善积德者 其魂魄光明 不坠幽明之路 自有 神佛为之皆引而上天堂也 躺其人在世 不修德而行恶 一旦临终 则魂魄暗淡 自有诡异 拘捕而往地狱之门 自压死后 为得求真道 行喜 行恶又是如何处置 帝王凡人生在世 多行善事 忠孝未怀 善得广众心田 准位 得到魂归后可入少善思 将其供过相抵 供多过少者 可容 身安居聚善所 或编入修道所 供少者留少善思享受名福 带令转世 在世若作恶多端者 魂归 后 吉入法厄思 带令审判也 但其善魂在世 虽请减善得 还要养世子孙 修功加古 方得容身 而皆先为 如其子不孝 以至脱累 则难得容身也 子雅请说明幽明 俱善所知情形 帝王俱善所好比学校 有张天师教导道法 济公禅师教导佛法 华陀先翁教导伊礼 孟夫子教导师文 吉诸圣仙佛 十殿明王俱 常来临俱善所讲道理 入俱善所者 有一年期 三年期 五年期 八年期 十年期五种 年期到了之魂 而考试合格者 就可被南天降旨 派到阳间卫生 享受香烟 紫崖河位的腐欲望台 帝王欲望台设于第十殿明王殿前六桥之外 高大儒方掌 中廊房一百零八间 向东面走右走到一条 紧阔一尺四寸 由 孟婆神司管此台 敏望河被有欲望汤 其味分味肝 苦心酸 咸五味 乃采取 俗世药物配成之药汤也 凡有十遍 凡有十遍批交报道之男女等魂 八网河的转位忍者 均需招以此汤 使其忘却前身各式 各魂以此汤后 如醉如痴 纷纷各头防射 阴阳更变 气氛昏昏 颠倒不能自由 双足登破子河车而奔出娘胎 坠地转身也 字押请解说明府转解锁 帝王明府转解锁 属于第十殿 帝广五千百里 周围上下具有 铁诈设立 内分位八十一处 逐处皆有停台 判例设案济世 诈 外令有阳长系路十万八千条 盘区弯通至四大铺舟 其内暗如黑 七 向上见下耳 到死身进出此路 在外望内 则量如水晶 丝毫毕露 判例派命毁一轮般把手出 入军个人照出身本来面目分辨无差 思此所知判例 嬉戏在世行孝父母 有爱生命 并戒杀放生之大 善人送入此所 查办文回转结等事 犯过五年 如无错误 则家集调生 如有代情 或善作主张伴侣 发放或施茶漏陶 隐匿者 奏请降严 凡在世不孝父母 或多杀物病之凶魂 受过诸欲受苦后 发交辞 所内者 先用桃条抽死胃 上见下耳 改头换面 发进阳长小路 未处类 凡有禽兽如虫 受过万千百十等劫以满 如胎生 卵生 失生 化身之类 其转变轮回受报 腹头未胎生等类 劫数以满 若能 三世不伤悟命 可使父为仁者 蓄灵侧及 奏成第一殿批判 八 往四大不周之中 为男女者 集交欲望台下 引过欲望汤往生人 道 紫牙的府第五殿设有望香台 请解说也 帝王望香台一座 后面如公贝 朝东西 南三向 官职八十一 礼 后如公贤 坐北剑术为臣 抬高四十九丈 刀山谷 刀山未波 契九 有六十三集 善良知 善良知人 即功过两平者 遍灵灵神 灵神谷 只有恶鬼毕灯 灵神谷 已妄想 也 灵神谷 妄想勝敬 可见可闻 其死後家人之举动 不尊其遗嘱 凡事变患 分真财产 妻女被淫 楼房辩卖 帐户不清 竟推道 死人身上 狠有夫性 亲戚无情 抱怨等等 作恶之暴 妄相归 勿以迟矣 顺天理而行事者 终归神道 无限之快乐 逆天理而行事者 终 归恶果鬼魂 受尽无限行拔 成神作鬼 死由无人之心所作所为 福祸无门 由人自招 成事思掩掩 盼望世人自谨自悟畏性 加 加 加 零四 地藏王 指玄录 第四回 能修功与果 永远离六到负零零四 地藏王 菩萨恩 彭祖先翁 将 遂赐已丑年四月一日 二十日五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一旦无常乱世修 人生顺行四浮游 霸王库寿千年夜 勤会难成一世谋 又曰 堕落迷经堪悲叹 苦海迷伦可悲悲 道人清静心安乐 何须容风万护侯 帝王害人救世罪恶 利人则是功德 害人自然人救害我 损我 救人利人助人救世利我 理之所然也 功德基多 就可归天堂 岂不是利己乎 有罪恶中归地狱 岂不 是害己乎 此事明明白白之理 世人都不明此理 违背天理良心 以制造恶招迁 使灵性埋没余 明府 受尽十八层地狱之言行 岂不是知名大圣 望世人早日醒悟 快快跳出红尘是非圈 则是贤明之事也 今夜 特请彭祖先翁领本堂纸旋开离 请先翁有何问题可以提出 彭祖请问地藏王教主 奉义指著作地藏王纸旋路 最主要意义 最主要意义 为何 帝王世人迷雾凡尘 不知返乡 本性玄关受阻塞 喜怒左道 故本书是启迪众生 交出地狱 点请本性 指点门路 打开光明之路也 引导他归正道 彭祖在鸾塘修道养性之人 其品果是否降低 帝王大千山河皆是有道 鸾塘乃奉天应运普化 堂堂正正诸 此认真而修并不降低身份也 至于其品果如何 要看修持功夫 行功力得多少 而定果位也 现今之修道 行情皆果品 只要专心修持 恒心不变 一定有成 九 彭祖请指示沙叶之因果报应 帝王沙叶可分两种 一种是直接杀 一种是间接杀 屠夫直接 杀猪 羊 牛叫直接杀 因吃肉的人要买 他才改杀 是为吃肉的人杀的 吃肉的人为之 间接杀 此种杀因 有如法律上的主犯 主犯就是自己去行杀 他从犯就是 帮凶 可是直接杀生的人是煮饭呢 还是间接吃肉的人是煮饭 是不一定的 譬如屠户 自己杀了猪去卖时 就是煮饭 买肉的人就是从犯 但是肉不够卖 买肉的人还有很多 屠夫就在杀 此时买肉的 人便为煮饭 屠夫就便为从犯 如是吃有吃报 杀有杀报 如是因 变得如是果 有今可证明于 今生多病为何因 杀生吃肉打悲情 今生短命为何因 愿天恨的杀生灵 留阵之毒为何因 留阵之毒为何因 鸟枪打猎丧残生 观勤劳欲为何因 打骂善良两六处 下生农写生暗病 杀猪杀狗杀鸡情 为人长寿为何因 放生勿命救灵鱼 为官为相为何因 放生机得苦修行 彭祖人在一生之中 为了贪肉 而遭到丧失生命的禽兽 不下 千万 生命最宝贵的 而勤受因 生命为众人所夺 其怨恨之毒 欲于八十田中 无时或望 他日因缘惠玉 顿起杀心 互相杀戮 因 因缘果果 无时得了 帝王闭呼 因杀之夜阴 藏于八十田中 轮回道中 生生逝世 之中 因缘惠玉 杀身贪肉之恶心 与受杀猪物之恨心 互相牵向 大者造卫兵结 水汉 瘟疫 土匪 盗贼等天灾人祸 以夺生命 座位 座位常暴 小者则关系到个人 家庭身体疾病的果报 古诗如酒捍卫 瘟疫 然全民净土戒杀 而后时可到狱 以表前程 天灾人祸 其余杀 业无关乎 彭祖请解说 现代之冤灭病之情形 帝王平常疾病 或可抑郁 若患至今年累月 或困苦不堪者 或常受刀割手术者 或疑难病症 药食刚效者 皆为冤灭病 是 因前世父护生 或杀生或多所得的果报 冤灭之病医药无法医治 得如是果 必有造如是因 故必先转因 使能化果 转因在位上即为戒杀 放生 以化解以往所造的杀业 故欲求健康者 可由戒杀 故身之中求平安之 或父母不能双全 或无子无孙 或夫妻离散不能团圆等 皆与杀 灭过众有关 因你离散众生 父母妻子 故得如是果报 奉劝众生 要行放生之因得也 彭祖何谓因果定律之说 帝王因果定律是不灭的 既曰 家世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逢时 果报还自受 意义是说 假若过了百千节那样久的时间 个人所造的罪业事故 会消灭的 要知道因与果的中间有个缘 因与缘会相逢的时候 果报还是自己要受的 彭祖杀生之人不知灵符如何处置呢 帝王歌曲 杀害生命心 叛行入诸心小地狱 杀害生命者 概部 减轻 彭祖在藏经中已有菩萨戒本 其中说明了 遗杀戒 二道戒 三遗戒 四望雨戒 五孤九戒 六说四众祸戒 七字暂毁他戒 八固千戒 九固田戒 灵符三宝戒 何称为十众大戒 请解说内意也 帝王 第一杀戒 佛子 若有杀 叫人杀 方便杀 赞叹杀 见座随喜 乃至咒杀 杀因 杀缘 杀法 杀业 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顾 杀 应其常往慈悲心 孝顺心 方便救护一切众生 而反自自心快意 杀生者是菩萨多罗一罪 第二道戒若佛子 自道 教人道 方便道 授道 道音 道源 道法 道业 乃至鬼神 有主赃物 赃物本作结贼物 一切财物 一针一草 不得顾道 应生佛性 孝顺心 慈悲心 常住一切人生不生乐 而反道人才 悟者 是大罪果也 第三一介落佛子 自淫 教人淫 乃至一切女子 不得顾淫 淫缘 淫法 淫业 乃至转畜生女 诸天鬼神女 即行道行营 应生孝顺心 就度一切众生 敬法与人 而反更起一切人仪 不 则畜生 乃至母女姐妹 六亲情营 无慈悲心者 是大罪也 第四 妄语界落佛子 自妄语 教人妄语 方便妄语 妄语音 妄语缘 妄语业 乃至不见颜见 见颜不见 身心妄语 而菩萨常生正语 正见 一生一切众生正语 正见 而反更起一 切众生邪语 邪见 邪业者是大罪果也 第五 孤九 界落佛子 自酷九 教人孤九 孤九阴 孤九园 孤九法 孤九业 一切九不得孤 是九起罪因缘 而应生一切众生明达之智慧 而反更生一切众生编导之行者 是大罪之 第六 说四 众过界落佛子 口字说出家 在家菩萨 比丘 比丘尼罪过 教人说罪过 罪过因 罪过缘 罪过法 罪过业 而菩萨 文外道恶人及恶圣恶人 说佛法中 非法悲律 常生慈心 教化是恶人 教化是恶人 恶生大乘善性 而菩萨 反更自说佛法中 罪过者 是大罪业 第七 自赞毁他界落佛子 自赞毁他 亦教人 自赞毁他 毁他是 因 毁他怨 毁他业 而菩萨 应待一切众生受加毁如 恶事向自己 好事与他人 弱自 养己得 以他人好事 令他人受毁者 是大罪业 第八 顾迁 戒若佛子 自迁 教人迁 迁音 迁缘 迁法 迁业 而菩萨见一切凭人来起者 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 而如以恶心填心 乃是不失一钱 一针 一草 有求法者 不畏 说一句 一记 亦为成许法 而反更骂循者 是大罪之 第九 顾 田界落佛子 自填 教人填 填音 填源 填法 填业 而菩萨见一切众生中 善根无正之事 常生慈悲心 孝顺心 而反 更于一切众生中 乃至非众生中 以恶口罢戮 加以守大 及以 刀杖 意犹不息 前人求悔 善言感谢 由田不解者 是大罪之 第十 放三宝 借落佛子 自放三宝 教人放三宝 放音 放元 放法 放也 而菩萨见外道及自恶人 一言放佛音声 如三百毛刺心 旷口 自放 不生信心 孝顺心 而反更助恶人 协见人放者 是大 罪之 菩萨界的十条重戒 乃分属于生 口 义的三类 在小乘界中 生口犯戒有罪 心意犯也不成为犯戒 更不以义业为重戒 但在大乘界中 不为心意违犯了有罪 甚至列为重罪 彭祖无人在世间中 如何防止罪恶 帝王 物犯是非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懂 虽简单的说 但此四非就可包夺万事 无人若能严守此四非者 罪恶绝不会发生 若是犯是非就是罪恶 故苍结圣人用是非做罪字 确实很有意义 无人若要防止罪恶者 必须谨慎 悟犯是非未要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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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零五 地藏王 指玄鹿 第五回 福田种福果 自重自家收复 深信呑雷零五 地藏王菩萨恩 includes 品布古秆 vy 象 遂赐已筹年 4月4日 23日 5月 1985 十曰,生老病死似苦常,谁人跳出这高墙,世间不少名金客,凡海无多觉醒狼。 又曰,速速修真阳真理,迟迟学道媚天良,若能求得名失职,脱出轮回免受殃。 帝王上天有好生之德,人先侧引之心,为得造功利德,故不能。脱离生死之苦境,人生降世以来,已经数万余年,沉迷不醒,不。 知行善修身养性,为得脱离苦海,若能脱离苦海,永受逍遥快乐。 无边,岂不是人生之最高幸福乎?盼望世人早觉早修,修至达到。好生之天心,自能返回摇天。 今夜著作《紫玄录》,特邀请鬼谷子仙翁将谈开示紫玄真理。 鬼谷有缘,能参着《地藏王子旋路之天书》,感觉万幸也。 夜,五法。养生修真大法公布书中,让众生自修了物自度也。 第一章,养生修真大法。第一餐,伏气法。 首先照着向太阳伏气法,伏吸气太阳能,然后立起眼来,再脑海。 离用观想,去描绘阳光渗透于体内,充满身上每个角落,更溢出。 于体外与外界光河流,以至于沉默于光黄的大海中的情景。 人类自从太古时期变境位太阳,因此我们仍然知道太阳的光一。 定变境照暗,给万物以光明与希望。 第二餐,默想法。 默想法之境界位高,神通成就亦盛大,乘所谓神通广大,法力无。 编。 但修道者皆须注意,不可因神通而坠于想道,需学旧事,词。 行之普度,世界只是一阴,一色,一物。 法界充满,一而非二。 上上成智,得上上成法,信物自物。 肃力救世之大智,做道流中之智世,救世界之苦恶,晚人之自杀。 与获洁,功德更胜以往胜贤。 加。 第三餐,投作法。 在阳光充足的户外,挑一个适当掩蔽处,脱光下半身实行投作法。 这时候脚不必向上升,腰弯曲,将大腿顶住下腹部,下肢再膝部。 弯曲,使阴部弯曲,使阴部晒到太阳光。 在这个姿势之下,在这个姿势之下,利用观念之力由肛门吸进气来,使外气经过前。 力,裂,陷,膏,膏丸,令根,女性的化胃产道,软巢,而循环。 并且想,向道这些器官逐渐强化的情景。 加。 第四餐,六气法。 六气法为雀病伏蒙法的一种,那是利用土蒙将并患部门污秽的气。 放出体外面,吸进清新活泼的元气的雀病法。 所谓元气法乃是仙。 天欲虚仙法是虚,喝,吸,吹,呼,吸,虚。 属于肝脏,并且与眼睛有关。 肝脏有病时,所利用虚的方法吐萌。 把肝脏病毒从嘴中吐出,再由鼻子缓慢的吸进清新的元气,送到。 患病部位的。 这时候整个精神要集中于肝脏,但是不必顾到肝脏的病态,而要意识到又坚强而端正而活动力充沛的肝脏本来的。 面目。 这一点在往下所述的各气功上都是共通,应加注意的。 虚的方法。 嘴巴要圆圆的张开,不必用力而缓慢的吐出气来。 喝。 属于心脏,而又支配着舌头,心脏有病时,还是利用喝气去处理。 较为神力,心脏有病的人,常常会打喝,也就是在无意识中在食。 行喝气法的。 喝气法要张开嘴巴的吐出气来。 这时候要把两手手指接起来,手掌对向天空,两手臂伸长,比较容易实行。 利用这个吐气法,把患病部位的邪气完全吐出,然后由鼻子缓慢。 而又细微的吸气进来,送到心脏。 这时候要想象你的心脏很健全的。 活动之情景。 吸,是属于肺道鼻子所呼吸的气。 吸的气要闭起嘴巴,轻轻地咬住牙。 使,通过牙泵以及嘴唇间吐出气来,然后静静地由鼻子吸进气来。 在呼吸气有病的时候,不必过深吸静,只是吸进肺部就可以停住。 吹,是属于肾脏又连着耳朵,而且与那腹肾即性器官有密切关系。 因此对这些器官都一样的有效。 吹的功夫要缩小嘴巴,使劲地吹着。 气而吐出来,这时候要抱着双膝,紧缩腹部,上半身向前倾斜。 头部降下来,自然审法治病。 呼,属于脾脏,脾与肠胃关系密切。 当你感到胃不沉重肠子又胀大的。 时候,要用呼的方法去处理它。 呼的做法像狗长叫一般突出气。 嘴巴要向左右张开,自然有骨蒸气,由肚内发出热量,神奇功效。 吸,要向啸的时候的嘴形吐出,可置三胶火气。 加,六气法要在上午一时到十时之间,面向东方静坐下来去做。 牙齿。 轻轻的咬之后,咽下唾液两三次以上,放松身体,心地及平静。 终去做,才有神奇效果。 如能照这样每次做六遍,每天照做的话,凡并远离而去也。 六气法。 尚热可心火,眼昏须自至。 肺寒戏即笑,耳并者心吹。 脾胃常呼吸,三胶至触心。 山中无药物,见此事凉了。 须、喝、戏、吹、呼、吸,此六字真言去五脏诸疾。 若脏肺有急。 但诚心定义,想气存思,微微虚喝,邪气自散。 加。 第五参,先天出气法。 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液,液化为骨,精神充满。 一年而义气。 二年而义骨。 三年而义血,四年而义肉。 五年而义精,六年而义岁。 七年而义夫,八年而义法。 九年而义行,十年而成道。 返回金刚体,碎的真人之果位,变化自在,天上世界之灵公寓。 女皆来世,然出气亦有妙觉。 分为喝,呼、吹、吸、虚、细。 六种,各分属于脏腑。 七关系如左。 一喝,由心脏而出之气,口干舌色之时,喝则可除之。 二呼,由脾脏而出之气,腹胃脏之时,可为之静咒。 三吹,自肾脏而出之静咒。 三吹,自肾脏而出之气,腰冷阳道衰之时,可为吹之静咒。 四吸,由三胶果而出之气,三胶不知之时,可为吸之静咒。 五虚,由肝脏而出之气,也并服用之。 六吸,自肺脏而出之气,寒热不知, 创戒发生之时用之。 凡伏吸气,日五以后,夜半以前,各为死气,不可服也,唯有时。 五年七月PM,气可服。 六云,翻伏气,曲子,二十三年一月五,十一年一月三,卯五年七月有,十七年一月九,十福,是也。 如东月子,二十三年一月,十七,不可服也,未寒。 如下月五,十一年一月三,十七不,可服气之。 帝王很感谢,鬼谷子先翁在今夜开释那么多修法大智慧,但,愿,众子多多了物也。 鬼谷菩萨,在今夜耳还莫开释,无有名律问题请示教主,但此。 悲回答。修道者,妄造福言,拜悟大道普化,其罪如何? 帝王首先销其福分,死后盼入赐心玉,铁梨跟蛇玉,再转世卫。 暗雅,鬼谷妄言生或流害国家不利之时,其罪何? 帝王先销其未寿,助未短折之命,身遭行辟,死入风雷大地狱。 五百节,再悟同之欲,诸欲报应,转世未边移外欲,残之百病。 再转非情,鬼谷修道人,狂造幻说之理,迷雾世人修道,其罪如何? 帝王销其受福,注定凶死也。 死后盼入令,冰原作祖水又凝,冷。 大地狱,在目击恶珠小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能敬你之,罪。 满转世人间,为牛马诸羊。 鬼谷众生在世之时,既才疾能,望其灭乌修道人,其罪何叛? 帝王销其受命,注定为短命。 身高失意无常,死后入金刚御。 在目击心怒眼珠小狱,转世报义,身会贫苦无依,受人救济。 鬼谷修道者,矫望取利,诡决害众之罪,明府判行如何? 帝王销其受命,注贫好及命。 身高齐其怪怪灾祸及破财果分。 死后入火焦地狱,焦烂其身,身体灰粉,转世为平人。 鬼谷修道者,矫望求荣华富贵,并护短茂长,其罪何也? 帝王死后入车封地狱,碎裂五体,再入诸小地狱,转世为多灾。 多难知小人。 鬼谷修道人,以真慰慰,以慰慰珍其罪如何? 帝王生前会遭到报应网区破坏,死后入油斧摩推诸小狱,并转。 帝王世为龙子。 鬼谷望听旁言,转以欺人,其罪将来果报如何? 帝王生前会遭网区落魄,死入图戈地狱。 转世为缺唇眼及耳聋。 鬼谷以无名士接铁,波农是非之理由,其罪何? 帝王波仁是非到最后会遭刑法网区凉获之罪,死后入火汤地狱。 歌节烹煮,再入诸小地狱。 转世为面目不全,六根不备之人。 鬼谷望言勿国,造谣入宫之罪,其罪报应如何? 帝王霄其贵命,生前遭挫折流落而死,死后入冰,冰原作作水。 幼名,冷大地狱,受苦五百年,再叛入碎山地狱,朱小狱。 最满,转世为果族,龙残己首,再转水族。 居子不扬恶,不张暗昧,不敢辱平人,为天之谓,顾其得行权。 而内外无愧,恶且不张,旷财未够岁,乱造恶语,以其为平人。 悔之无忌,慕天之不畏,仁依赫罪,谁认乎悔造,以快其意。 为天福畏,誓之畏自离,恶语毁诛人,恶抱在眼前,众生不可不。 慎之,行之口善之道,后知免受行法轮回之罪也。 加,加,加,零六。 地藏王止旋路,第六回,放生结佛缘,福禄的双全副006。 地藏王菩萨恩保身大帝,将,岁次已愁年4月7日,26日5月1985。 十月,慈悲戒杀户众生,行功利得是天生,放生终需守福报。 加加安太增吉祥,帝王放生旧事行人道免,行人道莫重于爱人, 若松波,若是兰贵,执之而赔之,忍或哭之。 若是阴武,若是灵规,舌类,知其毒而。 不至伤之,知其为灵物。 为谈而必爱之,良知良能,悲强而畏之也,皆是一切皆有良知也。 此一命也,不可伤害之,见为者犹若此也,而旷于人乎。 如能常常举办放生大会,就领悟者,领悟亦回报之,循环不爽也。 饱生菩萨说的有灵也,昆虫者,聚天地之灵也,草木者,同造。 物之化也,屈子夫人伤之,而旷于人乎。 生命可爱也,故推之以人,真名可。 爱也,故推之以尽。 物,天物也,明,天明也。 爱物以体天者,其人阔而冲,爱人以敬天者,其人广而大。 大则无不容,容乃人,冲则无不实,实乃人道。 帝王今夜特请宝生大帝发问纸玄道理,好让众生乐物。 宝生灵影慈善堂,最近几年中,时常唱举慈悲放生大会,参加。 出资大德很踊跃,证明诸位很友人道爱物之心肠。 今日著作以放生及残害功过问题进行发问。 买灵物放生,不居时。 得而救物,有爱物习命之心,此有功德。 帝王明明之中,曾以受物,以父而言受,子孙贤良之报,来生。 保身,注定聪明稳重,富贵双全,放生功德最为巨大业。 保身,举步不忘践踏,举手不忘伤害,爱惜昆虫之善。 不分裂,不犯骆杰,爱惜昆虫之善。 非石不杀,非力不宰,爱悟命之善。 古墓不忘伐,不独杀忘焚,爱惜草木之善。 以上爱物之心 功德报应又适合报也 帝王皆注定增已受福 来生命命为富贵及子孙前孝自然安 乐 不杀灵物放生 有分别轻重 为善报之大小如下 以不杀胎生 全一命祭食宫 牛马犬之类 全一命祭百宫 二不杀晚生 全一大物命者 祭食宫 小者三宫 三师生化生 全命者注定为食宫 尊此境界 赐福无量 四春不望坟山林田地 一次注五百宫 五猎者愚者之类 不伤胎卵 不杀子母 一命百宫 小者一命十宫 图间偶遇寻觅捐资 买旧的全国者 一钱一宫 满三百善者 祝已先及 但免重大德多行放生 自然收福报 家家平安福无量 保身有一些众生 比性残暴 嗜好枪杀 无故杀害归打蛇之罪 将来果报如何 帝王注销其本命受物及凶折 以毒物自枪 凶伤短折之报义 入图割地狱 转世归蛇 保身如有杀归作食 打蛇作物之人 枪身作业 害命引蛇之人 其罪如乌 帝王霄其受福 住疾病 饿死疾 以饿病毒灾 凶殃残死报 入谱略地狱受刑 转世未归蛇 奉天律定归 物伤有灵性之动物者 一命时过 故伤者 一命三 时过 人劝祖不听 一忍伤残者 一命定五时过 专为杀害众生灵者 以此为宴 一命百过 满千祸 降及恶毒伤 知灾 实命者一算 物己成灵 其告不舍者 一命百罪 助一免 冤相报 鸟 鱼 鱼 善 罗之类 案件此意等 总之非证实之物 实必有害也 即证实之物 贪实枪生 前亦有 明镜之条 犯者不免于秧 著名 以下为各地 导清寇问之问题集 后学创立善道 垂见善举之善 有待天宣化之心 有何善报 帝王著三品神格 以显赫患药 昌荣年远报 分别申举 好报 来因也 后学心力除弊 乐善施舍之善 何善报 帝王增赐寿命 助弊等贵命集 以真荣显贵 爵位崇高报 以大智贵圆满身 贵兽双全 后学造桥修掠 见似造妙之善人 上天其报如何 帝王增以贵兽 注定显贵崇重 福寿真身报 果位是赐酒品神 格 后学施茶舍药 正继无量之善 又是如何呢 帝王增以贵赐贵路 祝三品神职 以福寿平安 贵显快乐报 莫寿天药 天草考核 天草考核 分别品级 以神思续用 后学本人归一某XX组天道之后 却是道考 魔考连连 不知味 核 帝王先敲其夜后 自然有招魔受考 何怕 信心奉行 自然过 官知 后学官经造场中 常有色来考到 是为何呢 帝王不足为奇之 守道德之心 佛律戒规 自然不怕色考 神圣道场 出现色魔考到 乃上天对你的考察 是否道心坚固 西世人名辩知 后学求道之后 会在道场走动 此后是否超生西方魏佛 帝王大道宝贵 千金难买 得道之后会在修持行功 求道如步 行持善功 等于无功无德 无道也 无功无德 怎能成道为佛 后学求道后 再到完堂参完 身份会降级吗 也有地府抽丁时 是吗 帝王求道人 不可自视太高身份 一个人果位 品格适从身份修 池内含领悟 来分别高丁也 道完堂行道 并不降低身份之 是 增加以修池内性功果 有力无害之 凡求道之人 每逢初二 十六日 三观大帝亲自往的府 办理的 府抽丁 天堂挂号 永不受刑法苦劳 后学世人到底有几处不及呢 帝王天律助命 人有三个急策 原急事在天堂 积极在红尘 分级事在地府 后学阳间科学发达 祖先去世 其子孙用纸 无城大厦 汽车等 在阴间可否使用吗 帝王阴间有阴律 犯罪之人下地狱 阴间早已准备 立板形床营 皆有罪之魂入狱 奉劝众生们 别想贪求享受 如在世间时无恶不作 酒色财 弃不利益之事 不忏悔佛前 移到阴府打入狱内受行 那有大厦 汽车逍遥之事 实在于响眼 以下是某某先生小姐问 住某处 王生 高雄 学生时代考试曾作弊 又喜爱看黄色小说 死后不 知要判何罪 帝王死后 要判入蛙眼小地狱 凡事判入死狱者 先绑于木柱 然后挖其双眼 醉魂必痛苦哀叫昏昏死死 依日行三次之行罚 灵生 台南 阳间因车祸丧身之人 应受原位满王死者 魂到地 欲必进何处 帝王必进于王死城内 呆其受原岁足时 再由明王审判功过 以 招因律公正无私 灵生车祸不幸丧身 在即与囚禁不能超生 我认为太无人道公 正知 帝王非是车祸之人都来死 有者受原圆满 因业障缠身 急车 或完结冤业 则不必来死 高深 台北 世人堕胎小儿 因其已成形 堕胎不知犯何罪 帝王一人一条生命 被堕胎的小儿 因为能出世怨恨本心 除暗中消耗其父母之前财外 待父母死后再有一段纠缠 所以劝世间之人 不可随便堕胎 此举不但损得 还会造成疑风 不惜 凡事已曾堕胎损儿者 要多造功德 已不过错 成生 台北 我使正信佛教徒 虔诚送念佛经 但字音不正 是否将文落补经所吗 帝王的府补经所事 在身以诵经做法事 拿人金钱替人消灾 但并无将道经 佛经全部诵权 方要入补经所 若是自己诚心诵经 或替人服务 发心不同 不是用来赚钱取利 如有错误天律会 特别宽恕之 成生听说 应差对亡魂不尊敬 对死后亡魂 实用铁叉压之 或用鞭压打 不知是否真实呢 帝王王魂在世无恶不作 不守道德 所以应差对其不客气 此 乃其罪有应得 如是人在世 心存济慈悲 住应善堪 行善利得 死后应差福 神对其礼让三分 是是人自作自受 成生献之三朝福度 帝藏王菩萨在美殿君社有 讲道所吗 帝王美殿君社有 讲道所 凡欲中最魂上有善根 受行中表现良 好者皆可轮流到 讲道所听先佛说法 成生参加歌舞团 到四处演出 其间表演脱衣舞 以招来顾客 不知犯何罪 帝王死后叛入寒冰地狱受刑 每日要压迫在冰块下 四肢僵硬 寒气攻心 奉劝世人千万不要学脱衣舞 以免犯名律 成生大地造化全平仪器运行 仪器不知何解 帝王仪器是先天之器 仪器足以化万千 故天有天器得有地 器人有人器 大地人无时不在乎仪器 如果天器断绝时天理 稳乱的器断绝时的即崩裂 人器断绝时人即死亡死点真 器就是心器即是仪器 解身新竹有一些富家 常持富盈人妻女 并用金钱买来含包 并用金钱买来含包 少女已迎监视女 除女为恶不知此情形犯何罪呢 帝王此罪太重了 要判入诸心地狱受刑后 再转世为攻击 至业债圆满 解身心心举止犹如人类 因五口中还能讲话 是否因果 原因 何在 帝王心心举止如人 头脑也很聪明 只怪生前聪明自悟 背叛 此事堕堕受生 因五虽能人化 其前世为人逞口舌 害人家破人亡 今生只好不 隆内听人言语 学人说话 世人一举一动 如果为领为法者 此后堕落 非情处受勇如了其不 可不甚之 亡生 屏东 在世制造伪要 害人不浅 死后不知肥何种报应呢 帝王死后要盼入灌药 小地律受苦刑 本御用黑色药水灌服 此 药疾苦且含毒素 难移入口 移入口里 度长脚滚 此为至为 药之报应 回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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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主网夜班 红 地藏网指旋路 第七回 世人秦姬德 子孙无待昌 第八回 万般天注定 看破早知修 第九回 唐生问名律 指旋万古方 第十回 正道守刚长 普照出明经 第十一回 菩萨说原由 历历尽其真 第十二回 指旋十二回 念经的平安 德藏 德藏 德藏指旋金刚宝颤 德藏 德藏 菩萨四红 誓愿 家 家 家 零七 地藏王指旋路 第七回 世人秦姬德 子孙五代昌 父零零七 地藏王菩萨 像 岁次已宠年 四月念八日 十六日六月 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顿物无常指旋观 无字真经指无字 何同本来归天意 白羊三保证经先 盛世 天书地藏王指旋路 参透了内中真理 保证你免受民行之苦 今夜大德问全指道 可以开始发问 皇姐 台中 代为物款见料 对前无清白 将锁目之前部分留 下自用 死后堕落地狱之后 不知如何判罪 帝王痴神明先佛之前 罪灭罪重 死后必叛入独风小地狱受刑 独风无情盯人实痛 刺养难忍 甚至 皇姐因在世贪淫好色 或犯青规见律之色鬼 不知如何刑罚 帝王因生前好淫 败到坏得 必除割下阴根羊物外 并判入独 并判入狗 圣鼠咬小地狱 并由老鼠猛咬其根底 其斩草除根之行 陈生 台南 现在有一些人 骑机车常超速驾车 不按交通规则 是犯何罪呢 帝王死后要判入车训地狱受训一年 每日要学习骑车 山路都 是下坡 两足坐围刹车 使两脚底腐烂 痛苦不堪 不可不慎之 陈生有一些硫磺 喜欢吸毒品 即注射马肺因成瘾 便四处偷窃 东西 以便购买毒品东西 死后会被判入何欲受苦呢 帝王死后判入前 嘴寒真小地狱 每日吞铁丸兽 刺嘴之苦 痛苦 难言之报义 陈生有一些修道者 背了不少修道之成语 便时常与亲友 道 清强辞便理 但因所说是邪说歪理 且常以用圣贤之言语回报他 人不知死后该判何罪 帝王修道者不以圣贤之语用来行善 且用来抢遍无意之理 硬算妄言 嘴巴记忆 明律定于判入吞刺铁丸之滋味 受刑受 苦 陈生现在社会中 有一些富翁们 积了不少钱 未堪利息 皆 以高利贷出界 母利相加 日敬斗金 此有罪吗 帝王放高利贷 欺人血汗 痴钱太凶 死后当然要受吞钱赐完 知行 高检 嘉义 在世甲籍神明而谋财骗色之人 不知死后其刑法于 何 帝王死后当然受报应 先判入毒蜂小地狱 每日受毒蜂丁了全 生痛痒难当 盼望天下神迹指示要谨言盛行 假神道而骗色 难 满天眼 高检我先生开赌场抽头 并常设计诈骗 骗财胜俱 应得潜荣 义 生活迷烂 常行犯法之事 于黑社会很吃得开 死后不知会 遭怎样报应 帝王先判入烙手指小地狱受刑二十年 每日需烙手受苦难当 高检常看见一些不法官员 常利用职权上方便 收取不法贵物 或共谋炒地皮 争取暴力 死后 需受何刑罚报应 帝王须怒抽长小地狱兽行 狱内兽行情形 醉魂赤身排列 被赋于柱上 因刹鬼族用刀向醉魂度上衣差 长度外流 苦不堪言 世人为官之人 不可不胜之 高检时常看到一些学道之事 常在同道面前说诗 或前人 前 贤之是非 死后是否犯了欺师犯贤之罪过呢 帝王北放诗病之罪难当 说诗之是非 说前人 前贤之不适 死后 必盼墓顶十吨生小地狱 受刑果报 重者打入天牢 凌生 台东 有一些修道者 会嫉妒他人 常常挑拨离间 常用 化重伤他人 至到亲之间 不和目相处 犯何罪呢 帝王死后 盼路把蛇穿塞壁欲受刑 域内阴叉用铁钩将罪滚罪 八拔开 再将蛇头勾出 即用力刀将蛇头割断 再用铁钻将罪滚 两塞穿过 以示报应刑罚 凌生间 盈不孝 杀人害命 死后如何判刑其罪 帝王经各殿之刑罚后 再判入车封小地狱受刑受苦 世人犯奸 盈不孝 杀人害命 有失去人格 故压成肉酱 重新制造 但愿 世人甚至 凌生常听世人最怕死后入阿比地狱 是何原因呢 帝王打入阿比地狱者 大部分不能超生 如阳间法院判无企图 行 凌生生前专门做走私生意 并稀实注射毒品 并暗中从事贩卖 毒品够当 害人不少之 应受何报应 帝王赚取不道德之金钱 不凭道德取利 走私毒品 为害众生 身体 天欲不容之 最后要盼入阿比地狱永不能超生 凌生何谓下十八地狱 帝王人死后下十八地狱 即是指阿比地狱而言 因阿比地狱有 十八层直透地心 内中阴森不见五指 愤意的疆 凌生如何观察其正修道者 高尚品格呢 帝王问其言论如何之 观其行为如乎之 查其本色如乎之 自 能命悟 凌生父母先是已久 问神说已在地府受苦行罚 不知如何立功 回向给父母祖先呢 帝王父母 祖先若已在地府受苦行 为人子孙可谓亡灵 立齐 公果回向给他 自然能消罪业 行公方法如 祝印善书 放生 善举等等 凌生归一三宝 修净土法 亦受玄观点传 是否有为佛职呢 帝王归一佛 法 森三宝 学道者知道理 学佛知佛法无边 前修净土 佛境无心 接受先天点玄 物为佛义 可增来世智慧 临身一贯大道 处处皆有佛堂设立 并广度众生 并也互相拉异 道清来信仰自己之宗族 这样是否有罪 帝王行道之人 处处皆是道 须立定正心 斜心看清目标而 行自然无恙也 严申 高雄 时常听到白羊弟子说 要去除三心四乡 请解释何意 帝王要扫除三心不难 只要做到过去心不思 未来心不想 现 再心不存 四乡 我乡 自私自利 人乡 别人无关 众生相 分行绝戒 受者乡 其命延年 严申身身为白羊弟子 学道者 需注重那些要职 帝王大道宝贵 学道之人 需要慎重注意修身 有疑必问 主 众改过 虚心求进步 立志虔诚奉献 延申如何看破红尘甲井呢 帝王 金刚金鱼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浩影 如露意如电 映坐如世观 原觉经说 当之身心 皆如幻够 够相永远 十方清静 这是告诉世间众生要看破红尘放下的最好妙诀 延申万法归一 亦归何处 帝王佛法常以一字论道 一字至今至为 先天之无极也 我说 万法归空 亦归本性也 欲修道者 先问自己 身从何来 死从 何去 才可知原来 延申无有一物 无头无尾 无名无字 无肯无面 诸人还是否 帝王无有本性 无空无乡 无来无去 空心空生 是诸佛本源 延申顺何人也 与何人也 有位者亦弱势 何解呢 帝王本句出自言子曰 本句乃勉力修道者 人人可以为圣贤 人人可以为先佛 旨在有志气与无志气分别而已 延申时常听浅贤说 念经若能超生死 古佛当初念何文了 死 义事在说明何意呢 帝王本句内义事说真经不在纸上 念经只不过引人入悟 行 善知基础 若要能超生死 须在经尽物之 家 家 家 零八 帝藏王指玄录 第八回 万般天注定 看破早知修复零零八 帝藏王菩萨 大将 岁自已筹年五月二日 十九日六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苦海茫茫感不尽 指示疑问指南针 指玄录书情宣化 大觉灵徒用一生 诱诗 道德推行尽大同 离义莲齿首钢长 颓风正起新文化 欣赏诸生必依功 聖世 今夜著作地藏王指玄录 先与王生对答有关大道问题 西诸申疾 圣真读者准备有益众生的问题 借此机会 其化众生 指玄开示 明经 已资证道 王生有何问题可以提出 王生常听前贤云修道者要自信自度 佛不能度 道理何在 帝王自己吃饭 自己饱 佛不能代替我们吃 自己生死自己了 佛不能代替我们了 佛若能替我们了生死 则过去诸佛祖劳早就 把全世界的人全部度回去 何必等到如今 还劳动诸天仙佛下凡 乘凡乘苦度收缘呢 所以说本性本度 自能超度 物知 王生如何消除修道者忘心呢 帝王本性本具足一切功德 行善不失 不从外知 内心千下词 卑是功 外行修持于周理是德功 无心是功德 六根无染成义 用无爱即是德行 功德起是行善不失 说法度人之所成 唯有不 这相不失行善 说法度人 王生什么是无常 帝王我说无常 苦、空、无我 是方便 经当说常、乐、我 尽 无常者众生 常者法生 苦者外道 乐者涅槃 无我者死 我者如来 不敬者有慰法 敬者正法 此为皇盘四得 王生何故不应食肉 帝王食肉者 一切众生 闻其肉气 悉众生恐怖 杀生罪过罪 众 故不应食肉 王生十方三世中 无尽世界 无尽事物 皆是什么东西所缘起 帝王一及万法 万法及一 隆通周辩 不相妨碍 不相应羡 此名法界缘起 或无尽缘起 十方三世中 无尽世界 无尽事物 皆此一心之所缘起 王生临终时 如生贪念、甜念、痴念、俗情 或正念者来生 可落何道 帝王如临终时 有生初贪念、来生 并轮恶鬼报应 甜念来生 陷入地狱道 痴念来生并为畜生 俗情缠绕 正念分明 来生定 为佛国 王生死者 第八十 尚未离开人间时 而向之做世生更衣等世 会 的何种后果 帝王死者气息虽断 而第八十尚未离 此时可先更穿受一、切 不可提枯、入炼、静观等诸事 此时当继续念佛或诵经 呆至周身冰冷时 乃可行之 否则死者 比避生烦恼 恶者会坠三恶道 王生病人如有为了事 牵挂心头者 亲人亦如何措置 帝王丁主病者 亲人亦劝病人物作杂念 当放下万元 亦心免 佛 并以软语安慰病人 为说西方极乐世界 庄严安乐 能得生 比 生可庆贺 病人如有为了事 牵挂心头者 应尽能力所及 为之办理妥善 令彼之见 以安其心 王生是举古人临终死后 其锐相有几种 请开示 帝王人当将死时 热气自下见身至上者 为超身相 自上见将 至下者 为堕落相 顾探厌死人身上 热气最后所停留 而最难冷却的部位 急之死 者来生 落在何道 有余 顶盛眼生天 人心恶鬼附 触身膝盖离 地狱脚百出 得寄语 但大众 若能至戒助念 则比自能生西方 皆不可屡屡 守探摩 因此者落地八十未明 尚有感觉 畢生烦恼 至令堕入 三恶道 则罪过盛大 故以不探摩未了 此时但念佛诵经不断 则自得大利也 王生三其末法 修持佛法三法 以生性愿令 持佛名号可生 西方吗 所谓生性者 信其何事 请开示其意 帝王一切行门之中 求其罪益下手 罪益成就 至极稳当 至极缘顿者 则无如以生性愿 持佛名号以 亦可生入西天 所谓 生性者信世家如来 伴因生香 绝无狂语 弥陀世尊 大慈悲 心绝无虚愿 且以念佛求生之因 必敢见佛往生之果 如种瓜得瓜 种痘的 痘此可不待问佛 而能自信者也 王生今时有终日念佛 不忍醉发愿 而西方上遥远 往生福保者 何故 解以也 帝王如友人 发愿往生福保者 无他也 若能将缩佛恩爱 世同 狭辣 不管盲闲 动静苦乐 忧喜 靠一句佛号 如虚与山香 四 一切静缘 无能摇动 或时自觉脾械 或一线浅 便奋起一念 如以天常见 使凡老魔 居 逃窜无地 亦如鸿鲁猛火 使无使勤食 消瘦如鱼 此人虽 现处补浊之香 几浑身 坐在莲花里 又赫呆彼陀元首 观音凌驾 而使性其往生灾 王身念佛修道中 如何克奈摩念 一心不乱 帝王念佛要一心不乱者 指以一句佛名 极力追顶猛之幽猛 情时一断 则欲去世 思量不来 未来世 补渡不着 现在尽 心时不见 三心断绝 直至虚空粉碎 大地平成 勿我同消 一 绝不立 如大圆境中 所现万象 无一点可指引分别 荡然身心 如云去 来 此各光景 明意一心不乱 到此便无心可乱也 王身白阳琪 佛子高身念佛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 帝王三琪末法 白阳琪中 佛子念佛诵经好处很多 在一心志 乘儿 高身念佛 念时身因洪亮 气态壮阔 善能脱胎心胸 排除杂念 去谢智 驱睡魔 为久念则伤气 且亦不变 故不宜 常行 莫念念十字外表看来 只见动诚 不闻出声 其时虽不出声 而 难无阿弥陀佛 六字 一样的粒粒分明 所以其功效 并不逊于有声 死在卧时 病时及公共场所等 用之最余 王身所谓回向功德是什么意思 帝王心既坚信而行功力德 行三师立功 必然怨声其处 必然 会修成诸功德 会修成诸功德 加以回向 这些都是属于怨行 所以性怨行是一 惯了有性自然有怨行 王身 王身常常听浅浅云说 一念之差 可以生出三千票果 不知何谓 一念三千 帝王心信中本具有三千法 明里具有三千 欲缘献起 诸法晚 然 各是造三千 是与李圆荣无碍 非亦非二 此三千诸法 十 聚于无人一念之心 各一念三千也 王身大道之中 常常提到说 诸佛亦有恶 产品亦善本亦缘 因为何呢 帝王在大道修时中 自信本具十戒 三千善恶诸法 既然具有结 脱涅盘 当然一具有烦恼生死 本具原意是说明 善恶有性有修 性是先天有的 修是后天造作的 诸佛虽没有修的恶 却有性的 二不过不发生作用也 产提虽没有修的善 却有性的善 所以欲缘开发 终当成佛之 王身弟子记得 明府有一个灵咒可使众生 常生不病之咒 请福 撒开是公开 帝王此咒亦有 但须有正气之人念诵 才居有效也 咒替 明天灵法 可动天地 天灵即容 愿的长生 五脏均长 自享安宁 凡人夜卧时 以守复心 念此咒及的明天长生 南宋十八便 宋十二便 永无疾病 王身世人犯邪淫之罪业 如何解脱其冤也 帝王快刀斩一面 一刀断血淫 绝不再犯错 并请速速应送个 类善书 已公不过 住应善书 立下回向功德 自然可消冤夜报 应也 王身本唐诗方济世时 常有伴侣道男人 不顾妻儿家庭 在外 与女人同居 将来有何种报应罪过 帝王此罪报 此后转女生 百报前夜 夫妻相处 本事因果恩 愿印相互宽容提亮 自然和乐 王身现代社会中 出卖灵肉的女人很多 不知下场如何 帝王因果前世夜报 自甘堕落的女人 如果不知悔改 积极心 善削减罪孽 将轮位畜生到 以示报应 王身色情是 现在社会中大罪圆 而主持色情行业的人 岂非罪 大恶极 报应如何呢 帝王万恶以赢位守 这种人将来报应中堕落 十八阿敌地狱 万劫附身 神经营此种色情 邁灵肉之主持人 不可不胜之 加 加 百分之 零九 帝藏王指玄路 第九回 唐生问明律 指玄万五方复零零九 帝藏王菩萨将以丑年农历四月念四日十二日六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月 赏罚公平案律行 因私判罪众和亲 轮流转世分平复 报应阳间六道痕 有失 不忍克劳守功德 应等何时有其缘 错过此时何时的 千载难逢物一生 盛世 奉指着造地藏王指玄路 众大德如有观明律 大道可以提出叩问 之 刘生高雄求道后知何种众生才会往地狱去报道 请详细开示 帝王凡经先天明师一指玄关德文大道之人 而一直在世上无恶 不作绝不行忏悔之人 须盼入明天地狱受刑苦 修先天大道之 人 人 身天堂往地狱 而在一面之差而已 流生亡魂在经过转轮台后 是如何到所指定地点投身呢 帝王人死之后 须经各殿审判 要投身转世 经流七司注集后 交流受身司办理授权受身事 以各领平正投身 投身 为观者领硬性转身 为适者领文笔 为伤者领蒜盘 为浓者领锄头 为工者领工具 为走受悲情者各领皮毛投身 流生 流生现在人口众多 人死后 若不必接受地狱之诸种刑罚 平 居要经过几年后 即可转世投胎 帝王轮回火爆投胎 有者永不超生 按前世供过多少而定轮回 报应 如是人有大善 应享富贵几世 有大恶 应受穷苦几世 或能富还人生 或不能富反 而永堕胎软施化 皆有一定之力 乃曰难脱竭命 流生现实有部分人先 请算命先生 则一好时好即日 利用头付 生产之方式 在预计之时刻中产下婴儿 是否即可改变此婴儿之 命运 帝王俗云 立地成命 上天祝籍 福禄受命可是因果注定好好 人为难算之 大概众生求各好吉祥 无他原因 还是利得行公 才是本钱之宝 日后免受名律刑罚 流生地狱中之牛头 马面及鬼族等之职位 是属六道中之何类 人物担任 帝王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鬼如牛头马面之鬼魂 君流名王兮 收阅好办善之人 王后担任之 流生世间 天常发生无飞机失事 海难、旷灾等之劫难 往往同时 死伤数十人 是否每一个人均注定有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命运 其 中是否也有亡死者 又如何来安排这些人同时来应劫 帝王天灾的炼之灾结乃天树难逃 善者也难逃劫难之报义 世间 有享富贵而受高者 有享富贵而受短者 有居贫贱而受促者 有居贫贱而受长者 有以身下而遭逆死 问死者 失事而死 旷灾而死者 有生下属日数月数年而妖死者 等等不一 其他如犯法而死 被人谋害等等 其有一定结束 此乃受命思之 注结之物 然也有所谓亡死者 乃生而为人 不知手分 引起义 外 杀生之祸 或行事疏忽造成死亡 则系人为因素 不在定律 之内 皇生 凤山 现在冬月大帝是何谓神圣担任呢 他所掌握的权责 有那些 帝王冬月大帝圣直现由皇妃虎先翁担任之管理阴间之因法天 律 律 皇生现在阳间在台湾公安执行 一清专案即扫黄扫黑 帝律是 否也再配合呢 帝王行恶之人当然受恶报 俗云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无报 是时间未到 一清专案扫黑 扫黄 乃属阳律制恶之政策 乃属国法与民律 因法无关之 皇生地狱的平民区生活情形是否与阳间的生活情形一样呢 帝王民府知平民区与阳间大同享益 生活相同 当然阳间可好 知可逃行法之漏洞 因间平民区犯法定罪不设知 皇生现在社会变相色情理法听到处灵力 影响社会风俗 请问 菩萨慈悲开示 移开礼法厅之老板在民府犯何罪 二传取故道德前才之礼容小姐又犯何罪呢 三前往徐欢客又犯何罪呢 帝王凡是风化区或是变相色情理法厅之老板一身专门经营 拐用或收买女孩赚取皮肉前行业 死后叛入奉入地域转入 游顶地域兽行 在世贪淫好色败道坏得 死后叛歌圣属养小地域兽行 故歌下 因根物外 并由老鼠猛咬其根底 斩草除根而受此报应 臣姐高雄近来投机奔子见多大做走私生意有之 请问知情购买实用与不知情购买实用 其中应律如何判刑 帝王凡是专行走私购道 在世脚步踏实的为官贪污收取回 扣者死后叛入奋妙迷小地域受报应 臣姐请问酸雨的形成对人类将来会形成浩劫吗 人类应该如何 避免 帝王酸雨奶油的水、风、火四药素所组合的 低气压上升 所凝成的酸雨也是代表结束与敬业 如果要避洁 请速速行功利的监制修道 自能避免结束 王身、凤山、白羊其中 修道者很多不知那一类的是断善根 者 帝王若有聪明辖惠 能善分别 远离善有 不听正法 不喜思 唯 不如法注 如是之人 最能断善根 又说无因无果者 是则 名为断善根也 无明 读者 合法世间为罪富有 合法世间罪凭无 帝王 母在唐时为罪富 母不在时为罪凭 母在之时为日中 悲母亡时为日眉 母在之时皆圆满 悲母之时兮空虚 许申 桃园 班若三昧 如何休息 帝王常坐三昧 幼名一行三昧 以九十日为一齐 独居近世 劫家爹坐 舍诸杂念 专系念法界 若遇疲倦及病税等账 专称一佛名 以求加倍 而念念不离于此三昧 常行三昧 幼名斑过三昧 亦三月为其 绕行念阿弥陀佛 无休 习时由佛威力 三昧力 即行者本功得力 能于定中见佛 半行半坐三昧 七日为其 脑皱玄绕 思维石箱 或依法华经 于三七日间 或行读此经 或坐读此经皆可 佳 佳 佳 十 第藏王指玄路 第十回 正道守刚长 普照出离经 覆零一零 第藏王菩萨 将缺日齐 诗曰 顿悟大道修指玄 菩提欲转自先天 口诀和同无真经 三宝通用正经先 盛世 第藏王指玄路众生真理 今已完成九篇 进入十回篇 今夜 有关大道问题可提出叩问 留生求过大道 以为求过大道之人 北方大道 北方每一次要受 天律记多少过 帝王北方大道 当然要受明律报应受刑 口徒是非 乱造口业 每一次记十诗 留生谈主摄佛堂认离不清 不坚心 听信他人的诽谤将佛堂观 必要受到如何天罚 帝王修道不坚心 南臣大器也 自顾自封 自观佛堂不让众 仁修持朝拜 其过日后当受天劳受刑报应 留生前人 经理 谈主个人认假祖师 办起到来 不知要受天 律记多少过 帝王所谓物以类聚 邪者归于邪类 恶者归于恶类 善者归于 善类 正者归于正类 道中修道 专门走斜禁小路者 一切归假 也 一修行不较踏实地 二贪功真火者 三重洗真神通 玄其者 四思心自用 共高自大 五不尊师重道者 精于自信自度 佛不能度 自己的罪业自己消 西字物之 留生在佛堂 鸾堂半圣事前财不轻 每百元计算要受天律计多 少过 帝王前财不轻 此人必定心邪不正 难成大事之 在佛堂 鸾 堂普化度人 圣事前财一定要轻 新地光明 才能得物正法 每 贪污百元 台币明律即实施得 已定刑罚 留生宗教籍人种不同 是否天堂地域地区不同 帝王凡善中之人归命天堂 凡恶中之人归命地域 宗教籍人种 不同死后受报一样 留生祖先去世后 子孙为了孝顺要用那种功德回向祖先比较有 一 帝王凡间众生 为了孝顺先灵 可参加超拔使先灵早日离开谷 海免受刑罚受苦 也可注应善书 经书回向功德先灵使其早 日往生极乐 留生请问地藏王菩萨 全世界地域是否菩萨全部管辖 帝王凡明天地府所有 皆由无佛管辖 留生新闻设一间佛堂 谈主上天如何加赏呢 帝王新设佛堂度人向善 功德无量 日后修成正果 可得九平 联位入正佛果 设一间佛堂天律祭功一道 九玄七祖离开古海 一等 留生子孙超拔祖先 如子孙功德不足 为什么会生病 子孙是 否可以素素行功力得来弥补 才不会生病 帝王超拔祖先 如功德不足 可素素行功德 补足因功 自然可 始病夜早安 凡超拔祖先之人 乃皆孝心 上天会暗中又故平安 请无虑也 留生祖先祭日必须是那种善魂才有资格回家团聚 帝王凡在八德中 中、孝、孝、仁、爱、性、义、和、平、守一心 得、皆可返阳回家团聚 留生在阳间之鬼魂每天都食用那些东西过日子 帝王四处行乞讨时 故欲普度时 法会时 建教时 祈求五国 婚物时佑 留生现在人心不古 故意恶性倒闭道会 将会受到何种恶报 帝王恶性到开会前 使人伤心或自杀 罪大恶极 死后叛入诸 心小地狱 歌曲欺骗之狠独心 王生无人在世如何防止罪恶 帝王悟犯似非 非礼悟事 非礼悟听 非礼悟言 非礼悟懂 留生人死之后 其神智是否恍惚如梦中 亦清醒如平时吗 帝王人死后 清醒如生时 成生怒明在每日何时 审案时间多少 帝王最初在每日晚间 其后日间亦能往 但需在下午来去接 成奸请走圣集 审案时间 每次数小时 然遇复杂案件 亦有言 常至数日之 成生人有少至老而死 容貌渐变 鬼之容貌是否一逐年衰老 帝王鬼之本来容貌 与其并莫之时相同 四不因碎酒而便衰老 成生禀府中官吏亦有 投身转世者否 帝王有 功德高者 受超身西天 或转身富贵家 譬如现在公 悟人缘 令蒙高就 一样知道理也 成生三教鼎立 信仰各书真理 名思所重为何教 帝王三教皆重 然而最重佛教 成生学佛者死后生极乐世界 学道者生动天福地 如教死后亡 生何处 帝王一样亦可生天界 绝不消灭之 成生牛头马面是否真有 帝王牛头马面皆是假面具 已不凶魂 若善良之魂 不现此恶 面相也 成生人头上之光 以何色为善恶呢 帝王红白黄为善者 黑赤色为恶者 或到头上 一切甚之 加 加 加 十一 帝藏王指玄录 第十一回 菩萨说缘由 历历尽其真负零一一 帝藏王菩萨 大将已丑年六月三日二十日七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因斯更比羊坚固 地狱千凡行罪罚 觉悟此师需作善 来生赋会异常人 又曰 三教真传冠古经 学道超生与乐死 诸生觉悟真理修 指玄金篇降吉祥 盛世 害人救世罪恶 利人则是功德 害人自然人救世害我 损我 九 人利人 人救救我利我 理之所然也 功德基多 可归天堂 岂不是利己乎 有罪恶中归地狱 岂不是 害己乎 望世人早日醒悟 快快跳出泥经 则是贤明之事也 今夜著作旨 旋路 可开始发问也 后学 地藏王菩萨聖诞是哪一天 帝王室农历7月30日 后学是否可开示菩萨来历根据吗 帝王 唐朝永辉四年 正零六五三鬼丑三千一百四十六唐零三六高宗永辉零四 东方布有新罗国 现在的高丽 太子金桥爵出家后 旁海来中 国到安徽省九华山的九子山头 端坐了七十五年 在唐玄宗 开元十六年 正零七二八 入成三千两百二十一唐零一一玄宗 开元十六七月三十日成道 后又入定了二十年 到唐正德二年 正零七五七丁有三千两百五十唐零四零宗 至德零二 七月三十日显圣 其他 所以余佛圣诞就是这一天 后学九华山是否救世的藏菩萨的道场 帝王室的 九华山道场 在安徽省的清凉陷境 每年七月间到 九华山信乡的众生很多 后学为什么念圣号的时候 常称为大院的藏菩萨 帝王大院两字是大有来历的 吴佛在帝藏本院经曾说 菩萨 往世曾为佛罗门女 在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前 八大誓愿说 愿 我敬未来劫 度有罪苦众生 广设方便使命解脱 为长者子时 在师子奋去聚足万行如来前 八大誓愿说 我精进 未来继不可继结 为世最苦六道众生 广设方便 禁令解脱 而我自身方成佛道 为光目圣与时 八大誓愿说 愿我自今日后 对清静莲华目如来 向前 却后百千万亿劫中 应有世界 所有地狱 及三恶道诸 罪苦众生 誓愿就拔 另离地狱恶去畜生恶鬼等 如是罪报等人 禁成佛禁 我然后一成正觉 魏国王时 八大誓愿说 若不先度罪苦 令是安乐 得至菩提 我终未愿成佛 在我释迦法中 释掉弗刚强众生 适度脱疾苦恶去 首推我大愿 得藏菩萨 后学听说 地藏王菩萨指度地狱众生 有这话吗 帝王在本愿经中 佛说是地藏菩萨与眼福提有大因缘 若说 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 百千节中说不能进 在战查经中 佛更十分明显的宣说 得藏菩萨发心以来 过无量 无边不可思议阿森指节 久已能度萨佛苦恨 功德满足 但一本 愿自在利部 隐世时邦 虽父浦游一切沙土 尝其功业 而于五卓二世画一篇后 在思绘中 身相端严 威德书胜 为除如来 如能过者 又于此 世界所有画业 为除变极观世音等 诸大菩萨皆不能及 以仕途 萨本愿是利 速速众生一切所求 能具众生一切重罪 除诸障碍 却得安稳 世人以为无佛指度利欲众生 而无观人道的话 岂非是大大误会 妈 金鱼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救果雇药 救因更急 人道众生造十二罪业的因 来升级的堕的 欲的果 无佛的藏对那已经堕地欲的尚且未知就拔 何况对这位 堕的呢 后学我又听说的藏菩萨的功德利益超过诸大菩萨 有这话吗 帝王中大菩萨多是古佛再来 远无高下 但众生多劫以来所劫 法渊不免有生有浅 而无佛地藏王于此世界有大因缘 所以是 尊偏赞罪圣令众生坚信得意 本愿经于 是地藏菩萨与眼福体有大因缘 如文书、普贤、观音 弥勒、异化百千身行度于六道 其愿上有毕竟是无佛的藏教化 六道一切众生 所发誓愿结束 如千百亿横河沙 后学我们供奉的藏菩萨 究竟有什么功德利益呢 帝王供奉告佛的藏菩萨今生的功德利益 说不能尽 后学那几种功德利益最为显著呢 帝王凡欲求福会于菩萨的 无不可逾现世求平安、贤助的 如 出外旅行的安康、心生难语 以及重病、恶病等等都有灵效 后学旅行中供奉地藏王菩萨有什么利益呢? 帝王本愿经说 若有众生渡山渡海、乃及大水 或经险道千年 菩萨名号万变 所获使得土地鬼神户位 免诸贤派 后学心生男女供奉的藏菩萨有什么利益呢? 帝王经说 若有心生男女 七日之中 祈求与读此经 指本愿 今并念菩萨名万变 此心生子素殃敬业 安乐异常 更增福 首 后学患众病者 供奉的藏菩萨有什么利益呢? 帝王经语 若有众生灵命忠实 闻菩萨名一生利于耳根 死后 永离三恶道苦 此时如父母眷属 将病人宅舍财物宝贝衣服 素 画菩萨形象 或更能使病人命味忠实的眼见耳闻 则夜报或受众 病者 使得除愿且受病增加 如夜报命境 因有罪业或堕地律者 使得业障消灭超生人天 受圣妙月 后学患恶痛者 供奉地藏王菩萨有什么利益呢? 帝王经语 若有众生久处闯枕 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又有在 夜睡之中碰见恶鬼家亲 或有险道或供鬼游 日久并生 年终缴 苦皆是夜道问对 未病轻重 互赞互得欲 或难舍受 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 高深转读本愿经一遍 或取病人可爱之物 或衣服宝贝庄园舍宅 家人对病人前高深说 我某某等为何病人 对金像前舍诸等物 或供养金像 或造佛菩 萨行像 或造塔寺 或燃油灯 或失常柱 对病人说三遍 使其 听清楚 如病人气静 一日乃至七日以来 但高深说高深 读本愿经 此人 命中之后 宿罪有解脱 后学逢十十日 供奉的藏菩萨 有没有另意呢 帝王有 金鱼难言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不适也 能于时 摘日即每月之 初一 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念三 念四 念八 念九 萨十 十十 对佛菩萨相读的藏本愿经一遍 在所居四方百里间境内 离诸灾 难 此居家人 无论长幼 现在未来 永离二去 无诸恒并业 衣食自然丰富 后学 后学据说的藏菩萨修帝大远通 正如来藏性十轮经典的藏菩 萨江至法会 仲觉的大增强 深重难举 那么 住家的何物浓的 供奉的藏菩萨 不知是否有好处呢 帝王式的 本愿经说 在南方清洁之地 以土石竹木做贪式 在 内塑化的藏菩萨形象 或用金石土木造像 烧香供养胆力赞叹 是 人居处有十种另异 一者土地丰收 二者家宅永安 三者先王升天 四者现存异寿 五者所求碎益 六者无水火灾 七者虚好辟除 八者杜绝噩梦 九者出入神谷 十者多欲圣音 后学请在广说 供奉的藏菩萨的利益 帝王如佛曾在本愿经于 若有众生见地藏形象 即闻本愿经 乃至宋独香花与十一佛珍宝布施公养 赞叹詹理 得二十八种 利益好处 零一者天龙护念 零一者天龙护念 零二者善果日增 零三者即圣上衣 零四者菩提不退 零五者衣食丰足 零六者即异不能 零七者灵水火灾 零八者无道贼恶 零九者人见清静 十者鬼神助食 十一者女转男生 十二者未亡成羽 十三者端正相好 十四者多生天上 十五者过位帝王 十六者宿至命通 十七者有求结穗 十八者眷属欢乐 十九者终衡消灭 二十者夜道有除 二十一者去处静通 二十二者夜梦安乐 二十三者先王离苦 二十四者束缚受身 二十五者诸圣赞叹 二十六者听明利根 二十七者饶慈敏心 二十八者必尽成佛 后学发到新公养的藏菩萨 所得到利益是不是还要大呢 帝王金鱼 若有众生欲发广大慈心 就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 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 此人如能见菩萨相闻菩萨名至心归 一公养占礼者则所愿速成乃至所求必成 后学称的藏菩萨与地藏王菩萨有什么分别 帝王没有分别都可以免 诸经多称的藏菩萨为大臣本身心地观精一称地藏王菩萨 后学那几种人该过无间地狱受福呢 帝王 一是不孝父母或杀害的 二出佛生险毁放三宝不尽尊经的 三清捐常住点污森污或加兰内异行淫欲或杀或害的 四是尾坐沙门心飞沙门破用常住七狂白衣违背戒律 种种造恶的 五是偷窃常住财物补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语而取的 这几 种人当过无间地狱求出无奇 后学我愿从此每日敬礼的藏菩萨 菩萨可以转一篇发愿回向文 帝王好业 发愿回向遗迹人人可用 一心归并帝藏王菩萨 大慈悲赋功德微微穷劫难宣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静律生命 犹如密葬常行会诗 如轮横转持戒坚固如庙高山精进难坏 如金刚宝智慧深广 犹如大海众生战狗 至重至深的藏弘子不厌不舍 护诸不畏不原文坐步 如轻如有防诸怨离如欠如臣斩烦恼贼 犹如神剑救诸为难 犹如父母子幼若兴 父爱偏强而不孝兮母怜偏重 弟子某某 因生原生是以身心奉地藏王 福怨弘子 常觉悟我使我念念 义菩提心决定身心 得敬弥陀成本愿力 化度有情随于成劫 处众苦中 待众生苦令仙成佛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地狱未空 是不成佛尽未来尽 无有疲艳 劫时可疑 此愿不改 所修福业 忏悔发愿 种种善根 体同法见 一一回向 普施寒食 西正正常 归依佛式 归命回向 南无的藏菩萨 家 家 家 十二 帝藏王指玄路 第十二回 指玄十二回 念经的平安 得藏指玄金刚宝颤 佛灵一二 帝藏王菩萨 将以愁年农历六月六日 二十三日七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得藏指玄十二篇 得藏指玄十二篇 正法规一切真经 沙潘眼法精妙指 灵影弘扬帝一家 盛世 得藏指玄 盛世 倒进了十二篇 今夜特哲造地藏指玄金刚宝颤 以示十二回完结篇 本宝颤可用心念诵本经 自有感应平安 得藏指玄金刚宝颤 水灾 水灾 羊之净水 便洒三千 信空八德令人天 福寿广增严 灭罪消遣 火焰化红莲 南无清凉的菩萨摩赫萨 三称 香赞 炉香炸若 法界蒙虚 诸佛海慧西摇纹 随处结详云 誠意芳衣 诸佛献今生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赫萨 尽口夜真延满 修力修力 摩喝修力 修修力 娑婆喝 静深夜真延满 修多力 修多力 修魔力 修魔力 娑婆喝 恭请 南无的藏菩萨宝告 至心归命理 三称 以下美佛号观子四字至心归命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不孝父母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三灾恶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不孝五谷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疾病恶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不敬天地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虎狼恶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不敗祖先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虎狼恶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不敬天地罪消灭 不敬天地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虎狼恶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不敬天地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的亡恶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谋生妄国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三煞恶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诽谤佛法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白羊二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不敬师长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冰薄二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心灭中凉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克行二 南无的藏金刚佛寇 为父不仁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巴难恶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其五善良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饥荒二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被印一轮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魔为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拜解五宗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写持恶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避善良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死恶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不目宗亲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恨死恶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抗为上命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气恶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抗为上命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愿解三其普度恶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杀生害命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愿解三其普度恶 南无大愿金刚佛寇 不惜自止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大愿金刚佛寇 左道害人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大愿金刚佛寇 不合相命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大愿金刚佛寇 贩卖邪书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奸添妇妇女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欺恒父兄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劳民伤财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恩将仇报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听父非言罪消灭 愿解三其普度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明乌如灵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加盆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引吞有物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一切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成风结传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寇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念旧报愿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寒动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网道罪消灭 网道迅裁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火煞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卖米味昌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白不恶 难无化山金刚佛寇 奸贱鬼绝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本命恶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造药堕胎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鬼虫恶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爱物谋害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浓伤恶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众眼淫细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自消恶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为师父人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凶心恶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欺人害人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实魔恶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地理物人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家居202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烧毁人罪消灭 烧毁人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 愿解白养补度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烧毁人罪消灭 贪心忘旧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 成传203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五密夫婿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瘟疫204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兄弟真田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重折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被恩妻主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三福恶 难无名王金刚佛寇 居丧被理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业障恶 难无脏王金刚佛寇 行医物事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夫妻恶 难无脏王金刚佛寇 对日便利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冤业恶 难无脏王金刚佛寇 驱逐罪续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天狗恶 难无脏王金刚佛寇 卖七卖子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水煞恶 难无脏王金刚佛寇 被施恩情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身疮恶 难无补度金刚佛寇 贪念恶 贪念刻薄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现在恶 难无补度金刚佛寇 裸体日中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金煞恶 难无补度金刚佛寇 施邦布就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出征恶零五 难无补度金刚佛寇 明瞒暗骗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原成恶 难无补度金刚佛寇 贪功祖善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口舌恶 难无帝王金刚佛寇 续财灭义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的业恶 难无帝王金刚佛寇 至灵师礼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六亲恶 难无帝王金刚佛寇 续亲无礼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三师恶 难无帝王金刚佛寇 愿为谋证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三川恶 难无帝王金刚佛寇 逞强七弱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四十恶 难无三宝金刚佛寇 说弄是非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八节恶 难无三宝金刚佛寇 为师教法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五鬼恶 难无三宝金刚佛寇 报害亲有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无缘恶 难无圣真金刚佛寇 贪财害人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太岁恶 难无圣真金刚佛寇 谢尽天机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昏煞恶 难无圣真金刚佛寇 骨肉不顾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黑暗恶 难无至王金刚佛寇 以要毒于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逆水恶 难无至王金刚佛寇 放火烧灵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鬼煞恶 难无至王金刚佛寇 邪法运财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绝四恶 难无鬼王金刚佛寇 侠族夺尊罪消灭 愿解白养补度逆补度 难无鬼王金刚佛寇 信邪败得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占难恶 难无鬼王金刚佛寇 谢直被解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登山二零六 难无愿王金刚佛寇 卖国通奸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列足恶 难无愿王金刚佛寇 为恶偏僻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风双恶 难无愿王金刚佛寇 假人假义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草木恶 难无的藏菩萨佛寇 照放非与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手数恶 难无的藏菩萨佛寇 口谈是非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花柳恶 难无的藏菩萨佛寇 伪造大道罪消灭 愿解三草补度年年恶 零一对己必善扬恶 自我改进 对人必恶扬善 社会和谐 零二地理及风水 零三贪心望旧原作以七位妾 零四亦原文作 并字底黄字底 零五师方不就及赠衣 零五本邪县小善 不失药 富资邪县大善 零六 谢植被解原作被主受欧 万经赞 佛慈广大感应无差 祭光三昧 祭光三昧通和沙 愿不灵家焉 降福其家 经地有莲花 南无清凉的菩萨摩赫萨三身 回 家 家 家 Z十一 八 地藏王菩萨像 天玉以丑年农历六月七日 二十四日七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八 唯自古至今 圣贤教人 皆以修身向善魏本 历代仁人君子 无 不以为善罪乐 得赞相礼 扬明显清 垂世千古 名标史上 万 古流芳 反世不安身勒命者 恨天地造化之不公 恨先佛之不灵 欺善人 知庄严 弃伦常于不顾 不守本分 恶事乱行人道 自灭其身 遗留臭名万代 人生基于为善为恶而至盖观而定论 分别论明 地藏网指玄鹿之著作 乃系老母慈敏众生九度红尘 贪嗔之三毒 迷雾 造业多端 造成道德不古沦落 社会问题不断产生 未荒 正世道 普渡众生之大愿 特准泄露地域之名律 以警示人 情 善机善 情功利得 相信凡有慈悲且信之人 见此天书 勿轻视之 悦者遗存尽心 劫生自爱 使读忠详 则 可教化家庭 有义儿孙 更可归劝他人 普立国家社会 前程求 知 必论身心 人人向善道 赐福无量也 最后 无也愿助众生 各个能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之愿 作书之结语 明府教主地藏王菩萨 进拔于高雄陵 以慈善堂 加 加 加 Z二十二 Z二十二的藏菩萨四红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地藏王指旋路完 斜线 返回主网页班红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释路 灵凤指著作灵目路大脚图下 改全书525XXCQ 斜线150千位元祖 脚印赏律佛指旭文圣 斜线万利世纪住贺功贺 525BHGML 第一章的藏菩萨是指禅显佛光 第二章菩萨教佛法念佛往西天 第三章念佛愿力大 修行物如来 第四章禅是一点通 深入智慧海 第五章 第五章佛在心中流 禅法即是道 第六章正法禅中悟 执着即是祸 525CHGML 第七章佛法度元人 开悟即正觉 第八章道即佛三宝 迷惑止禅悟 第九章静慧开悟论 智慧由心生 第十章本愿经中说 圆满种福田 回向九华山传奇的藏菩萨一生事迹 下载本网页 纯文字 下载本网页 含控制码 修改转赠 家 家 家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释路 第十章本网页 奉旨著作 前言 时间 一千九百九十 地点 启示 中国 安徽省 清阳县 九华山 百岁公 万年寺 地点 服务 台湾 南平山 圣真天佛院 斜县台湾 高雄 天台山 灵影寺 住持 访客 得藏菩萨 闭关 敬会 法师 插图 略去 原产 原书没有留下地址 台湾省南平山圣真天佛院 自掺 本文翻版字 流通赠金处 一 报道堂 香港 英皇道 456号 17楼 二 中和善谈 香港 全湾 德式古道 39号 6楼 B座 三 人风洞 香港 全湾 仲安街 110号 三楼 感恩 所有善书居 不设立版权 是我国一种 优良传统 在此景象 有关同工籍 呈先其后者致敬 公务 欢迎修正 引用复制 自行做网页 不用声明出处 注意 凡有此符号 Triple 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一体字或敬意字 术语 邮寄内文有关阳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 转化 Doc Word Type 写线Office 文件转座Text 存文字文件 A 先造译 存文字文件 在桌面上又按滑鼠 新开档案 存文字文件 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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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 B 打开Doc文件 档案 F 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存文字文件 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 纯文字文件 储存档案 S 是 Y 乱码 本文或有少量词字会乱码可复制该句贴上新文件辨件内容 修改 先把本文分拆不过30k文件多份有词符号百分之改正后重组 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 副图P525大脚壁藏网脚印图 字码Chinese word code B5斜线JBK容量100k 加 加 加 00 目录 许找代号0 标示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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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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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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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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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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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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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N2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N3修改,N4转正,加,注印本书大德方名录,略去,加,加,加,0A0,脚印, 增禄帝藏王出游,脚印,取字圣德杂志232期,台湾台中市,北屯区,青岛路,四段39-1号,电话04-234-1617,有繁体书本邮政, 灵依前言地藏王菩萨之广大,是愿地狱不空,是不成佛,相信都, 而熟能详,却先少有人知道,地藏王菩萨之圣号,其名义士只能, 寒藏一切,如大地之无量,如果心地不能广藏,即便沉默地狱苦, 心地若能藏那无量,即是菩萨,因此敬拜必藏王菩萨,就要实时, 宫学云的心量,大臣金刚经曾说心是一切最福种子,因此心能, 成天堂,也能做地狱,全系呼于心地之变化,所以学佛者当广发, 慈心,利润有缘,若不识本心,则学法如意, 02以下是一篇真实报道,03灵家佛堂约于年前突见大脚印, 竟与菩萨生前所留邪帽吻合,莫非真的神仙到此一游, 04住在台湾,台中县,谭子乡,新田村,中心路的灵性夫妇, 05年前,1994,在家中佛堂发现脚印,脚印超乎常人, 常约于16,寸相当于50公分,脚印从何而来, 让灵性夫妇百思不解,06直至最近前往大陆安徽省九华山朝圣, 参观地藏王菩萨生前所, 穿鞋帽,发现家中脚印镜与地藏王菩萨相互吻合, 大感不可思议, 07灵性夫妇是亲至孝, 因母亲身体累落,长眠卧床, 二夫妻未求, 母亲早日健康,一向诚心理佛, 08病在家中佛堂供奉地藏王菩萨, 每日早晚二客君畅读地藏王菩, 萨经并将念经的功德回向母亲, 祈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多病的母, 亲康父多年来始终无一日, 不曾烧减尽佛之意, 09年前, 1994, 在天快亮时分, 二夫妇在快醒未醒之际, 呼觉听到, 私足之音, 且有淡的若有四无的檀香味, 原以为是灵人祈祷礼佛, 却听得家中佛堂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 二夫妻连忙查看, 发现故, 在地上的黑布, 竟出现大的出奇的脚印, 时而且那天早上竟烧出中柱香肠, 左右柱香较短的情形, 经翻看, 香谷却是有神志, 十一经过那天之后, 灵性夫妻的母亲身体一天好过一天, 不久竟然, 能下床, 十二灵性夫妻为感谢神恩, 最近随团前往大陆安徽省九华山朝圣, 至华城四里佛, 当地, 岛, 游待他们参观地藏王菩萨金刚不坏今生, 即不腐化之肉身, 与参观地藏王菩萨所留下的邪帽时, 十三灵性夫妻赫然发现地藏王菩萨的脚大的出奇, 与其家中的奖励, 竟能吻合, 十四而四中僧人告诉他们, 地藏王菩萨常常出游去济世,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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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A1, 赏率, 的藏菩萨奉佛指公布住印乐捐者封赐功德赏率于左, 一, 本书乃的藏菩萨供佛指清功九华山万年四百岁公著作, 凡八, 愿注印的藏菩萨指禅开世路盛点者, 一切祈求之愿, 皆可平安, 二, 凡注印的藏菩萨指禅开世路百本以上者, 均准于的辐赦罪, 肖金是浅世之过, 并赐福报, 三, 凡注印的藏菩萨指禅开世路千本以上者, 为其求往生净土过, 求祖先名福者, 如将功德回向西方净土及名思, 自能感应三槽, 并渡往西方净土或赐名果, 四, 凡注印的藏菩萨指禅开世路万本以上者, 西方净土九品连台, 因你虔诚感应而开, 并赐妙法连花台, 若欲求父母康安者, 或求, 改运消夜, 其消病除苦夜, 可于每晚子时, 晚上十一点, 于家终神, 圣知浅粉三炷香, 和掌暗念南无大院地藏王菩萨三十六身, 前程, 诵愤有时有终, 不可见断, 百日以后的菩萨感应射除病业, 酌, 四, 伏寿并解前世今世之业障, 五, 修道念佛者, 注印本书, 准其本性智慧光明, 早日往生净土, 六, 虔诚注印的藏菩萨指禅开世路于事业, 孕图, 子女其安, 一, 皆愿力, 皆能如意平安, 七, 凡一切后求, 可于家终神前获胜真天佛, 佛愿或酒化山万年寺, 百岁公之佛前, 立书焚成将或神圈赐予感应神宿, 八, 欢迎各地诸山长老, 道场, 大德慈悲注印赠送, 九, 愿得藏菩萨指禅开世路一书之谱化, 能为凡尘苦海甜分无知, 众生, 设其如海业障, 十, 如蒙慈悲注印, 请将善缓邮正化锅零四九四九五四九号, 圣真杂志社, 台湾, 并请于化锅丹上住民住印地藏王菩萨指禅开世路即可, 南平山圣真天佛愿静上圣真杂志社,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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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A二, 佛指,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世路, 亲奉西天阿弥陀佛佛佛指约, 佛居西天极乐净土, 天道转伦而化育佛子众生, 分布宇宙中, 立, 劫万千, 至今凡尘, 人伦败坏, 念世上佛子众生, 立受无惑之苦, 造业业无止息, 佛心时不忍之, 故于天运根五年农历六月十九日, 西方召开佛法度化圣会众佛, 菩萨一知名府地藏王菩萨, 本愿, 弘大劝化度人无量, 虚恭伟得非凡, 佛心喜之, 特班佛指一道, 令名府教主地藏王菩萨, 将笔柱作禅, 典宝书, 使人学禅佛法, 而得解脱生死, 出离三界外, 以收度逝之, 功效, 书名提约的藏菩萨指禅开世路, 西佛指道之日, 命派南瞻部州台湾省南平山圣真天佛愿住持敬会, 法师网九化山百岁功德藏菩萨苦度道场, 闭关禅修佛法, 以心法, 传真著作, 传真著作书臣之日, 传真著作书臣之日, 九化山百岁功万年四应生菩萨将, 跟五年农历九月初九日卯食, 五年七月十二十六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月印度众生涉道场, 身居禅四劝世人, 菩提正觉指禅路, 萨疏圆满永流方, 续佛恩慈悲得藏菩萨指禅开世路, 圆满于世与清凉地藏王菩萨, 极敬慧法师, 敏其世道修行者献逆, 不知如何念佛禅修功德, 等, 藏菩萨不忍众生受报而下地狱, 无时不亲自领凡度化有缘人, 于, 开世路中, 苦口婆心, 宣扬禅法佛埋, 指引迷途众生, 回头是岸, 同灯极乐, 经台湾省南平山圣真天佛愿创立普化众生, 禅教佛法, 奉佛指者, 做得藏菩萨指禅开世路善疏一步, 广度迷惑众生, 能引入禅修儿, 悟任佛法归道, 拔除人间一切苦, 超身极乐西方净土, 以净大, 同世界平安, 本指禅开世路, 内涵有禅的智慧, 有净土念佛方便法门, 以正面, 正极化度众生心, 使修行者能断六成之扰, 知悉一切法及世空, 以禅教训事, 以增智慧如海, 使乃禅法智慧, 请示良真, 本圣典乃名辅教主大愿立藏王菩萨, 清零九化山万年四百岁功, 与台湾省天台山林 隐次住持敬会法师, 合作符笔著书儿臣, 对答, 充实, 西门真行遵守修待方便法门, 共管事成, 方部赴佛度众生, 宣化著作之实义, 愿此书于九化山万年四百岁功著作, 经特降架, 续一篇, 愿此书早日翻行天下, 度尽众生, 正法永住, 早跟西方极乐净土, 愿景以为续, 应生菩萨降架于九化山万年四百岁, 十四百岁功,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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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A4, 清奉佛指著作的藏菩萨指禅开示录, 善事圣指表, 佛指奉佛特赐命著作, 开着天运岁次根五年农历八月念六日, 十四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完成大运岁次根五年农历九月初八日, 二十五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著作九化山必藏王菩萨及净会法师协力降比劝势, 传真必观禅座入定降比而成, 传奇净会法师灵翘出身转临执比, 护法西方金刚尊者应生菩萨, 守护百岁功万年四众护法尊者, 正鸾敬会法师, 教证敬会法师, 编辑杨梅花, 助理会德法师, 教队圣真出版社, 班书本书由天台山林影寺及南平山圣真天佛愿全体愿生几本, 涉读者十方善性大德人等乐捐助应西门印证各界以广流, 通, 普化众生, 书谢感谢九化山万年四百岁功方丈助持集众护法僧人, 从旁赞, 助协助著作本书出版顺利圆满成功, 以示感谢之成,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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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A5, 梵力, 西天智慧圣尊者将, 遂赐根五年农历九月九日卯时, 五年七月十二十六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梵力, 一, 本书乃西方佛指, 诸作而成, 岳者须诚心恭敬, 不可有冒犯, 佛义, 二, 本书是为了三宝弟子及云云众生, 沉于苦海凡尘中, 渡灯波案, 知书, 三, 本书如有错语, 皆系教证生, 教证一时之错误, 悦者勿轻事, 知, 四, 本书被静注书之苦心, 特地前往安徽省九华山万年四百岁宫, 的藏菩萨道场著作, 全书以禅的智慧数篇, 悉修行者及大德略知, 珍惜, 五, 本书乃九华山地藏菩萨及净会法师对答合作而成, 印证者及, 注印者, 功德无量, 六, 本书自具虽然浅文, 是净九华山地藏菩萨及净会法师一片婆, 新, 悦者善性大德, 当遵守佛法教化, 早跟西方极乐净土, 七, 本书旨在带天圈化, 弘扬佛法智慧法门, 乃与劝士为宗旨, 与一般寿书不同, 故悦后应传递为悦者, 切勿藏于除替中, 八, 凡求受命, 求公平事业, 消冤业, 除病苦业, 为祖先超拔求, 明辅者, 八心影子印证此书, 皆能万事如意, 凡有所求, 须在家, 中庭前, 摄香案对虚空焚香禀告所求, 其请西方阿弥陀佛即得造, 王菩萨保佑即能感应西方传乡尊者即明思将军, 随即回奏, 请, 求知事, 佛立于编, 报应如下, 报应如下, 九, 本书在此, 如同佛经的藏菩萨本愿经一样, 西天四大天王集, 十方众神不法, 悦者至尽处, 不得污秽, 反悔放善书, 勇达入的, 欲罪不可赦,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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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A6, 安徽九华山百岁公应生菩萨世基记, 零一无侠和尚于明朝万历年间, 一千五百七十三丘能一千六百二十, 生于北京晚平如沟桥, 父母只生这一独子, 二十四岁到山西五台山出家, 法名海域五, 台山住二年后, 二十六岁离开, 从二月开始走, 直到九月二十四, 日, 共计七个多月, 方才来到九华山, 上山四十多里, 未见妙与何僧众, 山上亦无人居住, 于是海域下, 山访问乡民, 知道唐朝时, 佛教兴盛, 妙与伶俐, 但至唐末期, 应当时皇帝信奉道教, 迷惑方氏之言, 所以在一年内, 把九华山, 全部四庙完全拆光, 所有僧众赶下山去, 故此山上四百多年没有, 和尚, 零二海域访问唐朝历史, 唐朝中其高历国, 朝鲜, 王子来中国九华山, 修行, 法明侨诀, 于宿宗制得二年, 正零七五七丁有三千两百五十唐零四零宿宗制, 德零二航海东来, 浊西九华, 初期东岸, 百土杂粟儿时, 义人, 诸葛杰等, 未建化成四居之, 真元十年, 正零七九四甲虚三千两百八十七唐零七七德, 宗真元十, 年九十九岁加跌世纪, 因灵异昭著, 使者以为是地藏菩萨化身, 脸异刚藏, 造塔于神光岭, 海域问湘宁, 地藏王的肉身存在否? 零三湘宁说出家人把地藏王的肉身埋在东南第一山上, 极限在酒, 华山肉身变, 海域听讲后, 二次上山看此山头地是好, 找到一处, 龙头石, 上宴下宴都对着唐朝地藏王菩萨塔木, 在龙头石边搭一, 茅棚, 诗山头野果, 黄金, 白河, 丹森, 隔基未深, 黄金石年长, 一尺, 一年纸将大, 一年长一节, 黄金九珍九晒, 日晒夜路, 吃, 再举田如蜜枣, 只要早上吃一次至下午不绝饥饿, 有气力有精神, 后又知吃生黄金, 可保持七天不绝饿, 海域吃过后, 精力充沛, 拉过骨血, 书血, 大发广佛华严精, 美, 大发广佛华严精, 隔二十天放一次血, 放了三十八年, 写成八十一本血经, 献月子, 经, 字体清晰端正, 经国家平价为国宝, 称海域为科学人员, 写, 经现存九华山历史文物馆, 零四海域驻山洞一百年整, 为下山, 为见人, 为带徒弟, 直至一百, 二十六岁, 九月十四日上午, 他把自己一百年历史写好, 放在身, 边, 旧元济生西天, 世至明朝魏崇征三年, 正义千六百三十跟五四千一百二十三名两百六十三司宗, 岁征明三, 派兵, 布尚书王大人来九华山进香, 到东南第一山, 当晚山头放光, 一道白光照到东南山上的塔幕, 东南方山上塔幕也放一道光, 两光对照, 兵部尚书连夜带人上山, 此山无路无妙语, 只寻得, 山洞有一老人, 已经作画了, 以体式干肉之身, 兵部尚书检查遗物都已腐烂, 但肉体还是原样, 只是干了, 发现旁有所书写经和声式自传, 方之离作画时间已经, 有三年幼九个月, 零五于世, 兵部尚书把海域之自传, 成报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称之为, 大菩萨化身, 世帝藏王菩萨应世, 便赐两伏脸额, 两颗大应急, 到圣旨两次派王大人来九华山, 现门前, 亲自百岁公, 护国万年, 四, 就是当年王大人建妙时带来, 另一匾额是崇祯三年所立, 应生菩萨, 是当时朝廷赐丰, 并盖友, 崇祯皇帝遇洗, 正堂上有九条龙, 明朝就是这些历史, 零六清朝康熙五十六年, 正义千七百一十七丁有四千两百一十清零七四圣祖, 康熙五十六后殿师, 火, 火势越来越大, 庙中两位师父要把海域请到外面立火, 但是, 搬不动, 师父们跪在海域面前, 并说崇祯皇帝为您老人家建的庙, 雨, 将施于我们之手, 您老人家的真身, 今天也将损失, 大家不, 忍, 您不走, 大家也都不走了, 烟火四起, 这时老人显灵了, 双手一提, 大火熄灭, 大殿没有烧, 这, 火房也没有烧到, 其他殿堂全部烧光, 现在供奉在百岁宫内, 的肉身像便是当年烈火双手提起时的姿态, 灵漆老人的神灵又到了江西景德瓷器厂, 做了七天七夜不说话, 厂, 里的人问老人要多少钱造妙, 老人说我不是要钱, 我要一支笔, 一直晚, 想写几个字, 放在你们厂里摇烧几个字, 结果初摇时, 所有的晚上都有, 九化山百岁宫, 这几个字, 点数量, 八千四百支碗, 一起送到九化山百岁宫来, 这些印字的碗, 出家, 人都讨去留作纪念, 献佛教会尚存一百支左右, 上述都是康熙五十六年的事, 献九化山文物馆有展览印字的碗, 让游客观看欣赏, 零八康熙皇帝派人修造山上的石板路, 又送了一部清朝的大藏经宫, 奉在楼上, 以上是清朝历史, 到宣统二年, 正一千九百一十, 根须四千四百零三千两百六十七, 旭帝宣统零二, 后殿又失火, 天下大雨, 大火裂了, 后来林远宏做总统时, 把后殿又建造起来, 把门前的匾额又复制, 了至今已七十五年, 零九从崇祯皇帝发现肉身至今已三百七十五年, 海域本人九月十四, 日元祭至今已三百七十八年, 在北京生长至今已五百零四年, 加、加、加、0A七, 九华山百岁公住持会庆法师祝贺诗词留念, 原书内容为毛笔字, 恭贺敬会法师身作上师, 祝贺词文, 敬禅目定天中天, 会光普照子今年, 上臣佛法辈身怨, 施施干部撒成会, 九华山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恩万年禅四百岁公住持会庆法师何时, 定理, 农历一九九零年九月初九日, 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九十, 赠送留年,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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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A八, 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果元老法师恭贺诗词留念, 原书内容为毛笔, 四, 恭贺台湾省天台山林隐寺住持上进夏会法师于安徽省, 九华山万年四百岁公元满镇觉上师祝贺诗词回台湾, 上师一别何时逢万水千山意念中, 愿助行成吉祥乐行云往反义从容, 度苦不惧缩佛苦行道难将怪魔后, 菩萨放光常幼顾圣真一教洪宗峰, 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恩除州市狼牙寺住持果元老法师何时鼎礼, 农历一九九零年九月初九日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九十于九华山, 赠颂留念,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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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菲比, 普慰师资读读送回相继, 愿以此功德, 消除塑献业, 增长诸福慧, 元臣圣善根, 所有刀兵节, 吉与吉井等, 西节静灭除, 国泰民康宁, 出资应赠者, 送食流通者, 献卷显安乐, 先王获超生, 所求皆果岁, 随愿的往生, 法界诸念识, 同正无上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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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菲尔, 九华山传奇的藏无萨印生世纪, 林林我国有四大名山, 也就是四大菩萨印画的道场, 四大名山是指, 零一山西省的五台山, 文殊菩萨之道场, 零二四川省的峨内山, 普贤菩萨之道场, 零三浙江省的普陀山, 观音菩萨之道场, 零四安徽省的九华山, 得藏菩萨之道场, 零五其中之有地藏菩萨, 零五其中之有地藏菩萨在九华山开道场度众生我国佛教在唐朝正如日曆中天东传至日本韩国等地在那时韩国分为三个国家就是新罗高沟利百计新罗国的王子 名为金桥爵, 八星出家, 法名的藏菩秋, 大世心慈面貌不良, 隐物天然, 身高七尺, 顶颂其部突高, 屡立, 知大, 可以利敌多人, 他曾说, 六集环中, 三清树内, 为第一亿, 与方寸和, 零六金桥爵王子二十四岁, 驻法出家, 携其爱犬起听, 就在唐贞观, 四年, 正零六三陵根营三千一百二十三唐零一三太宗, 贞观零四, 航海到中国来参学, 得藏菩秋最初到中国, 随处参访, 游画数年, 后来游学到南中国, 得安徽省九画山, 见深山里有一盆地, 面养而宽平, 于是就在山, 上劫无苦修, 零七经过了许多年, 有天地方上的士生诸葛结长者, 率领村民家人, 游山, 深入无人之地, 呼见一位和尚在此苦修, 住的是十栋茅棚, 吃的是破锅残粒杂食半些白土, 生活异常辛苦, 群老游山客惊叹, 道和尚如斯苦行, 见者于心不忍, 我们应当负责为他改善养, 零八诸葛结长者, 敬之请示后, 方知是新罗国王子, 远来中国求佛, 法,住此山中苦行, 长者深感慰敬地主之意, 于是发心护持, 为, 大事建一寺院, 使其安心修道, 零九九华山本名九子山, 唐里白道九子山时, 见九风如华, 改名为, 九华山, 九华山的地主, 地方人称呼他敏格老, 想当年也做过大官, 所以, 家财胜负, 地方上建四大庙, 必被请敏公施得不可, 敏公也是恶, 善好施之人, 对大事义士非常信仰, 十大事选九华山未到场, 向敏公化员一家沙之地, 敏公怀疑怎么, 只要求一家沙之地呢, 遂满口英语, 哪知大事以神通法力, 加沙, 一撒盖进了整遍的九华山, 敏公见他有此神通, 惊喜不离, 看, 然将整遍的九华山, 全部布施给大士, 作为弘法度众生之道场, 十一从此敏公也做了大士有力的护法, 敏公恒乐于齋僧供佛, 每次, 齋僧百位时, 如果的藏大士在深山不能来应公, 他都须设一席给, 大士留着以示供奉俱成, 敏公恒尽两大士之德, 前庆佛法, 命自己儿子随大士出家学佛, 其子法号为道明, 出家修道习佛法身为大士知识者, 我们在寺院里曾看到, 供奉大士向朋友一老一少, 这即是敏公父, 子敏公老来学佛拜其子道明和尚为师, 父子修道于九华山上, 十二寺院建成后, 各邦来参学者很多, 新罗国义有不少的人来清, 敬公养, 九华山既高又深, 四僧众多, 生活常发生困难, 米粮, 不够吃, 常常都剩饭很多观音土, 细白鱼粉之泥土, 其生活轻, 苦事可想而知, 当时就有枯稿众之称, 但是四中修行众, 都是抱持一颗求法学佛的诚心, 故对于物质缺乏上并不计较奢求, 如此味道求法之精神, 很令人敬佩的。 大士领重在九华山上苦修, 影响力很大, 后来新罗国之国王也知, 道齐王子在九华山上苦修之事, 马上派遣侍从宋米粮来供养, 补助粮食大量供应。 十三菩萨在九华山上开设道场, 传颂许多异事, 在宋高僧传中有记, 在这这样的事迹, 有次大事尽修于山中, 曾欲独世, 态势无精端。 作无念, 不动声色, 不久忽有一厌妇, 姗姗而来, 向菩萨作礼。 愧要谢罪道, 小而无知, 独世圣者, 我愿以甘全以补辞过。 言气不见, 左右有。 甘全水渐渐缠缠而流。 当时的人都说, 这是九子山神, 为菩萨的。 高僧道横所感召, 来向菩萨献贡谢罪的。 十四令一则世纪, 大事在九华山使用了一位书, 同位随身侍者, 这书。 同居山中常感寂寞, 时时闹着要下山, 没有办法, 只好让他回去。 当书童哭着向大事辞行时, 大事很感动的, 写了一首送童子下山。 知诗, 十五师道, 空门吉莫汝斯家, 礼别云放下九华, 爱向竹篮骑竹马, 懒于经地聚精商, 天平见顶修捞月, 澎明欧中霸弄花, 好去不须平下泪, 老僧相伴有烟霞。 十六这首诗把山僧与山同两者之心情, 透彻的表现出来, 更现大事。 慈悲的情怀。 德藏比丘正式的藏菩萨之化身, 九华山更是成为菩萨印化之道。 唱, 回, 家, 家, 家。 C3注印本书《大德方名录》略去, 家。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释录, 玩斜线,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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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N1直接下载全文, 纯文字, 一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二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三选纯文字文件, 随即有益心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 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定存新档SafeM建议小试充, 五选桌面, 上栏, 选存文字, 新号Text下栏, 再选新建文件, 六按储存, 按确定是双集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试把整形剪下, 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捣乱,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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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N2直接下载网页, 含控制码, 一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二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三选网页文件, 如缺网页请看假, 随即有益新建立网页在桌面, 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定存新档, Save and建议小试充, 五选桌面, 上栏, 选网页, 新号HTML下栏, 再选新建网页文件, 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集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假先选存文字文件, Text, 后改做网页文件, HTML, 以视窗原本网显示, Text斜线HTML付档名, 显示方法如下, 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复档名方框一案, 95空白确认, 转复档名完毕, 可言录付9, 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解释隐藏复档名, 方框一案空白确认, 转复档名完毕, 可言录付9, 秉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数选重新命名, 丁新建文件Text, 建录123HTML, HTML必须正确网页文件, 加显示网页控制码, 一新建网页立123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 立123Text或123DOT, 二转换方法看假语例, 三双集新建纯文字文件, 立123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 DOT是WordPad或Office文件复档名, 避免使用, 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试法整形减下, 网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捣乱, 恶意捣乱,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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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N3修改, 乱码和分拆,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直接修改狠意乱码, 恶意破坏, 如做大量修改, 请你分拆多个文件财修改, 分段符百分之, 如做少量修改, 请你反白整列减下, 勿用拖页方法, 鼠标往左移置镜头, 键键幅, 按一下, 整列反白, 编辑减下, 或按右数学减下, 往新开文件贴上, 修改后整列减下, 勿用拖页方法, 往元件贴上,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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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N4转正,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请小心, 注意你所用之版本, 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只磁碟片, 1.4400万位元组, 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接物送给使用者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 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图, 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 本人员用95中文视窗, 最近购买XP中文视窗, 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网XP修改, 返回95使用时, 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 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 包正在那里, 返回主网页班红,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释路, 525BHTML, No.01等于第一章, 得藏菩萨是指禅显佛光, No.02等于第二章, 菩萨教佛法念佛往西天, No.03等于第三章, 念佛愿力大, 修行物如来, No.04等于第四章, 禅士一点通, 深入智慧海, No.05等于第五章, 佛在心中留, 禅法即是道, No.06等于第六章, 正法禅中悟, 执着即是或, 加,加,加,001,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释路, 第一章, 得藏菩萨是指禅显佛光, 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像, 岁次根五年农历8月26日子时, 二十三十十四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月九华山光照人间, 得藏印身将佛比, 指禅玄玄机皆佛法, 共晚明刻度众生, 菩萨世间有无量无数于吃造业众生, 沉溺在生死无间地狱苦海, 终并轮回在三图六道里, 这些都是我的藏旧度之对象, 南善富州台湾省南平山圣真天佛愿, 住持敬会法师发救世大悲心, 行如宗菩萨道, 并勤修得业, 劝世广度迷津, 会失一切, 并大量, 发行善书经典宫世人研读, 慈悲之光充色宇宙之间, 所以佛直特, 目赤令南平山圣真天佛愿, 住持敬会法师, 清临中国大陆九华山万年四百岁宫中, 闭关静修, 以高尘心法者, 做得藏菩萨指禅开世路一说, 用佛法禅礼来开导修行人与愚痴, 众好归依正道法门, 从今起舞与弟子敬会法师, 共同合著一部禅书宝典, 书名为地藏, 菩萨指禅开世路, 愿佛道如三教之弟子能珍惜顿悟此佛法, 奥义, 请弟子敬会法师出题发问, 法师感谢地藏王菩萨慈悲, 享一切众生从无始劫来, 生死屡屡, 相随相遇, 互为牵扯, 共之夜晚, 经因缘果报处处处发人深省, 思那千千万万的夜报, 勇如明镜昭示, 众生要以诚心踏上修行之路, 去恶从善, 忏悔自心, 莫再重犯, 罪业应速跳出苦海, 立行善德, 以求解脱, 免受六道轮回之苦, 学佛的人都应该发心行菩萨道, 可是却有众生认为凡夫难以, 达到菩萨之境界, 这又是该怎么说呢? 请菩萨慈悲开示对菩萨, 道之见解如何? 菩萨众生须知菩萨的果位, 乃是从凡夫渐渐修成的, 假如凡夫, 不去实践立行, 则永远也不可能成就菩萨之果位, 成佛作圣的圣业成果, 乃人人有份, 各个平等的, 只要成心信实, 且立行不错, 必能成功的, 而一般怯怠修行者, 如能振奋起来, 当因缘聚会顿悟请修力行善的, 其亦可成就佛胜的, 这之不过是, 持素之差别而已, 在世间有弘扬佛法, 带天宣化, 不施行功, 修持严谨的得道高僧, 善事大德中虽有的是道架此行的圣贤, 但成事反复也有诚心修道, 类结勤修而成圣人的正所谓有智者, 是尽成, 愿天下修行学佛, 知事免呼哉, 法师请菩萨开示学佛即是一种方便法门呢, 菩萨学佛道之法门很多, 以前九华山佛门宗脉, 分禅、教、律、密、静等五宗, 各宗之方法不同, 虚看个人的佛心根基与喜好, 而去选异法门, 前进修持, 自能成果, 法师佛陀当初为何要立这么多修行法门呢, 菩萨这叫做对症下药, 佛是大一王, 众生患的并不一样, 佛开的药方也就不一样, 或用良心药, 或用温和药, 目的是要把众生的病体根治好, 譬如众生要从南京到上海, 有者洗坐火车, 有者爱搭飞机, 更有好成轮船的, 佛就依众生不同的因缘, 教导其修持方法, 虽佛法不同, 但终了目的是西方净土, 即搭车或船到的是相同的上海, 亦都是教人成佛作圣的, 法师请菩萨开示意容易修行法门好吗? 菩萨净会法师, 你要你弟子学习容易修行法门, 那就最好学习, 净土法门, 法师菩萨什么叫净土宗, 是如何修持呢? 菩萨净土宗是佛门领悟宗之一, 其修该方法乃念佛号, 诵佛经, 求往生极乐净土, 法师要用何种念佛法, 以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 菩萨就是专心一致持念, 难如阿弥陀佛六字真言, 并且要时常, 行善不施, 造功利得, 待功果圆满, 必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法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好处呢? 菩萨佛说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上所云, 往生极乐净土之人, 都是莲花化身的金刚体, 住的是玉宇穷楼, 都是用金银宝石建筑, 而成的, 成佛以后, 想到那里就到那里, 不论有多远, 即刻就到, 极乐净, 土里没有疾病, 四季如春, 暖和的气候, 没有生、老、病、死之, 痛苦, 终日可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其好处是说不完, 道不尽的, 法师请菩萨开示, 难如阿弥陀佛的难如之意思, 如何解说呢? 菩萨这世译文, 印度化纳摩之念因, 本义为基手, 依托礼敬, 等意思, 称念难如阿弥陀佛其义是我们归依阿弥陀佛为老师祈求佛来开, 导救度我们, 法师菩萨说一心不二言, 浅持难如阿弥陀佛圣号, 就可往生境, 土会那么容易的疯, 菩萨这世是加入弥陀亲口说的, 如佛说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无量寿经, 都有说过往生净土的念佛法门, 法师请菩萨开示别宗派法门的修道方法, 好让修行人乐物奉行, 菩萨敬会法师, 有句俗话说的好, 贪多学不成, 况且别的法门, 不是一般根基的人所能学得成的, 限制三级末法, 法门很多, 有些法门很难修呆, 很费功夫, 现在的众生, 寿命又很短促, 恐怕的不及修成功元果满, 生命却已结, 树了, 岂不是枉费了修持的一番苦心吗? 还有些法门, 非要德高, 望众之高僧大德指导不可, 唯恐走果入魔, 这是很危险的, 说来只有念佛求往生的法门, 最简易, 最稳当的了, 如果修行人, 能认真顿悟修持, 行功力得内外双修, 谁学了谁就会的, 何必定? 要寻找困难法门呢? 法师净土法门既是专给一般根基浅之人学习的, 可是那些有学, 问根基深的高僧大德和一般有智慧修行者, 可能不会学这净土, 宗得了, 菩萨净会法师, 那道固然, 净土法门看似容易, 其实佛教各宗, 知一切法门皆已包括在内了, 所以自古以来, 有大学问者学, 其净土宗的也是不计其数的, 例如, 在中国最先提倡念佛号的 敬朝会员大师, 以及后来的善导, 有名, 连池偶艺, 沈安, 会晤等大师, 都是很有学问的, 很有道, 得且道横很高的, 他们也是一生专门念佛号, 可见念佛号是佛门, 中最普遍其念净禅之法门也, 法师念佛即可往生西方净土, 请菩萨慈悲开示, 佛经上说得到, 理, 菩萨这道理很深入, 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明白的, 如冷言经中, 大师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的一段话时方如来连念众生, 如母义, 子若子桃世, 虽亦何谓, 子若亦母, 如母亦时, 母子立身, 不, 相逢远, 若众生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者, 就是前程直送佛号者将来必蒙佛救度往生的时政也, 法师古今念佛往生者多不多呢? 是否于临终前可预知往生之? 日何时刻呢? 菩萨在净土经赞和往生传理, 记彩者往生的事实很多, 并叙述, 这往生的种种情况, 大凡念佛的人到了临终时, 都能预知自己要, 往生的日期和时刻, 尤其是得到高森级修持很好的人, 他们不会, 欲先沐浴更衣和亲友, 父母化别, 临终时一点痛苦也没有, 合掌, 公念南无阿弥陀佛佛佛号脸上献出慈祥的笑脸, 其本身会看见, 西方三圣佛来轻盈他, 事后在往生者旁之人也能听见泛音, 闻到奇妙无比的檀香, 以上种种显示, 不难得知, 有修行有行功利得知人, 有虔诚念佛之人, 一定可以往山佛国净土的, 人在平时装无作样可瞒别人耳目, 但到了临终是不能假装的, 愿众生勿知, 法师方才菩萨说念佛者, 临终时佛菩萨会来迎接, 是否能在乡, 家说明呢, 如果有众生不修偏善, 只一位念佛, 这可否感召佛徒, 萨来皆引往生西方净土呢? 菩萨阿弥陀佛曾发大愿力, 凡一切众生诚心念佛修实,愿度, 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历年来至成修行, 机功内得的念佛人, 其, 临终必见佛菩萨来皆引, 且欠了佛之弘词大愿, 非众生可思议的, 透的, 一般众生不肯学佛, 满身罪孽, 又常造口液, 妄想以念佛号, 求, 得往山西方净土, 那是不可能不愿的, 因他本心与佛之愿力一乡, 差很远了, 法师学佛的人, 除了念佛号外, 是否还需诵佛经呢? 菩萨佛经, 是指示修道的目镜, 读佛经重要的是了解经义, 物, 今后还是需实践经义, 方不复修行之指, 所以诵佛经也是很好, 如能加以实践那就更圆满了, 大凡念佛者, 可随人量力, 衡量盲闲, 不必勉强, 重在心尘, 不, 是表面的敷衍养, 法师如果要诵佛经, 应以何种经教为实际, 菩萨佛教经典有八千多卷, 要全部读完时间上是需要很长的, 学尽土宗的印度诵, 佛说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无量寿经, 冷眼经, 大势至菩萨缘通章,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经, 得藏菩萨本愿经, 妙法莲华经, 普贤情愿品, 金刚经, 心经等, 其中以佛说阿弥陀经未重, 如果识字, 必要诚心功念, 不识字者, 须诚心前诵佛号一样感应很大的, 法师菩萨, 若有位弟子常诵造王经, 且宝间传有许多经典, 是, 否可参悟修行呢? 菩萨现在人间流传有许多经典, 如, 造王经, 太阳经, 太阴经, 血盆经, 寿生经, 眼光经, 观音救苦经, 高王经, 以及各种宝券等, 这都是后来著作的, 如果是佛门弟子, 还是学习佛的经典, 诚心, 尽义去参悟, 学佛的人皆不可, 朝三日四不专注, 不要浪费生命, 于研究探讨一切新奇上, 到头来一世无成, 辜负了诸佛这经典点, 的真实意义, 法师学佛念佛号者, 要习念咒, 于佛经上可否记彩念咒可以吗? 菩萨佛经上的咒叫做陀罗尼, 人人都可恭念, 佛经上的咒也, 须有人传授, 否则容易把自因读错, 失去效率, 总之佛经, 咒都可以恭颂, 但最要紧的还是颂念, 难无阿弥陀佛, 感应力最大, 佛法无边, 广度众生, 愿十方众生勿之, 今夜开示至此, 竟会把失灵体归身,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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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 第二章, 菩萨教佛法, 念佛往西天, 九华山地藏王菩萨教, 岁四更五年农历八月念七日子时, 二十三十十五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曰, 百岁宫殿者圣书, 心法和一见法香, 应生菩萨入佛光, 净会智慧放光明, 菩萨念佛的人, 每每毁放参禅, 参禅的人, 每每毁放念佛, 者, 是佛家最贪悲叹的恶现象, 人间有句话语, 加和万事心, 加不和, 万事穷, 兄弟戏强, 哪不受人家的使孝和亲释养, 参禅与念佛法门, 本来都是释迦路尼佛所传, 道本无二, 只因为, 众生的根气不同, 为应病与药剂, 而说了许多方便法门来广化众, 身后因诸山长老及大师们, 便成依教奔宗因当事所趋来对基说, 法而以, 就修持佛法而言, 哪一门都是入道庙门, 本没有高下之分别, 并且法法本来不通, 圆容无碍, 譬如念佛能一心不乱, 何尝不是参? 禅, 参禅能达忘我境界, 又何尝不是念佛时相佛法? 禅道者, 禁中之禅, 禁者, 禅中之禁, 禅与禁本事相辅而行, 乃, 何事人偏执, 其门户之鉴, 自赞悔他有如水乳不容, 禁为佛祖旧, 世度重的生意, 且犯了诡谋佛法之重罪, 这岂不是可叹之事吗? 愿弟子敬会法师回台湾宝岛时, 能家与弘扬佛法之禅道与净土, 还望佛门弟子修持任何法门, 均需生物体解释尊济世度明无真, 知止, 悟在同事操歌, 佛门弟子与三教信徒修士, 大家协力同心, 普度众生, 带天宣化, 晚效成轮浪涛汹涌的苦海众生, 法师感谢菩萨开示佛法真理, 但愿弟子真有那么一天, 为佛门, 弘扬佛法, 以报答菩萨开示之恩, 请菩萨开示, 学佛的人必须, 遵守哪些戒律呢? 菩萨最重要的有五种戒律, 一是杀生, 二是偷盗, 三是邪淫, 四是妄语, 五是已久, 这五种戒律在佛门是严格尽致的, 这就叫做五戒, 修行人应该戒, 除这五种不好之行为, 尤其是寺庙公堂之住持, 及学佛之人均需, 烟寿五戒的, 再者修行人更不可惜各类的烟, 因吸烟口会长臭不清净, 这样去, 礼佛念诵佛经是不恭敬的, 况且西烟对修行人有防害健康, 所以修行者与守五戒且应戒烟, 方能修成佛之境戒, 法师如果众生犯了杀身戒该怎么戒呢? 请菩萨再开示, 菩萨就是一切生灵都不可去杀害, 也不可吃他们的肉, 因为爱, 因律与杀身会的因果报应, 现在你杀他, 将来他必转世杀害你, 现在你吃他的肉, 将来他必吃你的肉, 竟会法师, 你向何以不? 戒杀吗? 至于杀人, 那更不用说了, 法师感谢菩萨开示, 可是我有些俗家弟子对我说, 吃惯了鱼肉, 叫我不吃, 借鱼肉可有点困难, 不知可有通融办法吗? 菩萨能完全不吃婚姓固然最好, 如果实在有困难, 可以暂时吃, 三净肉和花斋, 花斋有好几种吃法, 因例每月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合月, 第三天,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此称为佛门石花斋, 每月初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合月顶两天, 二十九日, 三十, 吃, 斋叫做天花斋, 这是最普遍的两种吃斋日期, 众生可以随意选择一种也, 法师方才菩萨开示三净肉, 什么叫三净肉呢? 菩萨就是杀生的时候, 亦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凄惨景象, 二也没有听见他惨叫的声音, 三不是为了自己要吃财杀生的, 这样的肉就叫做三净肉, 如果不能完全吃素斋的人, 可以暂时吃这种肉, 或到市场买现成, 以被烹杀之深处情类等肉, 此称谓三净肉也, 法师吃三净肉和花斋就和常斋一样慈悲功德吗? 菩萨当然不一样, 因为事业上之关系, 不能吃常斋的人且先者, 磨吃法, 如果以后佛缘道了, 觉得蔬菜比荤腥肉鱼更好, 而素斋, 更合自己胃口, 众生就可以彻底断除昏心了, 法师请示菩萨偷盗戒是怎么样戒呢? 菩萨戒偷盗就是修行之人, 不贪图不义之财, 不属于你吃的, 食物不应该拿的财物绝对不可以拿, 明强暗偷贪污受贵, 是要严格境界的, 法师请开示, 什么叫做戒鲜鱼呢? 菩萨除了正式的夫妻以外, 不可和其他男女有淫乱行为, 也就, 是说, 要遵守一夫一妻制, 修行之人犯此戒者, 必打入无间地狱, 受苦, 法师戒酒自然就是不喝酒了, 而戒妄语也就是不说谎言谎语, 何不作哄骗人的勾当, 是吗? 菩萨不过修行之人要知道, 对于这五件事不但要戒且生不去, 做也要借助心不要动犯戒的念头, 就以戒偷盗来说吧, 去偷盗或抢夺别人的东西, 固然算偷盗, 酒, 是看见人家的东西, 心里产生有偷盗动念, 这也是偷盗, 其他四, 戒都是一样戒规, 学佛之人, 你不要以为我不过这么想象, 并没有去实行, 又没有, 别人知道此事, 还怕什么呢? 众生不知心动, 用一丝念头, 就会无形, 终种下了因, 将来早晚定会受果报的, 修行之人, 怎么可以不佳, 小心修持呢? 法师如果众生自己约束不住自己的心, 菩萨道可怎么办呢? 菩萨一心念佛就是唯一约束会你的好办法, 当你觉得你的心不, 受约束的时候, 赶紧一心念佛号, 恶念自然就可消失了, 法师常常听众生说不作恶业, 倒还可以办到, 说道行善不失, 我没有钱, 没有办法行善, 不知怎么变呢? 菩萨这就错了, 行善不一定要用金钱, 你有身体, 欲见对于人, 门有意的事, 费点力气去做, 这便是深善, 你有口, 欲见有争论之事, 给他们化解了事, 欲见好人好事要急, 力赞扬, 这便是口善, 看见人家做好事, 闻见人家说好话, 觉得, 满心欢喜, 这便是心善, 有钱的人, 要以慈悲之心, 舍一失实, 修桥孤露, 以及共佛斋僧, 应诵经书, 乃是行善之德, 无钱的人, 就是闻见善事, 心口随行, 也同样行善造德, 法师菩萨做什么事情, 不用费浅而功德最大呢? 菩萨劝人修道, 学佛功德最大, 因为舍一失实实, 不过救人肉体, 而以, 若能劝人修道学佛, 是教人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 尽, 会法师你想功德大不大呢? 法师很感谢菩萨, 尽管开示那么多佛学真理, 但愿众生能信, 愿, 行, 贯彻时行之, 菩萨好, 尽管说法就到此, 尽会法师灵体归身,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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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 003,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 第三章, 念佛愿力大, 修行物如来, 九化山地藏王菩萨像, 岁四根五年农历八月念八日子时, 二十三十十六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曰, 寒风冷冷遍九华, 将笔著书教佛法, 指禅宝典皆行事, 为传心法种菩提, 菩萨席佛云十方三世佛, 痛共一法身, 这是指诸佛之把身乃, 光光相互的悲意, 又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是由星座, 众生也是由星座的, 从向天界而云, 自有千差万别, 但在佛体上, 去看佛与众生的真实体性, 全是一般无二之妙明真心, 性静明, 体, 在那种云无相近界中, 也是二而一, 亦而二, 非逆非逆的, 因此, 众生可以明白苦贤菩萨的众生借尽, 忏悔乃尽, 的永恒忏悔真意, 法师感谢菩萨慈悲, 今晚法假再开示, 三期末法之中, 众生意, 知悟, 我等于众生, 从无始来常为父母妻子儿女亲友和众生, 苟, 造诸业和众生种种因缘, 种种瓜葛, 早已结下无量无数之关心, 故我们可谓与一切众生其其相关, 浑然一体, 不但需为一己颤罪, 且需同时为一切众生颤罪, 若仅为一己颤罪, 其心量未免太小, 若同时为一切众生颤罪, 其心量乃大, 心量大, 则感应佛力越大, 且若仅颤一己之罪, 众生之罪不了, 则于众生所有的罪苦中, 我, 们至少仍有尽意上的责任, 因我们已曾与大地众生共同造业物, 又何况一切众生亦曾与我们常为多生多劫的眷属, 又直接渐渐结, 下种种业缘, 故不待知颤罪, 度知成佛, 则我们所修之菩萨道, 便不得未未圆满, 以不圆满之菩萨道而就佛谓, 纵有可能于心, 何安知, 然则学佛之人应该怎样, 如果唯有像地藏王菩萨及观世音菩, 萨看其修行才是应有的愿行, 众生度尽方式正觉, 地狱未空, 事不成佛, 请菩萨今晚能开示有关众生大德, 问道学佛之后如何来念佛, 还要注意什么, 菩萨念佛号之人或学道修行之人, 不管念何经典或佛号, 切记, 心里不可有无私乱想, 或想物非非, 这种修行念法只种恶因而语, 供念佛号或念经典必心神合一, 心理想佛, 心口如一, 然后才能成功之, 法师要做到心口合一, 一心不乱, 那不是很困难吗? 菩萨尽会法师, 你看, 你一会儿说念佛很容易, 一会儿又先态, 难, 实在说念佛义法, 说义即义, 说难很难, 不过不管如何, 难过容易, 必须耐心多念, 日子久了, 心自然慢慢的静下来, 俗, 话说世上无难事, 就怕心不专, 学佛道须坚持下去, 最后就能过的成功。 法师念佛号应该在什么时候念, 比较适宜呢? 菩萨应该在每天早晚两个时间历一个课程, 限定念佛多少或几百身或几千身可以照个人的情况规定, 规定以后无论忙, 先非念完佛号经典不可, 此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念, 念的变数越多越好, 念的时间越长越好, 感应佛力越大, 法师请示菩萨在工作的时候也能念佛号吗? 菩萨可以的, 搬柴飘水的时候可以念佛号, 刷牙洗脸的时候也, 可以念佛, 耕种除歌的时候可以念佛, 不论行、住、坐、过都可, 以念佛, 只要众生在工作时, 不阻碍也可以念佛的, 而且一念工作, 一念, 念佛能使恶念不生, 心智专一, 头脑清醒, 会使工作做得更美, 好, 法师念佛要大声, 还是小声念好呢? 菩萨大声念也好, 小声念也好, 口中不念心中默念也好, 只有, 睡在床上的时候和不清净的地方, 只可心中默念即可, 不可念, 出声来念出声就对佛不恭敬之, 但是欲有违及的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出声恭念的, 法师学佛修行之人是否要供佛像呢? 菩萨最好是供奉释迦牟尼佛之今生, 或西方三圣佛, 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 及大势智菩萨, 称作西方三圣, 法师今生佛像供奉在什么地方最为合适呢? 菩萨供奉在自己住的房屋即可, 但要清净为主, 而今生佛像最, 好向东, 念佛修行之人向西对着佛像, 如果不能这样, 随便向那, 一边也都可以供奉佛, 但念佛经时需诚心之前, 才会感应佛光谱, 照以消灭障眼, 法师拜佛时, 应该供养什么供品最为适合呢? 菩萨通常可用香、花、 灯、拌菜、清水、水果、 山珍海味等物, 如果修行之人不容易办到, 缺几个供品或全都没有也可以的, 但, 绝不可供奉荤菜鱼肉等类, 修行之人, 修道之人, 学道之人, 切, 法师请菩萨开示不管是道教或佛教烧香点灯主事代表何种意, 义呢? 请开示之, 菩萨众生拜佛时成心点相逐事象征心香和心地光明, 又为众生和佛同一体本来心香与心光因被业障缠住或妄想心执着心锁, 蒙蔽了, 如果众生现在即使礼尽佛菩萨不但可以消业障, 除病, 业把原有本性佛光显露出来, 而烧香及点佛灯也代表对佛表示诚心和敬意也, 因此静香只要点一柱或三柱即可, 五柱香也可, 主只要有光亮即可, 有些众生不知静佛道理, 以为香烧得越多, 主点得越大, 就越有功德, 就越能得到佛菩萨的保佑, 这是误解, 了点香竹的意义, 众生只要有拜佛潜诚心, 也一样可得到功养功, 得得, 但愿烧香拜佛之人能顿悟其一眼, 法师有一些拜佛之众生, 对于礼佛应该行何种礼节呢? 菩萨敬会法师, 礼节的方式很多, 如是可以叩头, 可以座椅, 可以鞠躬, 可以合掌, 但以叩头礼拜最为恭敬, 也最能得到佛祖, 宵夜四伏的, 法师菩萨, 方才说道, 修行之人或念佛之人早晚要立一个课程, 修持, 烦请菩萨替众生修持之人, 立一个修持课程表好不好呢? 菩萨说道修持课程, 可由个人王贤规定自己修持课程, 净会法师, 现在你既然请示我, 本座就大略告心里一些修持念佛最简单的方式, 念佛修持最简单方便把门不下,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和晚上就请以前洗手漱口到佛浅焚香线, 茶和掌恭敬或跪着或站着必须诚心之前照着卢佐的次序, 念佛 一,南无十方诸佛菩萨常住三宝, 念一身,拜一拜 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念一身,拜一拜 三,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念一身,拜一拜 四,南无阿弥陀佛 百生千生 五,或可供念本座佛号,南无大愿立藏王菩萨 百生千生 念佛号越多越有感应佛力,随个人的盲闲自己定下课目 必,须做到由少加多,不可由多减少,无论念多少声,可不必拜贵 也可做着念,站着念 六,南无观世音菩萨 念一身,拜一拜 七,南无大师释菩萨 七,南无大师释菩萨 念一身,拜一次 八,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 念一身,拜一次 九,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祭三图苦,若有 见闻者,七八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身极乐国 这八句叫做回相祭 念完以后,叩头拜三拜,这一桩严刻成就 算圆满 法师感谢菩萨安排那么好修持课程 请示菩萨什么叫做十方 三宝呢 菩萨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加上下 叫做十方 佛法,僧叫做三宝 佛,是教主 法,是佛和菩萨所说的法 是修因正果佛法 是成就佛道的经典 僧,是照佛说的方法去修行 以正菩萨,缘觉,声闻等果位 以上云的称谓十方三宝也 法师佛门之中,为什么要恭称佛,法,僧位三宝呢 理由何在 菩萨佛,法,僧因为他能使众生增长不生不灭的法僧会命 九 像世间的财宝能养活人的生命一样 能顿悟此一元礼,与礼念佛 耗时即能赋以全心全意将佛号和佛经 以及菩萨高僧等伟大圣 典法则当位我师 以此诚心归依佛,做一个佛门信徒 做佛门弟子,必须要前信 佛,法,僧乃不生不灭智慧至宝也 法师文说功念观世因菩萨和大士至菩萨佛号,临终时菩萨会降 法下功应是否真的? 菩萨敬会法师,当然是真的,但是要只有修行之高僧,居士 大德们,因为念佛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这两位大菩萨和阿弥陀佛 会律天龙八部及天女散花及佛因赞生,一路下凡宫迎接引到西方 极乐趣 众生啊 众生啊 赶快的放下心来,修行,修行,放下屠刀,力 得臣佛就在你的眼前 法师感谢菩萨开悟之 我有一位弟子问吴说,清净大海众菩萨事 代表什么菩萨呢? 愿菩萨能给弟子再开释之 菩萨好的 西方清净大海众菩萨是其他众位菩萨的总称 清净 是说极乐世界的一切菩萨都是很清净的 大海众是说菩萨的众多 就和大海众生早晚就要和这些菩萨做伴侣 所以做早晚课时,必须公念 西方清净大海众菩萨 的名号公拜菩萨的意义就在此 法师不管是佛教,道教或各宗派都有回向祭是代表什么意思? 有何好处呢? 为什么念佛修行之人要念回向祭目的见解如下 回向往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而不但修行之人要念佛诵经回向极乐西方 就是做了善事、注印善书、慈悲放生、印证经书等等善德 都要念回向祭 回向极乐西方世界 由其修行之人不应求什么名利、健康、长寿、事业光明等之果 宝!果能达到如此境界你的道横已增加一分佛力 往生西方的愿力也就大一分功德了 修行之人若是不把所做的功德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恐怕下一次只能得天道或人道享福的果报而已 那么依然不能脱离六道轮回 众生要了物人间福报越大造罪 灭旧越容易因福报用尽 于下一世可能要受因律六道轮回之报 受苦受难但愿修道者必须更勿之 因此修行学佛之人必须把一切功德都回向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到很远满寿终以后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愿无佛门弟子能认真修行 但愿无佛门弟子能认真修行 西方就在眼前 顿悟顿恩 法师请菩萨能在开悟记中每一句的佛法意义 使学佛之人能在 尽一步了物 菩萨好的尽会法师你很有智慧 能把佛门念佛知识方法都扯 你问到底但愿将来你们替佛们弘扬佛法真理 使众生能离苦海 也 既曰 第一句我诚心诚意念佛诵经的功德 第二句诚修建或修饰阿弥陀佛今生佛像 使他格外庄严美好 第三句再用这功德违向上报父母 众生国家和三宝等四 众恩德 第四句愿下祭畜生恶鬼 地狱三恶到众生的古恼 第五句如果有人看见我念佛诵经 或者问听见我念佛诵经的 第八句希望都能发起上求佛果 下度众生的善心来 第七句等我功德圆满 临终受命完食 第八句恭请大家或大千世界众生一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按据解释就是这样 在接第八句记有二种重大的意义 第一是说我们修行念佛之人为了往生西方净土绝不是求功 明、富贵、事业成功等一切为人间的利益 第二是说我们念佛修道之人是为了交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 绝不为己利益打算 明白了第二种意义 不管是念佛诵经、作认 和善事或带天宣化、行功利得都必须存有佛心 这样送回相继 可算是真正发谷提心学佛之人 法师很感谢菩萨开悟那么多修行念佛之方法 可是有些人如大 企业家、大政治家因是多繁忙 不能抽出时间来念佛 可是他们 有向佛之心请菩萨慈悲开示这该怎么办呢 菩萨对于那些有佛根却很忙碌的人 本作可以教他们佛门中医 种小诚实念法 就是早上洗床灌洗瘦口之后 向佛三叩首 如果没有供奉佛像之人 就向西方三拜或合掌论训 然后立正合掌念六字或四字佛号 尽一口气为一念 这样连续 念十口气叫做小诚实念法 但必须把念出来的声音 自己听得非常清楚 气息长短可以随个人吸气而定 不可勉强伤了元气 佛定此小诚实念法 是为了借气息来树心 使心不乱 念完十念 法之后再念回相继 最后再三拜或合掌问训 这叫做小诚实念 法 很忙的人每日诚心照这个方法实念 且必须时常行功力的 将来 才可以往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因阿弥陀佛曾经发过这么一个愿 只要有人能至成的称灭我的佛 好时生 百生 或千生 我也要建议他往生西天极乐世界的 佛发了这样大愿力 但愿只禅开世路以书之大德 能依法修持 将来功果当可圆满成功 敬会法师 尽管著书问法就到此 灵体归回本身 加 加 加 004 第藏王菩萨指禅开世路 第四章 禅世一点通 深入智慧海 九华山 第藏王菩萨像 遂赐更五年农历八月念九日子时 二十三十十七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诗曰 静悟心法显神通 慧眼谷中得禅法 法治百岁万年寺 师密符笔记经篇 菩萨住行 释迦牟尼佛在灵鳩山说法时 捏了一朵花向大众开 是 这时 大众弟子一直在巴楞 只有嘉业尊者微微一笑 释迦牟尼佛与我所领悟到的真理不生不灭之法 无相之相的 法门 无法用文字与语言传授 如今 我却把它传给了摩赫加叶 这一则十世 一直被当成传授教外别传也就是禅故立文字的依据 因此很受禅门的重视 法师感谢菩萨慈悲开示 弟子尽会于经典从荣禄中阅读过 一篇禅法 凡请菩萨能向弟子开示一番 愿起 炎阳尊者问赵州和尚 什么东西都没有时应该怎么办呢 赵州和尚回答 那就放下来呀 但炎阳尊者不解的问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还要放下什么东西呢 赵州和尚说 那么你就扛起来吧 请菩萨开示 如果修行之人 什么东西都没有时应该怎么办 菩萨所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人 乃之内心不受拘束的人 也就 是悟道的人 炎阳尊者好不容易的达到开悟的境界 以及有一点 自满地问赵州和尚 赵州和尚 赵州和尚知道他为达空的境界 以至赵州和尚就叫他放下来 也就是抛掉的意思 而赵州和尚的意思是说 你最好抛弃开悟的骄傲心 可是炎阳尊 这并不懂和尚话里的意思 既然已经一无所有 到底要抛弃什么东西呢 这一句话意味着开悟的人 如何更上一层楼呢 那么你就扛起来吧 这句是反问语 意味着你自以为开悟了 认为已抛弃一切的直探 事实上仍然还扛着执着心 在云云众生之中 亦有些众生想把那地位名利 财产金钱家族 亲人等烦恼迷惘之源抛弃 以图各轻松自如活神仙 事实上有 有几个人或念佛或修道者 能有几个人可看破红尘苦海呢 法师感谢菩萨开示禅法之者 但愿无等众生快快醒悟放下心来 念佛修行吧 弟子恭请菩萨在开示 修道人或一般未修行者 再受 忠实如何准备后事 菩萨人到临终时 最后一刻的念头非常重要 必须牢记难无阿 弥陀佛佛佛号 谨记默念在心里 不能放松一句接一句 这样临终 知人才有往生西方净土之希望 切记 切记 法师修道人或学佛者 如果在临终时 因心疾把佛号忘记了 菩萨 你觉得该怎么办 菩萨有佛根的修道人 或平常修持功夫纯熟的人 于受忠实 他的道痕永远不会忘记念佛号的 至于一般人 虽然平常也念念 佛号也行行善德 但是没有真功实德者 一到临终时 就会被七毫子哭 迷惑本性饶住往生念头或生前 未了的俗世千禅 使往生者千头万绪 常涌上心头 尽会法师 你想 这时受忠者 心中还会有佛的法乡吗 法师可有补救之法吗 菩萨一个人发心念佛学道 最终目的乃祈求能往生极乐世界 要达到理想的目标 最好能于平时 常教导耳语或劝化亲友 共修念佛法门 这样 于临终时 他们可助念佛号 就不会在旁 喧嚣不闹 弄得临终目前恭敬器 欲忏悔已不及了 法师一般修行人 第一见病人临终的时候 亲人耳语皆不可在病人前 说长论短 叹声悲哭 应该劝病人放下一切 莫牵挂一心念佛 假如病人 受不该中 念佛助念可已变病早遇 如病体严重念佛可助往生极 方佛无需愿的 一定亲自来接引 使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 病在病人能看得到的地方 卦一张佛像使病人眼见有佛 心中有佛自然不失正面 第二见要帮助受众者 除了用佛门道理教导外 还需要佳人分 翻念佛 亲人亲自助念愿力比较大 录音带佛号助念愿力较小 因为病人受忠实 心力很弱 非别人帮助不可 也可恭请高僧居 世门或道恒生之者 助念持佛力 若没有助念团 可使家人分 般助念 切记 念佛的声音要不快不慢 自自分明 自自分明 聚聚清楚 使受中病 人自自聚聚入耳注心中 如果病重者有一丝气力 能随念佛更好 如不能就教他静听佛号 也同样可受佛力加倍的 如果病人已气绝 助念者亦需照常实验不可间断 越久越好治 少要继续十二时辰 才可宣告结束 因死者受中气断 其灵体还未离开身子 所以在十二时辰内 悚 念佛号还是用处很大的 这一点希望孝子贤孙 幸福修士们 亦多加注意 第三见病人受中气绝食 切记不可激动 哭泣 换洗衣服身子 等病人或坐 或仰卧 或侧卧 都可听其自然 可不能随一般 动死者身体 因病人刚气绝食 身体依然有知觉 已被触动 心呈恨感痛苦 又灵体脱窍去向彷徨 由于痛苦而生甜心 甜心一生 大多过入 畜生到中 或变作毒蛇一类畜生 这需看个人修行功德 一念之善即天堂 一念之恶即地狱 所以上天堂下地狱 就看个人 平常之修行了 法师请菩萨慈悲开示 那么洗身换衣 应该在什么时候 处理教 事宜呢 菩萨应在死者 通身冰冷后 一日一夜或十二时辰 以后才可洗 身换衣 假如身冷转印 可用热毛巾 搭在身上 或一回见身体字 会变软了 但一般实修之事 或经其念佛者 弃绝受忠实 其身体还保持软 软的 念现词容词 乃与正果位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相 但愿重 身能知物也 法师一般修行念佛者 其往生之前 是否可预知 请菩萨开示 好让众生知道其原理 菩萨有 一般修行念佛者 如平时诚心念佛 一心不乱者 其受 中前自己必会预知日 其何时成 且到那时 受忠者会看见佛 佛菩萨来迎接 念现愉悦的念佛而归 或者别人会听见梵音与 文列其滑坛乡 有这种情形者 乃受忠者 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了 要达到这种境界 只有靠平常信愿真诚 且慈悲未怀 乐善好施 且受忠不受干扰障碍 清静念佛 不忘信念 自能往生偏见 受 忠者神情亦会 呈现安详之相 法师感谢菩萨慈悲开示 弟子有一次在佛书上 看到一段禅话 想请菩萨慈悲开示一般 有一天 马祖禅师跟弟子百丈一起外出 于路上看到野鸭在飞 马祖禅师问那些是什么东西呢 百丈回答师父说 他们是群野鸭 马祖禅师又问他们 要飞到那去往 百丈回答不知道 马祖禅师拧了一下百丈的鼻子 百丈横的一直在叫嚷 这时 马祖禅师才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飞走呀 菩萨禅师竟会把师那 马祖禅师你百丈的鼻子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飞走呀 乃在指责百丈有分别心 不该把自己跟野鸭分开来 判断 在自我存在之下 判断野鸭飞走 乃是一种自我之妄想 如果是野鸭与你成为一体的话 野鸭一旦飞走 你也会跟着飞走了 又说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而你自己本人又在此的步动 那么在此地者并非你而是野鸭呢 百丈灵机移动 智慧一开 便顿悟了原来死的的我 乃是自我的 妄想心 尽管开示到此 竟会把师灵体归回本身 加 加 加 005 第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 第五章 佛在心中留 禅法及世道 九化山 第藏王菩萨将 遂赐更五年农历九月一日子时 二十三十十八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曰 顿悟无相修禅法 运转 运转福提字西天 三宝真经不立字 佛法无边救世人 菩萨南平山圣真天佛愿 助持 敬会 法师 这次从台湾远行到安徽 神九化山万年四百岁功 弘法立身 并奉指新法福彼 谷华度世 公德无量也 现在台湾宝岛佛门及大道益运而起 敬会法师 你弘法普度 重 任在身 愿你加鞭努力之 然而 世间修行 齐驱困难 修行之中 慧我考重重 但敬会法师 你只要报定修行者之信念菩提心 将来 往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 本座定清零功赢往生 愿你日后努力红 法度重 才不负无对你教导之苦心也 法师弟子 当遵从菩萨开示教会 回台后定当加倍努力红法度 人 以报答开悟之恩也 尽管弟子还要请教菩萨禅法 愿菩萨开 是知 菩萨古圣于 大一或能使人大精进 小一或能使人小进步 没 有疑惑的话 就没有进步可言 没有疑问的人 智慧的成长就会 停止 所谓禅的智慧 需要持有疑惑 然后针对疑问思考以后 方能够 解开内心的束缚 培育自由会在生活禅法的智慧来 尽管静慧法 尽管静慧法 尽要发问禅法问答 可以开始发问之 法师 息日 法师 两五弟召来父大士讲解金刚经 大士上讲坛 敲打 桌子一声就下来了 两五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到一脸茫然 他身边至公禅师问梁武帝陛下 你懂得傅大师敲桌子的真意义 吗?梁武帝回答正完全不知内情 至公禅师说云傅大师已经把金刚经讲完了 菩萨为什么傅大师 要敲打桌子呢?意义是代表什么禅法? 菩萨金刚经的正确名称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其内容不外是说 一切都是空无空境界 以禅宗来说六祖会能禅师就是听到他 人送念金刚经才发心出家 因此金刚经便一直被佛门当成重要的 佛典 傅大师所以敲桌子一下 无非是在表示所谓禅法者并不止存 在文字及言语之间在大会然之中 人类的行动中以及任何场 所都有禅的存在 他的用意就是要梁武帝察觉到此一点 同时傅大师为什么要敲打桌子 也是用来打破梁武帝的执着旗 呆感使他再也不敢认为能够听到一流讲师传授金刚经内一针法 傅大师要梁武帝觉悟 为了是要让梁武帝了物金刚经所云的无相 空修行之人实在不宜执着于讲师或是说法有相者 所以傅大师敲打桌子一下的做法 就是说尽金刚经所包含一切都是空的 真理十一页 法师在无门观禅书之中计数 八交禅师对弟子们说如果你有 助障的话我就给你助障 如果你没有助障的话我就要从你手 中法助障夺过来 八交禅师手中夺助障 到底是否有禅机之法呢 菩萨您对此见解如何 菩萨所谓助障也者乃是禅森手中持者的障 如果尽会法师以 把他当成禅的修行之方门 你就可以理解他的实意 认真修行禅法的人痛苦就会消失 不久智慧光明的本性即可开 五 这也就是等于有障就即与助障 反过来说于不认真修持的人 再经过多久修持也无法开悟本性 智慧 这也正是没有助障就夺你的助障 就如工作及读书一样 就算工作效率不能提高 如果热衷于工作的话 他人也会帮你的忙 同时也会给你良好的建议 反过来说虽然具有工作能力 但是带情诚信又会嘲笑工作效 率低的人或者是嘲笑刚刚入门修行之人 不够能力办佛事 愿 于骄傲心从中作祟 致使心胸不开 难以接纳有道横之高森实加邪 助开悟佛法 这些众生有如自己再跟自己过意不去 乃是大傻瓜 职人也 法师听说禅门有三宗 一是指希望修心宗 二是指指显心性宗 菩萨是否可以告诉我 禅门三宗其意义如何呢 菩萨 一希望修心宗 这本宗主张于众生虽有佛性 而无始无明 父之不见 故轮回生死 诸佛已断妄想 故已见本性了 出离 生死 神通自在 当知凡圣功用不同 外境内心各有分线 故 须医施言教 逢静观心 习灭妄念 念静及觉悟 魔所不知 如静蒙尘 虚勤家服事 沉静明献 及魔所不照 又须明解去 入禅静之道 远离宣告 闲住静处 调身调习 家爹静默 蛇 顶上恶 心柱一静 男生 匪秀 宝堂 宣食等门下 皆类也 牛头 天台 贵仇 囚籍等 进去方便 积极大同 见解 二 敏觉无济宗者 本宗是说凡圣等法 皆如梦幻 皆无所有 本来空济 非精才无 既达无知 至义不可得 平等法界 如佛 无 众生 法界 一世假明 心济不有 谁眼法界 无修不修 无佛不 佛 没有一法胜过涅槃 我说 亦如梦幻 无法可居 无佛可佛 凡有所作 皆是迷惘 如此乐达本来无事 心魔所尽 方便颠导 使民解脱 石头 中头 下至近山 皆是此理 使令心情与此相 应 不令至情于 一法上 日久公至 承袭自亡 则于愿 清苦乐 一切无碍 一般参禅者 皆说 此便未真即也 三 以显心 信宗者 本宗说 一切诸法门 若有若空 皆为真性 真性无相无畏 体非一切 为非凡非胜 非因非果 非善非恶等 燃及体之用 而能造作种种 为能凡 能胜 现色 现香等 于中 只是心性 佛性 必有二种见解如下 义云及精能语言动作 贪甜辞忍 造善恶 受苦乐等 及辱佛 信 即此本来是佛 除此别无佛也 乐物此为天真自然 故不可 其心修道 道即是心 不可将心 还修于心田 恶即是心 不可将 心还断于心 不断不修 任运自在 方平解脱 性如虚空 不增不减 何假天 不 但随时随地 喜业养神 胜胎增长 显发自然神妙 此即是位 真物 真修 真正也 二云诸法 如梦 诸圣同说 故妄念本尽 沉浸本空 空 迹之心 灵之不美 此即空 迹之之 是辱真性 任迷任务 心本自知 不 即原生 不应尽其 知之一字 重要之门 由五始铭固 望直升 心为我 其贪甜等面 若得善有开示 顿悟空 寂之之 知且无意无形 谁为我相仁相 觉请相通 心自无念 念起即觉 觉知即无 修行妙门 为在此 也 故虽被修万行 唯以无念为宗 但乐无念之见 则爱物自然 但博 非智自然增明 罪业自然断除 功行自然增进 乐之诸相 非相 自然无修之修 烦恼尽时 生死即觉 生涅涅予 祭照现前 应用无穷 名之为 佛 然子两家 皆会相归信 故同一宗 上述禅门三宗中 父有尊教 幻教 随乡 毁乡 聚外难之门户 皆外众之善巧 教弟子之仪归 教弟子之仪归 种种不同 聚乡 这个圆箱 代表禅法之中 什么意义呢 法师菩萨在地上 画出一圆 这个叫做一圆箱也 因为 明代表圆 满 无极尽相 不仅包含天地自然 亦可表示心尽无相表圆线 一圆相是自由自在一片云 变化无尽相 如果修行之人只顾之余 将来如何圆箱的话 是一位不开悟懂禅之人 还有关于灵异圆箱的禅题 弟子在碧言录之中阅读过如下一个论 提 从前 有一名叫陈操的官员很喜欢参禅 有一天早上 他去 拜访资福禅师 禅师在半空中描了一个圆箱 对话开示 陈操说那种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啊 如此一来 资福禅师就回 到他的居室 把房门紧闭了起来 为什么禅师在半空中描了一圆 箱 纵然你装着董坐禅 又摆出一副开路的样子 但是你却拘泥于描画在空中的圆箱 因此你不能称为懂得禅法之人 菩萨 是心 是心 世间 本无法 物质着法相 即是现代禅师也 今晚开示就到此之 灵体归回本身 灵体归回 家 家 家 006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第六章 正法禅宗 正法禅中悟 执着急事或 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将 岁四更五年农历九月二日子时 二十三十十九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月 开路自信仿高僧 修行化山万万层 诗清无相指归路 心法月卦一轮灯 菩萨凡间众生像是一幅悲哀的景色 就像盆子里的爬虫那样 终日在盆子里爬来爬去 总爬不出盆子的界限 此局限就是生物 环境 每个人都会在这生物环境中混沌而老死 人类便无法超越 长、宽、高的三度空间 以众生心像来看 本性佛心就可以超越一切界限 但这颗佛心不 可谓烦恼所犯 否则烦恼就是佛心本性的界限 今世道之中 无看见佛门或道观中有许多人在修道 总想呈现成佛却不可得 因而产生了魔穷尽的烦恼 他们不但不能呈现成佛 却在岁月的流逝中 变成了一个即将老死无成的修行人 这种世相的悲哀止 有自求佛心无执着于一切者 才能解脱 才能超越烦恼的界限 无烦恼一切 无我的修行之人 自然如先佛神仙翻快乐也 如果修道之人能物是相本是空 一切佛性自在的道理 那不是 以正物如来真实妙 亦不着身情外相 亦即是放下无相空之心 以容万物的禅境 法师感谢菩萨开示禅境中 望我超成智慧 使我想到一首词文 人生在沉蒙 恰似盆中重 终日行绕绕 不离其盆中 神仙不可得 烦恼既无穷 岁月如流水 虚手作老光 有时候我感叹世间是无常 一个修道人徒劳如意的去研读史记 汉书 后汉书号称三十的史书 贺诗书 义 礼 春秋号称五经 的点击以及有思想的文章 读了也的确不见得有用 因为来到佛 的面前 这些学问和知识就显得有如文王的见解了 人生似乎命运注定总是外来的厄运为难不断 远不如一株河边的 树 冬去春来 他又是那般清律可爱 一个人或修道者 如果能够 识破世间无常的现象 而对自信有所顿悟的话 他的人生境界必然 提高 放下心来是一种内在修养功夫 物须外求 而这种内性的发挥手 先就是要认识一切外乡执着心都是无常虚幻的 从前寒山仙人在如生时代其读三十五经 想在其地后有所成就 却因莫保留莫异乡 终以契闻习道路静观中习的先法 再无常的 现象中惊喜树木逢春在现清律的自然禅境 才真正参悟了自信本 世空便不再执着一切了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人生一切是无常的 徒劳说三十 让字看五经 伯老简黄疾 依前往白丁 世遭连简卦 身主须为心 不及何边数 年年一度轻 菩萨修行的最高目标是要成为真理的觉悟者 能够破除一切 望并引导众生也共同趋向觉悟的菩提道上 这就是真理无上 觉者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人人都具有佛心佛性 愿共成无上觉 今晚禅法开示 净会法师何以开始发问之 法师经云外道乐诸见 菩萨故动诸见 天魔乐生死 菩萨故 舍生死 此经云道理何在呢 菩萨斜见痛症见 顾不动 外道并乐诸见者 未有见无见 凡 人总是说没有了执着 我就能达到涅槃 职于这种想法的人 叫做执着 没有涅槃之见力 没有轮回之舍利 如何称为轮回又如何称为 涅槃呢 如果修行之人有了邪见同于正见的智慧 修行之中就会 有另一番丰富的禅境了 法师经云以邪相入正法 幼于不舍八邪而解脱 菩萨生死灭盘 即生无生即死无死 不适舍生已入无生 即灭之因即灭盘 圣灵正法眼藏中说无所得 摩索与而端坐 十一级道祖就是其中有禅心 眼痕鼻直空手还乡 一毫如佛 法等等名言处处表现正法禅机 愿顿勿之 法师为何驻法 菩萨不驻于驻 不驻于不驻 如法而驻 名为驻法驻就是止 或是流的意思 另一解释说 驻于法 不驻于法 本身就是执着 所以离开执着 与法融合成一体 就叫做驻于法也 佛经有云尊者 人们说世界是空的 怎么说世界是空的呢 阿难纳 自身属于自己的 却都是空的 所以说世界是空的 凡事 随因缘而起的东西都是空的 而这个凡尘甲井世界上 一切都是 由远起而生的 所以说世界是空的 法师有一次达摩大师的弟子 问达摩禅师说 何谓修道断货 用何心智 达摩禅师答云用方便心智 弟子又问说 何谓方便心智 禅师又云观货 之或本无其处 以此方便的断移货 故言教 作心智也 在禅法之中 或又是如何见解呢 菩萨或旧事凡尘苦劳 修行上的烦恼 也是人的苦恼与执着 在众生心中 有一个无法控制的邪思潜伏在心灵深处之中 当众 深欲望斜念欲因缘成熟之时 自然变起无名摩念从中而生 观过 旧事执着心 心意起烦恼 而烦恼有三种是无名 欲恨 所谓无名就是于痴之心 即是对人生苦 老 病 死 以及因缘陷 向得无知而生起 所谓欲就是奢求 想要得到心所起的贪求 所 为恨就是爱的欲求 越过心理状态 出于本心憎恨取舍不得 而起 修持道果分成十界 是否 能请菩萨开示 菩萨好的 天台宗把人心分成十界如下 一地狱 一地狱 二恶鬼 三畜生 四修罗 五人间 六天上 以上称为弥界 七生文 八元诀 九菩萨 十佛 以上称为物界 法师 法师弟子曾经在佛经禅书之中 读过达摩大师有关物境之题 如下 其地子问贪欲民为何心 达摩大凡夫之心 其地子问做无身是为何心 达摩大是生文之心 其地子问解法无自信是为何心 达摩大是远觉之心 其地子问不做简不做过是为何心 达摩大是菩萨心 其地子问不觉不知是为何心 达摩大无心回答即不答 菩萨为什么达摩大师回答于即不答呢 菩萨达摩所以不答者 因真法不可答 正法本无心回答即有 心正法无可言 达即有言 正法无有托 回答即有托 正法无 人知回答即有人知 正法眼前中回答即时知 如此禅义愿修 道之人或禅门中人物之也 法师菩萨是否可以开示众生平时修持 做禅方便法门 菩萨平常生活 皆在道中行 那里不是道场 本用不着什么禅 汤也不是做财是禅的 所谓禅堂 所谓做禅 都是为我的葬身 慧浅的众生而舍 做禅先要晓得善掉身心 若不善掉 小则害病 大则着魔 实在 可惜 禅堂的行香作香 用意就在掉身心 此外掉身心的方法还 很多 一般在结加跌坐时 已顺着自然振作 不可将腰坐式提起 否则 火气上升 会眼花石多 口臭气底 不思饮食 胜祸吐血 幼腹 可弯腰垂头 否则容易昏沉 尤其不要驼背 否则会吐血的 如果觉得昏沉来时 睁大眼睛 挺一挺腰 轻轻略移动 臀部 昏 沉自然会消除 修持用功太急切 决心中烦躁时 以万元放下 休息几分钟 见会舒服 然后再提起精神用 否则日积月累 便 会变成性造异物 或发狂着魔的 禅中受魔考 遭遇的例子很多 说之不了 但修士者只要不执着它 便爱不到你 所谓云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虽欲者或见者什么 恶境界也不会管它 不会害怕 就是看见什么好境界也不理 会它更不会生欢喜心 能言经云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若作圣 简即受群邪 法师在禅门之中 有如万法归一 亦归何处 父母未生前如 何事本来念慕等 但已念佛是谁为最普通 禅门之中 常常有话 头问题 而什么叫做禅的话头呢 请菩萨开示之 菩萨话头就是未说话之前 如念难如大愿必藏王菩萨是句话 未念之前就是话头 所谓话头即是一念未生之计 一念才生 以成话为 这一念未生之计 叫做不生 不昏成 不着净 不落空 叫做不灭 时时刻刻 单以此一念回光返照 这不生不灭 就叫做看话头 看 话头先要发遗情 遗情是看话头的管障 法师那么 何谓于情 菩萨如问念佛的是谁 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 但是用口念呢 还是用心念呢 如果用口念 死了还有口 为圣不会念 如果用 心念 心又是个什么样子 却而不可得 因此不明白 便在谁上发起疑惑的念头 随时随地单单照顾这疑 念 像流水般不断地顾念下去 不生二念 若一念在 若一念在 不要动着 他一念不生 再轻微提起 当用心时 必定静中 比动中较为得力 但切不可身分别心 不要 管得力不得力 不要管他动中或静中 应一心一意用功时修才是 而关于念佛是谁四字 最着重在这个谁字 比如穿衣吃饭的是谁 放尿的是谁 超无名 真忍我的是谁 能知能觉的是谁 不论行 著作我 谁自一举便有 最容易发起疑念 故谁自化头 实在是 参禅要法 但不是要将念佛是谁四字 做佛好念 有等将念佛是谁四字念 不停口 倒不如念据阿弥陀佛功德更大 有等无私乱想 东寻西找 叫做移情 这就错了 该记住 如果有 妄想之心 而愿其妄想越多 等于无尽而退 反而坠入地域之间 愿修行之人 不可不知也 法师有一次 有一次僧人问洞天和尚说 何谓佛 洞天和尚回答麻三经 请菩萨解说之呢 菩萨洞天和尚答约麻三经 所谓的麻 乃是用来织麻布的麻 丝 三经表示麻丝一束的重量 原来和尚看到身旁的一束麻丝 方才如此的回答 并非学习了 博大的理论 或者经历一连串的苦修就能够成佛 必须有三经的麻术一般 展转被织成衣服以及袋子以后 对人们才会有用处 虽然是一个为不足道的人 但是只要累积正确的修行 就可以了 物禅法 换句话说三经的麻术就是自己 而自己就是佛 尽管开示就到此 尽会把失灵体归身 加 返回主网页班红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 525CHTML No.07等于第七章 佛法度元人 开悟即正觉 No.08等于第八章 道即佛三法 迷或止禅物 No.09等于第九章 敬会开悟论 智慧留心生 No.10等于第十章 本院经中说 圆满种福田 百分之 加 加 加 007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示录 第七章 佛法度元人 开悟即正觉 九化山地藏王菩萨将 遂次更五年农历 九月三日子时 二十三十二十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月 华山顶上月轮故 照见天空本无物 可贵天然如架榜 埋在五阴逆身躯 菩萨今晚凡化山上挂着一轮小明月 孤孤单单的悬在那 他 照的是一望无际清朗无物的夜空 这空无的天然景色 给予我们 修行之人如同无价之宝的骑士 他告诉我们 人因色 受 想 行 使这五阴或五欲 静逆着 而使我们眼神昏迷不便自信 这是 佛极是空的道理 人们 众生 应该从月照的虚空 寂静领悟其中 正法的道理也 法师恭迎菩萨降临开示禅法 弟子问训叩拜之 方才菩萨一番 话训是 弟子也因祸而发 以前弟子读到禅宗六祖会能祖师所言 他有一样东西无头无尾 无名无字 无悲无面 他即是其实不义 的自信本来面目 也就是神会所言各法本源的佛法真无 真无用 潜意的话来说 就是实相法性 实相或真实不义的本性 也就是 仓悟心法处于恒常无变的空字 菩萨今晚考一考地子尽会心法智慧 有五言词句禅话 你悟悟 其中含义看看见解如何 此文 与你出家相 何名为出家 升华求养活 忌有五言语谋 词费族信家 美蛇田纯罪 产区新钩家 忠日礼道场 持经至功课 炉烧神佛乡 打中高升和 六十学课冲 昼夜不得我 只为爱钱财 心中不洒脱 见他高道人 却显北放马 驴尿笔摄乡 苦灾佛陀耶 又见出家儿 有力及无力 上上高洁者 鬼神清道德 君王心免作 诸侯拜赢命 堪慧是福田 是人须宝席 下下低于者 乍献多求命 灼烂即可知 鱼痴爱财色 者却福田医 福田讨医时 坐债税牛铃 为事不忠职 潮潮行避恶 往往痛疼疾 不解善思量 地狱苦无极 亦朝着病禅 三年卧床席 亦有喜佛性 翻坐无敏贼 南无佛陀耶 远远求无乐 法师弟子对菩萨禅法劝示五字词文件解如下凡参禅拜佛修行 的人 修的是那颗无相知心 菩萨在本文中告诉众生什么是真出 家什么是假出家修行 假出家的人 修行中还在那 想着美好 贪奢的生活 仍然不忘传宗接待的事 嘴上吃着甜头 心中还在 打歪主意 每天虚心假意做礼佛的事 把施斋念佛阳称为做功课 香努点起檀香 敲打四中变 送着经文 且每天很早就起来打水 财 聪明 日日夜夜都睡不安稳 看起来真像有道痕之人 其实 他们心里爱财如命 这样的修行 怎能洒脱自在本性自如 呢 再看看那富可怜乡 见了道痕高的就赶紧去拍马屁 但在心 你却又不服气 于是在背后诽谤别人 有这种悲劣的行为简直是 屡时一般不值钱 却自以为我的修行是 射香般芬芬芳 这又是何苦呢 不仅破坏佛门清规 更破坏佛陀修行的美誉 另有两种出家人是有学问的上智者 另一是力不从心的下语者 前者连鬼都钦佩他们的道德 君王和诸侯都会迎之为贵宾 表示 敬佩之义 这样的富田是不求自得 也是实心学佛者一大富田也 而下语者 吃鱼鬼诈 爱财爱色 一看便知是污浊之徒 却蓄意 想象福奢求公养 在浅财方面 向别人放高利贷害人 再做仁作 是方面则不忠不义 是非屈直不分 这样天天行恶道 常弄得生 心俱疲 毛病百出 还不知好好反省 常随烦恼痛苦寻回不休的 地狱苦暴 这样的出家修行 即使有点佛性 也被自己的余行泯裂了 但愿南无阿弥陀佛 无远福界之大愿 立即西方弥勒佛慈悲感照 立能保佑这些无知修行者 早日了知真理 弃黑暗而救佛法光明 同归极乐 菩萨弟子尽会 法师你的见解正确点 本词句正是在告诫出家人 或修道之人种福田并不是非外求可得 而是要从心诚意证去行善 这才能自得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虽然是愿红生 且弥勒佛虽是 无能胜菩萨大佛 如果一个人心不成正 虽是大佛 大菩萨一心 想要救度你 但心怀二意之众生 终不肯伸手 佛又能救的起步 肯回头的人吗 众生啊 你们想修的心中善德之果 必须有诚心正义 心成正面 的人一定是有一颗善良心田 这颗善良的心田 必带来无相福 报将来一定是圆满福田 尽管尽会法师有任何疑惑 我可以发问 好让本书出版之后 以利度仁像佛也 法师今天中午弟子 与果园老和尚 坐在万年四百岁宫前念大石岗 上互相研究佛法 当然弟子也静静听老和尚 开示佛法禅机 真 是受益无穷也 可是当他说到中国佛门历史上 发生过毁灭佛 法的事件叫做三五一宗之难 请示菩萨开示什么叫做三五一宗 之难也好让佛门弟子及修道者物之 菩萨好的三五一宗是指北魏 北魏太五帝 北周五帝 唐五帝和后 周世宗 在中土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曾经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件 使佛门在中土的发展上受到很大打击 因此在佛门时被称为法难 也叫做三五一宗之二等 本作在详佳介绍第一次法难原由经过 好让众生得知清楚 第一 次法难发生在北魏时期 北魏太五帝初时信仰佛教经常请一些 沙门高僧进宫谈论佛法 每当农历四月八日佛诞期 还亲自登上 陈楼观看庆祝佛诞活动 并向佛像献花语表示对佛族敬意 后来他听了大臣司徒的谗言 逐渐改信两道教 到了公元四四 五年 姓陈盖如造反 关中骚乱 太五帝亲自出兵讨伐 当绿大 居入长安时 见有寺院藏有公使矛盾等兵器 五帝就怀疑沙门雨 盖如通谋 又在寺院中查的酿酒聚集大量钱财 还发现寺内有 屈氏 哭氏 以与贵氏与私行淫乱 于是下令诸长安沙门和尚 焚毁今生佛像 并命令全国各地被佛 又紧接着于太平真居七年 又命令主管部门通告各地官员焚烧 佛像经典 完沙沙门弟子 于灭佛当时 尽有太子殿下暗中相助 使各地沙门能事先得到消息 早已逃亡秘籍免去一切灾难 经营佛像以及诸经论也大多得到隐藏 但是可怜的是北魏境内 所有寺院佛像几乎都遭毁灭 此次佛门损失是最惨重的 这是佛门在中途受到的第一次最严重打击 其他之法难本做就不再详细开示 此种焚毁佛像今生及经典之人 智态如定 死后必下地狱诸心受苦 永远受尽于阿比地狱永不 超深的 法师中国佛门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是谁 菩萨佛门在中途的传播 乃是依靠佛经的翻译和流传 中途佛 经来源除了靠来汉的传教的西域 或印度僧人随身携带之外 还有 许多是从西域广位搜集来的 在中途历史上自魏近南北朝一直 道随唐数百年间西行求法之人 落意不断他们凭借一片真诚 怀着对信仰的追求 杜流沙月聪礼克服了千难万险来道义 国他乡如鸡四可的极曲别 国佛教的文化为发展佛学和民族之 尖的文化互为交流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在佛门史上是谁最先踏上这伟大而艰难的历程呢 敬慧 你可以打开佛史册集 印证一下 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是曹伟 时期的汉族僧人诸是行和尚 法师那么唐僧取经又是怎么一回事 菩萨神话小说西游记这部书 在众生心中几乎是家喻不小 妇如皆知的 此事作家与神来之笔 把形象生动的描写着唐僧诗 徒四人克服千难万险 跋山涉水 降腰捉怪 最后取回真经的故 是 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 是小说家运用浪漫主义进行艺术创作的成 过 但在佛门史上 唐僧玄奘和尚是确有其人 而且确实取过精 而佛门史上的唐玄奘和尚是个勇敢 大无畏的高僧 玄奘俗信臣是洛州衍诗献人 在唐太宗征官三年 正零六二九即丑三十一 二十二唐零一二太宗 征官零三 长安饥饥荒 朝廷允许百姓四出自行谋生 玄奘便沉积出长安西行 经过甘肃 过敦煌 越过葱岭 翻雪山 利静南险 最负忠于来到印度 玄奘到了印度摩街陀国王舍城 入学当时印度最高学辅滥陀寺修 新佛法 滥陀寺热烈欢迎玄奘到来 待玄奘以上兵之礼 生活时 分忧郁 印度僧人对玄奘和尚的品德和学时 智慧也十分清养 将他尊位曼陀寺经通佛法三藏的十位高僧之一 法师菩萨 我有一位弟子慧贤 常常问到天台宗是怎样创立的 我又是台湾天台山林隐私创立人 有关天台宗来源如何 请菩萨 相加说明呢 好让我这位大弟子会先进一步了解 天台宗是怎样 创立的 菩萨好的 在中国浙江省南部的天台陷境内 有一座风景秀立的高山 这就是著名的天台山 天台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 是中国佛门天台宗的八原地 佛教之阵把自传入汉的后到南北朝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在这几百年中经历了出传奇 消化其已经是对佛门意里有了深刻的理解 未经以来佛门经典开始被大量传译 特别是纠摩罗时 和真地的翻译 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以前更提高水准 他们分别把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论著介绍给中国 对中国佛法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中国高僧和尚对佛法起理的研究也有了很大成就 对佛法的理解日益深入 基础上有些僧人比较有开展弘扬教理的研究 成了一些佛教学派如德论、社论、三论、皮坛等学派都是在南北 朝时呈现出来的 在这种百家真名的佛法学术须陶下 一些佛学家、禅宗家开始 新的观点有系统的组织和发展自己思想学说 从而创立了具有字 几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 而天台山天台宗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由称隋之记著名僧人至乙和尚创立的 天台宗祖师就是至乙 又称智者大师是荆州华荣献人 苏家姓 称到十八岁时在长沙果苑四出家卫僧 念三岁时来到光州 大苏山归一慧思禅师门下 智者大师在慧思禅师门下七年时间 他勤奋努力得的学习和进修 得到了慧思禅师的赞赏 西元五六七年 慧思禅师离开光州去南越 临行使主智者大师住 精灵传教佛法 于是智者大师带了几十人东下 来到成朝首都 在瓦关四开讲法华经 受到成朝君臣的礼禁 西元五七五年至 这大师又带弟子几人离开精灵 居住浙江省天台山在山中建立 僧舍研究佛法实践修行 在此时期智者大师的佛学思想开始成熟 智者大师以法华经位 宗旨以大制度论为指针 参照其他经论组织学说开创综艺 并说法大制度论也说禅法 又常以佛陀留下的经典按不同时 兼不同对象说不同的经 求教导修行弟子来研究是佛所有经 教从此奠定了天台宗的基础 天台山天台宗智者大师一身著作 大部分是弟子受冠顶在说法 过程中记录整理成书 其中主要的经典法华经全义法华经文 据摩喝止观共称为天台三大不经 是天台宗立宗开交的思想基础 另外还有观音经观音艺书 金光明经金刚经观无量寿佛经 等被称为天台如小步 智者大师所创立的天台宗教义 在中国佛门史上产生了巨大弘扬 佛法普度众生的影响 天台宗主要经典是法华经 即是要法莲华经 也是观世音菩萨苦门品 为修持主要经典 而现在台湾天台山岭影四立宗开交的思想 是以普度众生为基础 台湾这传教的思想 只要能依无前文所言立行之 那修持天台宗必定无物也 法师感谢菩萨开示天台山天台宗思想基础 现在台湾念佛修行的人很多 尤其是修持净土宗的人特别多 请菩萨开示净土宗的 主要特点是什么 为什么特别受人欢迎 菩萨净土宗是专注往生西方 阿弥陀佛净土的一个宗派 由于其简易修行法 没有深奥的理论和繁琐的修行课程 所以自唐代理 来在中土就广受众生接纳 甚为风行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族 流 佛的国土是相当庄严 洁净美好 没有任何污染 因此称为净土 而世上众生所居之处 则充满污浊 故而称作慧土 生于慧土的 人如果能一心念佛修行 就有希望于未来往生佛国净土中 想受净土的一切美好幸福 更有机会聆听佛的教会 从而获得更大的修行成果 这就是人人喜欢信仰净土宗之特点 由其现在修道人很流行多种净土信仰其方便法门 乃功念难如阿弥陀佛 功念难如药师流灵光如来 功念难如大愿地藏皇菩萨等 更有其弥勒尊佛皆引往生都律愿等知善愿 从古代佛门盛行净土宗至今 信奉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的人渐渐增 加西方净土便成为众生信仰的主要目标 也是最受欢迎的一大法门 法师今晚请教菩萨开示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佛教徒的著作中唯一被尊惠经的是那一部 菩萨在佛门中唯有佛所说的才能称之为经 其弟子所作则最多只能称为论 但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称作经的入作者 就是禅宗六祖贵能所说 弟子法海及木而成的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简称坛经 经的中心思想是产阳众生具有本自清净 的菩提自信因此修道学佛之人不必外去执着 只需自求内心 自信一旦豁然觉悟便能见性成佛 由此而主张顿悟认为不 修复悟即佛是众生 依依觉悟即众生是佛 其修行方法强调无 念无助于一切事物不可执着 必须使心我所欺负 一切未空 一切无相 乐物其重义便是净土佛 本书定名为地藏菩萨指禅开释路 本书就剩下几篇酒圆满 愿力 此净会每晚此时 十一点心把福兰 必须加边努力完成指禅开释路 今晚就到此 净会灵体归回本身 加 加 加 008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释路 第八章 道吉佛三宝迷惑指禅物 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将 遂四更五年农历九月四日子时 二十三十二十一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月 江南一月占清阳 多上神仙此得葬 昔日仙风导药处 鸟身依旧刻叮咚 菩萨昔日 九华山常有仙人或药师到九华来炼药救人 常于春 夏之夜时 密林中 常有发出叮咚的声音 有如仙风导药之声 清脆月耳 而九华山是罕见修行道场 从前 有一位寒山禅师于一个人如 果心如清晨晶莹的水 心中无任何牵挂 就像实体清澈看得见 即使心中有什么妄言 就如清水中出现了怪物其影像也会显露出 来 如果心中不起妄念或杂想 即使遇到很大的灾祸 本体的佛 心其性也不会改变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 也就明自事物的真相 这种水清见底的心性也就是佛性 所谓水清见底的心性就是心性 无执着 昔日佛陀曾为他的弟子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在印度北方有个修行 这种喜爱把自己的外表弄得飘飘亮亮 起居的条件也讲求舒适 有一大他在山上 拔木想造一间居住舒适的木屋 树神见他如此 修行难得正果便想帮助他 树神化为一株果树 满树都是甜蜜的果子 这位修行者拔木饿了 便上树去采食果子 树神故意猛的一阵洞 他掉落在果树底下 触旋崖上 不上不下 于是他只好断念而尽心准备圆祭 后来 树神把他提上来 对他说心无杂念可得正果 言后他猛然 觉悟便觉心修行 果然修成阿罗汉 这是观相尽心的故事 直的修道人深思 法师佛学博大今生 佛理究竟圆融 而佛法更是自觉觉他自 度度人的最佳法门 憨山大师说舍人道无以利佛法 我们信佛 理佛 学佛 修道 修行 最重要的 要有一个正性的心 虚人 道做好 然使使可入佛 所以 人家经与佛与心未踪 太虚大师 也说人成 即佛成 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的去调涉 我们的这颗心 我在万年四百岁 为功与果圆老和尚谈 论佛学时 老和尚提到三规一理的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唯有凭 自己本性智慧修行 一切无执着 一切是空 方能正果往生西方 今晚弟子有许多迷惑问题 还望菩萨详细开示 弟子 有一位同 到老前辈林教刘万章 他问到了人死后七日 为什么又清醒返魂 回到人间来 这如何来解释 请菩萨开示 菩萨人死后七日又返魂清醒 就要看个人因缘而定 人命中 之后 死者身体之本性灵体 还未离开 只会绝迷糊 生或死还处 于渺黄中 这时见到亲人儿女 恍惚就像梦中一样 接着 就经过一种昏沉迷茫的境界 虽医生诊断死亡了 其因缘 关系还未了断 待遇了三四日后 或六七日后自动返魂清醒 过来 这个叫做出入中阴境界 法师受终时到了中阴身界 会有什么感觉呢 菩萨众生受终 到了中阴身界内 按音律法规可根据个人身 前所做不同的修行 而出现各种幻望境界 有的因恶念招感而现 种种不可思议恐怖境界 因修持久后不够或执着心太重 便会心 生恐怖而乱窜逃命 以及堕入无间地狱三二道中 这一切都是本性定力不够 还未打火后 而产生执着的虚妄现象 此时中阴身已不适血肉之躯 本性还未离开躯体 身体各部门呼 西虽然停止 但是身体还是完整如生的 应该安定心神随缘 不动一心念佛 很快的执着心态 现在就会逐渐减低至无面的 心空境界自然就佛境 现前 要往西方或沉沦六道轮回 就在此重要关键 因此专心念佛 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了 在中阴界中 还会有各式各样魔景出现 此时也不能受其诱惑 误入歧途 总之 修持之众生们 应坚持信念 不该受苦乐幻境 所动 以身性修该本愿 持续尽心念佛末段 西方阿弥陀佛语 观世因菩萨定会 亲临皆引 按个人修持到恒功德高低来接引西方 法师有一位弟子问道 听说修净土宗的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 借有九品连胎是否真的有那回事呢 菩萨当然是真的 因为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都不是骨肉凡 胎而是佛性回归本位 乃是要把莲花生化生出来的 如果翻成 世界中 有一个人念佛修持 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中 就会生 出一朵莲花来 莲花中间还有粉红色座台伸出 正所谓莲台宝座 如果修道人 或念佛修持的人越多 则七宝莲池中的莲台就越多 莲台上有几个 人性明 修持到恒越高 七宝莲池那朵莲台就越大越鲜艳光明 如果修道人 中途变化退至不修 那么莲台也随着消灭了 修道念佛之人灵中时 西方皆与尊者就捧着 这座多年修持成果 的莲台来皆与往生西方净土世界 众生平日念佛的功师不同 行善利得的大小也不一样 修行定力 火候也不一样 所以在七宝石中 莲花的开放就有早与时的区 别了 根据莲花开放的时速 分成九等 这也就是众生常常说的九品莲 台了 道横修持相当好 以达与我境界 此种到我世上品上生活 位 道横修持终成境界之人 可以算就是各善人 有功德之人 功夫修行较浅的众生 最下等的果位叫做下品下生 不过下 品下生 也已了确认 脱离轮回生死了 法师有一位大德论道 向我们这些一份凡夫罪业深重 就示下 品下生恐怕也没有希望 如果能仗着行善功德 再转世为人 已 今世不错了 即使不能再得人生 在地域因斯中能少受点罪也算 很好了 是不是呢 菩萨对此问题见解如何 菩萨众生啊 众生啊千万不可存这个念头 若是有了这种想 法者赶快改过来 众生可以公念的 藏菩萨本愿经 经内有详佳 技术 在此不加以介绍说明 要知道 佛是最慈悲的 佛的愿力是超大无量的 佛曾经说过 不管什么人 就是最大恶极者 只要肯忏悔自己的罪恶 肯诚心 向佛修持 佛一定会来引渡他 佛门是不说妄语的 一般众生的 想法错误了 希望能放下心来 回头是岸 西方就在你眼前 法师又有一位大德 问道 台湾老老少少像 来念佛的人很多 但 是成功证果的很少 关于这一点 是否有其原因存在呢 菩萨关于此点原因 解释如下有些念佛修行者很随便 今天 念佛明日不念 空闲之时念 忙时不勾念 健康时念佛 生理 时不念佛号 为及时才知道念佛 平时又不勾念 这种修持法门 就不能使念佛愿力含一 勾念佛号又不能相继连 去 就不会结成心口佛力之愿 更有一种人 念佛是念给别人看的 口中念佛 心中却没有佛 这种念佛方法 和阿弥陀佛是不会有怨心相应的 有一些众生字 悲感太深 虚心大意 以为我是一介凡夫 怎敢有希望为佛呢 如靠念佛功德 到了地狱中不受苦难 或到地狱修善所就不错了 或者下世再转世为人生 出生到富贵有势力 人家已经是很好了 又有修行之人 念佛修行是为了求得孝子贤孙 求得富贵 求得 常生富老 求得神仙而已 这种志在人天福报的人 赶快回头修 行效法菩萨就在一念而已也 法师有一位大德问道 活在世上的时候都念佛 有什么好处呢 菩萨一般人不论富贵贫贱 有没有权势地位 各个都有不如意 得是 在众生心中免不了有过多或少的烦恼不问 这些都是由自 己妄想心 执着心引起 如果大家能一起来念佛 心中就有佛的 思想 就不会去无私乱想 意念就正确且清静 心中烦恼业障自 然就消失了 尤其是念佛修行之人 对于世间名利不贪不求 而会照本分工作 而行持 如是遵守国家法律 安分度日 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心中会自然有善的念头 因此 活在世间中 如果能念佛修行 择心安精神闯 会能消业障 生活自然就会愉快如意 再者 念佛的人 知道世间有因果报应 遇到生活性 就随缘想 受不执着 不贪求名利 遇到业障 产生与灾祸 也不会去怨恨 或怪人 以忍耐畏毅力 安度重重难关 不使祸上家祸 再精神 也就不会遭受灾恶痛苦 又念佛修行的人 不起杀身念头 自然就速食持斋 随遇而安 生活节俭 可使经济上减少负担 思想上也比较有定力 因此 不杀畜生生命 是有佛陀的慈悲心表现 可以减少疾病 增长寿 命 而念佛修持的人 不妄语 不斑弄是非 不恶口 不起义可以 避免人间不少是非 和其无名的纠纷 念佛修行之人 念头尚会行 持不施 做利是利人之事 是人皆物亲切 因此 广结善缘也 就是在人缘方面 博得众生敬仰 这样修持 在社会中 就能得 道愉快如意 念佛修行的人 常免素食 营养丰富 容易消化吸收 宋经念佛 可以澄清杂念 至心一处 礼拜佛或菩萨 可以运动肢体 活落尽 谷调和呼吸 慈悲行功利得 专念佛好志在 往生净土 精神上 有所寄托 可以保持情绪上 明镜淡薄 自然也就可以 可以延练异受 所以 念佛的人 有种种的好处 在此说 知不尽 众生啊 如能真诚持续念佛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 唯一 班人所想象不到的种种好处呢 俗语云吉祥如意 奉凶化吉 欲难成吉祥 众生在日常生活中 常能得到称心如意 没有烦恼千禅的事 偶然众生遇到凶险的时 后 无意中也会得到佛力解救 由于念佛的人 心地善良清净 容易和佛菩萨感应道教 因此凡有所祈求 无不得到不可思议 的感应 随其所愿 圆满成就 不过 真正念佛求往生的人 是不会刻意去求一切名利享受的 且 且对人间虚幻的世俗是不会热衷 众生啊 大家要知悟 若是为了贪求现在利益而去念佛修行 不可思议 虽然有利益 但随的会随师 有如竹蓝圣水一样 不可思议的真诚 理佛修持所说一切正法信念者 其灵感可感应佛力 是说不尽 的只有修道路 念佛人 修行人亲身去体会才能知道一切的 法师有一位大德曾问道 无能修成天仙 有了种种神通法力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往生极乐西方世界 成佛或为菩萨呢 菩萨天仙虽然有法术神通 天仙的神通最多不过是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神族通 宿命通 五种神通而已 讲道六通中最重要的叫做漏境通 这些天仙异点 也沾不到边的 所以说五通神仙 六通罗汉 就是说先人只能得到五种神通法力而已 西方罗汉有六种神通佛 力神通的法力比较起天仙法力 还差西方罗汉很远很远的 那么天仙比罗汉还不如 又怎样能和佛相比佛法呢 所以菩萨勉励凡间众生 学佛修道如能开悟佛所说的经典时 义 网主西方极乐 法师目前在万年四百岁功闭关的会得弟子问道的藏菩萨本愿经 是否可以在一贯到佛堂里早晚功念呢 其功效又如何呢 是否会 犯佛归呢 菩萨地子会得远从台湾到安徽省九华山万年四百岁功 成心来 离佛闭关 言修佛法语的藏菩萨本愿经 无有在加持佛力与智慧 愿加边修行免之 关于修持功夫 会在专一法门 确定要修大一法门 应该反复考 律 慎重研究 我的先天佛根如何 我的志愿何在 到底修持那 一种法门适合自己 确定自己修持方便法门之后 则需牢牢抱持 永不忘志 修持功夫 自己必须心有主宰 深入一门即可 尤其是会得你的 先天佛根很好 只要能修心行功利得 深入精脏 顿悟正法本来 是一切无执着 放下心来 安下你的心 凡尘之中 一切是空 将来正果极不远了 既往不能有一脚踏着两只船 这山望着那山高 必至于是无成 也 目前你已归依开心禅师 如果能专一修行 如果能专一修行 将定成果 一 功念的藏菩萨本愿经 只要清净地方就可以功念 当然在佛堂 更好 二 功念的藏菩萨本愿经功效如何 持续功念 日后有不可思议 佛力加倍 有以你自己体会最好也 三 不但不会犯佛规 佛或菩萨会更加倍智慧光明 所以菩萨 作记与慈文勉力会得弟子 有人为白首 不肯舍诸文 采药空求仙 根苗乱挑绝 数年无效宴 吃一田浮育 列尸披夹沙 冤飞辱食物 寒山仙翁快七十岁的时候才祈祷重佛 因为他发现求仙才要药肠 身不老 这都是空患思想 而要了物生病本来的根源 认识自信 的真正面目才是最重要的事 如果一个人不能去除吃田 想要餐 误人生 那是办不到的 寒山仙翁云有的人害怕老死 有的人则练卷青春 而去采药练 单 空想成仙 他们在乱挖根苗 却不知挽救他们青春不老的灵 要在何处 练单练来练去都练不出长生不老要来 简直毫无效宴 可言 原因是他们不知灵药的药一再去吃除田 另外 想要进入高超的西方佛境 不是靠练单学法术 而是靠医 柯明尽虔诚的信心 心诚则灵即是 如果心不诚 不管你是先的 正法后修持也好 还是先修行使物的正法也好 心不诚意不专 一样要受到六道轮回也 就像恋人披着袈裟在骗取野兽的信赖 而象征和平慈悲的袈裟本 来就不是恋人的东西 披起它来只是卫装 这种痴狂虚伪的行为 是绝对不可有的 此用此掩语 作为日后会稳定子修持方法目标 尽管就到此 尽会把师灵体归回本身 加 加 百分之 零零九 第藏王菩萨指禅开释路 第九章 尽会开悟论 智慧由心生 九华山 第藏王菩萨将 遂赐耕五年农历九月初五日子时 二十三十二十二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月 担心必写僧无瑕 度尽众生成菩萨 写写经言传百代 谁买九华不败他 菩萨九华山万年四百岁功 寺内有天然斗士 而供奉着无瑕和 上的真身佛像 目前正果未孕生菩萨 无瑕和尚发至前之心 以全部心血来抄写佛经 划破舌头 用毛笔占写合金本 开始抄写 华严经 共花了二十八年又二十天 终于完成远九九十一本佛经 到了一百念六岁 农历九月十四日 欲知自己要往生西方极了 便将自传及血经整理完好后 堵上洞门做化了 修道念佛的人 要想正果必须下一番苦行 多效法如瑕和尚应生 菩萨坚毅刻苦的精神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得成果呀 祭曰 天生百十数 剪作长条目 可惜剪良才 抛枝在洞部 年多心上尽 日久平剑突 使者取血经 无瑕振胡提 法师这记事不是说 无瑕和尚是天生一株百尺大树 如果伐夏 来可财成许多优良物财 只可惜这栋梁之财 却埋在九华山洞中 没有替佛弘扬真理 普度众生 真是可惜之志 无瑕和尚虽然年岁很大了 可是他的心智还很强而有劲 化破舌 投合金粉 抄写华颜经济 而完成八十一部佛经 岁月无情不停留 虽以老迈 性欲有缘人将其血经发扬度化众生 使无瑕和尚的苦 心没有白贝 现在无瑕和尚以正应生菩萨之果位 尽管著作指禅开世路祈求佛力加持 菩萨弟子敬会 你在九华山闭关这段时间 先佛加持你的智慧 开导你的佛学禅离 将知血路指禅开世路以做修行之参考 法师感谢菩萨慈悲 自我机会 愿将所物写于书中 但愿菩萨能从旁协助 还望中山长老 法师 道常 居士大德们给后学子 教 作禅智慧心得篇 达摩大师以无我无心的禅法精调 弘扬佛法 度明教化 禅是一 总修行达到身心合一 内性自在的禅定境界 而禅时无我是我必 观时解悟的心法 以观心无我 此地是净土 以心是佛 佛是心 内外一致不散乱 灵明的佛性所为出现 光明普照 心性专一 便可入道 禅定可达生命的提升与开发 达至灵心见性 禅时见 佛此乃开悟之方便法门也 其一 我恩师开心尊者 与我闭关时对我说 尽会徒弟那 修道念佛 是让你自己达到无心 成为清净 无执着的境界 无执着的境界 成为本来无一物 的佛心 方正菩提 在九华山万年四百岁公 静坐的日子里 恩师教士以禅礼物自信 要自己达到 要自己达到忘我的禅禁 不是一刻终极时辰的短暂性 而是迟之语 恒例行不错的 我常以修道虽后生 心臣则灵 信逢恩师教导 修之数载 前公资 其善蒙师意 受恩师教导之恩 慧之以道 愿己常能鞭策自悟 真道 慧慧戒之文 禅禁中常 与虚空诸佛 圣仙佛相慧演习 从中体验许多珍贵的志 慧 慧 只有自己亲身去体慧 才能了解禅禅禅 我知信路的道理 也 示实践信路的方便法门 其二 于子时静坐默念星经时 忍闻虚空中传来语音 说者 慧法师 慧慧 不正大小臣之简 不发福疑心 不求一切种治 不贵解禅定之人 乃至不求佛治 其心自然清净 说完就无声 浮沉而去 事后禁思了整个晚上 终于解雾其意了 有些人曾经问过这问题 我很想进入禅道修持 如何下功夫 该怎么办 我答以禅不是只顾求安心 把心放下来 而是尽心于望尽的做 禅以空的心去顿悟本性 由于这无执着的禅定静坐 你会觉得禅 禅剩于一切金钱宝贵了百千倍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对于那些却 时事很浪费生命的人 大可请他安心的静坐下来 让他清静接触 禅从中了解毫无执着的禅定意味了 其三跟五年农历八月念八日子时 前程顶礼应生菩萨后进心禅 坐一刻钟后忽然有股超然佛力 加倍灌顶 相交神会的身出源 缘不断的心应禅境 令人生改禅法深奥 其不可思议之境界 一席日恩师开心 尊者慈悲开示过徒弟 竟会哪一个人修道 拜佛若能立志不错 方能得到解脱 一个人修行 如不畏生死 亦不畏天堂地狱 以对境无心做道心 会使你成为一个空心 如果修行之人能顿悟此番话的用意 你就不难成先做佛了 我很重视坐禅空无的心法 但从理论上就是很抽象 这便想到空 无本义词文上的 身者空花衣 足涅免毛驴 手法免脚功 你设无名鬼 参禅的人想要修的功德 就必须去除无名鬼 而去除无名鬼最有 效方法自然是空无的心法 空魔是什么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亲身 来体会 其次夜生人静 其禅静坐时 虚空呼传与生来与 坐禅主要目的 是什么 弟子静会也知道了 此时我莫思着禅坐在余霄逐里 网之心使人回到刚生下来的清静 天真无邪之心 而迷迷糊糊的度过一生者 是不了解佛法 不了入人生真理 对 生死迷糊 只图享乐的人 将来还是会受轮回六道 众道迷往凡 成假景之生活的 各位 求道者 入不二法门是什么意思 恩师开心尊者的启示是 这样子的对任何事情 没有什么可言说的 没有什么可代表的 也没有什么文字 言论存在 离开了一切无执着心 这就是求道 这入不二法门 禅境中得到达摩祖师的开示心才是佛 心即是佛 何必心外求 佛 心就是法 何必心外求法呢 心与法和和就是高森 法身 法身酒 是涅槃 在涅槃中 而外求涅槃 是错误的 道德真理世界是平 等的 如其分别心 就有了 这执着心念须从心中除去 总而言之 心生法就生 心业法一业 愿修道之人能乐物 其五 初到九华山 必藏王菩萨之道场 恩师开心 尊者 就指示我 净会到九华山来要好好修行 本来佛心 修行应以心未贵 因为 心是了物自信的根本 在外的事物因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变迁 唯有心可以坚真不变 记住 记住 此时 使我想起 昔日读过的 传灯路内所在 神光 慧可 初参达摩大师祈求自告安心法则 达摩祖师要他把心 拿出来看看 当他不能把心拿出来时 而祖师便随机开导他心 非表面东西 是内在修养 心有真心与忘心 而真心乃坚真不变 而妄想心是随遇蠢动的 开心 尊者恩师又言 所谓佛者并不在他 处 而在本身即是佛 一切众生都有本来佛性 只要谁肯培养佛 信 谁即有成佛的机会 七六 九化山万年四百岁公 寺内供奉应生菩萨真身经像 我余 禅定中 常受菩萨开示 有天成时 忽闻虚空中 传来渺渺应生 说我乃应生菩萨 欢迎敬会法师远来九化山地藏王菩萨之道场 万年四壁观修行 敬会 你有一种能照亮心中弥暗的宝珠 宝珠是人人本自具足的 那 就是至高无上的智慧 佛法中最珍贵的是智慧 它是世间尊贵 的无价之物 愿你好好顿悟 我尽私者 宝珠只不过是世俗之物 宝珠的光只可照别人 却不能照自己佛性 有一种宝珠可以用来 照别人 照自己 也可照外面 亦可照里面 那每一个人都有密藏正法眼藏 超然智慧 智慧才是难能可 贵的宝珠 七七九化山海的藏菩萨之幅度众生 的道场 每刚禅坐完后 必 有很多心得涌现 我看到地狱转动善恶果报文回盘 此时名王非常庄严威风 有数 万人围绕在那里等待文回六道 有修实善之人 可登不同天国式 借去享乐 借去享乐 因为西天净土处处都是非常华美庄严 修成正果 深 居西天 随处都是七宝 实在是美妙极了 然而如果不修善得阙 奢求福报 那就惨了 必然会像七夕在鲁尾上的小鸟 终日心情 觅食而不得报 或者变成黎牛 整天银纹在他身上叮咬 这就是 六道文回的果报 且看今天下午 不修行之凡夫俗子不悟 世间一切法身业无常又怎 能常保罪业不沾身呢 打得猛 生死就像飞玄的火花在轮回的麻 道中焚烧都会蔓延的不可熄灭 如不及早顿雾念佛修道 就是 活到百岁也是白活如用的 禅修静坐可得超然之感觉 故云禅世抗拒对一切经典之依赖 打破言教 超脱理论 禅修达到心体完全自由的境界 不畏任何 东西所值 排除勿扰 超越一切限制 而活在世界中 绝对得自 由自在 齐八禅坐中 受地藏王菩萨开示跟清净故色尘清净六成吉 四色身相味触法 六根吉是眼耳一舌生矣 菩萨又说例如眼根 对色尘而生眼耳一舌 对色尘而生一舌 亦跟对法尘而生一舌 英俊患发 失财超群 声音很大 在世为官也大 傲视 无人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由于富贵而新生贪财好色 迷恋六成 假禁 中规撒手黄泉 受地狱之苦 这全是一场假禁的迷惑所致 这样一个迷失了自信的聪明人 下场必受无间地狱刑罚 但愿凶 道之人 不要迷恋六成 赶快放下独刀 回头是岸 佛法是广大 无边 普度有缘人的 其咎 恩师开心尊者说 尽会同而养 请你告诉众生 悟到不能有 生死的念头 因为有生死的念头 即无法对成俗断念 所以修行 或参禅的人 如果参不透生死 而说我的修禅道痕如何如何 那都 是等于愚人说梦话 自然无法进入禅宗最高境界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呢 如果一个人开悟明白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生死轮回于六道中 所以修道或参禅者 要有如生死的修行境界 如无难禅师所问如何是物 欲曰本心也 问如何是本心 欲曰无一物 又问如何是无一物 欲曰无言 又云佛、云菩萨、云如来 种种名者 因人心相亦而亦也 还愿 大家自己体会其意 其实 有次菩萨开示 做人要做到看开人间的虚向 那时我还未 顿悟什么叫做虚向 后来从静坐中 才顿悟出人间虚向 人间 的富贵 比喻是虚向 因为富贵并非实质 或是生命本体的东西 它是本性以外的东西 因为虚向的富贵乃由因果福报的 而富贵乃短暂的 既是不能长 九 一千万不可 傲视别人贫穷也 如以前才傲视别人贫穷 终了自己也自受因果之因果圆灭的 然 而我顿悟了虚向道理事不长久 但愿天下修行者莫去强真常论 短的计较得师如何 富贵人家亦不可在贫穷人家之面前炫耀赴 即那是极为施余的了 斯吉地藏王菩萨曾说众生必须把妄念浮去 心清如水坚定心 念莫受扰扰之境所获自己 别人 凡夫 圣人都一样 必保 持余一如之心境 才不会被虚相富贵环境改变心智 切记 其十一 九华山可说是人间先进 世外桃源 绝无凡尘世间的宣 华自然是与世间名利俗远隔绝 是与世 道长 高僧 禅师 菩萨修行之圣地 此得清净无比 由其山间流水发出的声音 早 成黄昏的云海 随着九华山头而千遍万化 清净之地 总为参禅修道者最爱寻意 知悟觉本性修道之所在 例如昔日世尊于菩提树下之敬物 达摩的面壁山洞 地藏王菩萨 第九华山到其禅师的天台山 开心禅师的桃花智慧如舍佛 圣 菩萨 禅师 仙人 无不是在清净的环境里 悟得人生真理 灵山圣地自有天然的灵气 正所谓万象皆来自于天然 本性正 法才是真如 而我的恩师一面曾说过禅师不用解释 懂与不懂 都要照本性如实接受 加以名思了物 而先佛菩萨之心境是超 然物外的大智慧者 反夫是摸不透的 以不执着心 望我实 则 知一切本无的 其十二 九华山上有位老和尚 保号果元老法师七十三岁高龄 修持很好 是九华山高森之一 老和尚知道台湾龄一次住持法师 再次修行参禅 特亲自颂求一首诗 赠与敬慧法师 静坐豪光照大千 慧能法宝教寻贤 大修六度菩提院 德化露台立人天 九华山农历九零年九月初三日赠赞 但事后我向果元老和尚请教 有观悟到同境和尽性明星的佛里 果元老和尚对我说尽会法师 呀 修行的人前世或今生中 就有许多在不知觉中造下了罪业 而层层醉障 有如烟山重重的迷雾蒙住了本来面目 所以修行者必须认清方向 需做到无心本无知境界 虽然反不归 真的路途非常艰难无比 只要信心一力必可达成目的 九华山 顶峰高空上挂着一轮明月 有如一盏指路的大明灯 岂可贵乃 在于它的明亮光照彻大千世界 如果我们能误知尽性明星如月光皎洁明亮 什么罪业也会自然消失无碍的 生活也会得到宜然快乐的 事业幼蒙的藏菩萨慈悲开示 菩萨禅替佛法打下了监睦的宗教经 处禅与佛门有深切的关系 而禅即是道 道即是禅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世尊在苦行修持中 尝试着种种不同形式的修行法 门 而世尊发觉到从苦行修持中 得悟到了悟终于在福提树下 禅坐进入禅定 于是得到了正法可称之为正觉 禅定是八正道之一 可见禅定有多么重要 弟子尽会在你坐禅 智慧心得篇中 悟出的禅境 可承记开心禅师禅的风俗 开心禅 失传于你的正式大臣心法 尽管著书至此 禅会法师灵体归身 其十三 有一日进入禅定时 得蒙恩师开示于 禅会那 焚香其佛 十 除了虔诚心之外 一定要用好的香 焚香拜祷时 首先硬坐 观想 愿此香烟变满十方法界 供养一切佛菩萨及三宝 有余功 养一切诸佛 佛心生欢喜便能加持我的 此时自身便化为所修持 得本尊 放出无量光明 救度一切六道众生 使得众生的一切光 明 修习禅的人 如果有用香的习惯 一定要用好而且纯的香 因未修 习禅定的人 六根特别领锐 气外特别通畅 如果用化学香 紧 入体内会残存 不但扰乱病 禁止意念分杂 而且诸根火器上升 达不到安神作用 反而使身心受损 而用好香会使诸根急射 中枢神经镇静 使定力增强 修习禅定 实境不愉快 心香一半便满十方 一切诸佛希能闻此 所以静会从有香的用香 到无香的用香 最后将此香回熏至内 正的五分法身 从内点出清凉香来 除去不解 用好香而不值 这使它弥漫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能维持正念而入禅定 然后解脱得到智慧 这样便能自证解脱 证得无上诸佛的心相近 解 让相与禅定结合 并同达到最后的境界 成佛菩萨 加 加 加 010 地藏王菩萨指禅开释录 第十章 本愿经中说 圆满种福田 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像 遂自根五年农历九月八日子时 二十三十二十五日十月一千九百九十 十曰 的藏旨禅智慧篇 菩萨度化晚明经 苦海无边回头暗 圆满书谢百岁功 又曰 净悟心法一切空 会能禅宝教众生 法修真理书终藏 师辰功德的平安 菩萨西方佛指慈悲恩典 赐着宝书指禅开释先贤祖师 所开发的佛门智慧而突破人生所有难关 或者充实而有意义的禅生活 自历代以来禅法一直不受到任何事物的拘束 自然能够体会到 众生本来有一性 而是真正佛性面目 执着心迷惑心即放不下 心自然就会消失殆尽 而且只禅开释路能够为你打开自由自在 西方净土大道坦图 今日能顺利圆满在九华山万年禅四百岁 为功者成宝典禅书西天佛 菩萨及神人同位庆祝功德圆满 然而禅法是由代代祖师奉修习 学而传承下来的直至今天 指禅开释路在中国安徽省九华山开花结果 又从中国九华山传播 到世界各地禅书乃只是人间真正智慧 以智慧之光照亮了人性 本来佛心在九华山百岁公说法著书的目的 是让修行者自己顿悟透过禅 做去自证 舍望归真 明自本心 无自无他 凡胜独一的这种心 静一旦是离世间其灵性皆能归百净土西天 今宵在万年禅四百岁公著作的藏菩萨指禅开释路 最后一章 无疆 述说本月经部分佛法对诸修禅念佛的众生解说 严罗王重赞叹品 灵灵这时铁围山内有无量无数的鬼王跟着的浮明王都来到 刀立天公佛的地方所说的这些鬼王呢 灵一第一是恶毒鬼王 而这些鬼王是鬼王的首领 而三毒都属 余意念就是身口七恶的根本 他用以恶攻恶以毒攻毒的方 法使那些十恶三毒的众生化恶为真心 零恶多恶者是外线愤怒的恶乡 零其慈悲的善念 零三大振者是振斗者 这一切的振颂争斗 都是从贪疾而来的 这贪疾又都是从增爱而来的 这鬼王用大振的法门去化人无 振 零四而五是威猛的野兽 白虎邪虎是虎者 这鬼王都是人生 虎头的 是随着他各种生成的颜色 定他名称的 零五所谓央者 是霍央灾害 世上有不尽天地 不孝父母失掌的人 家 这鬼王辨识家与霍央 好使他改恶向善修时 零六 六非生鬼王就是飞行夜叉一类 电光鬼王他的眼睛像电光一 样 察人的真恶给人吉凶 狼者是一种恶兽 牙尖向口外露 出来的 这些鬼王的牙尖也向外露出 同郎牙一样的牵眼者 牵眼官士 因大事 有牵手牵眼 这些鬼王也有牵眼 事件激励人 的用处 零七 但受者是凶恶的野兽 要害人的 这些鬼王都把他捉 来但吃 世上有一种不喜 礼节人面兽心的 凶恶暴徒 恐怕给他遇见了 他 也不肯放过的 好为地方除害 零八 副使者就是 副使但杀 塞海田和一类的鬼 主凶好 主凶过 这二鬼王是 使犯恶的人 家道贫好 行过随之 若能鬼过行善 夷人就是他 发财的福德 零九 主使者 时世活命的五穀 这鬼王 渐行行喜的人家 使他风足 犯饿的人家 便他饥饿 所以毁弃衣食的人 他终要犯动饿死的 使主财者 傅家若不肯乐喜好施 这鬼王看事他 狠度他 常使 他多疾病 死亡 口舌等事 十一 十一 主产者是主管 宋子 投胎 保护生产一类的事情 是主管是人 一切疾病 十二主 显者是主管 高山大海危险处 如欲应死的使死 不应死的 保护他 十三三目者是两目中间 直看一目像罗西首罗天王一样 十四四目者是而上横开四目像苍蟹一样 十五五目者是在上下之中树看一目 其力师等六鬼王名 世诸 经都没有翻译 现在照路眼笑书随文解释的意义 十六其力师是本来没有福德的人 欲贪多财物 反失了财 得不 到复利 十七而其力差是有人得的人 一切希望都可以随面满足 十八交纸插手的庆贺者就是招财聚宝的主 十九阿纳扎友的翻作色值兼爱 能辅助天秦或是辅助众生上天 的意义 像这一等的大鬼王 各个和百千数诸多的小鬼王 都居 住在眼福提 各有所执私的 也各有所主持的 这诸类的鬼王 同这阎罗王 成佛的威神级的藏菩萨 大菩萨的福利 都到了任力 天公参加文法圣会 都在同一面的牌立着 二十这十阎罗天子 寇贵者合了掌 对佛说世尊 我们今天合诸 班鬼王 成佛的威神 以及的藏菩萨 大菩萨的大功得福利 才 能到这任力天公参加大会 这也是我等可以获得善利的缘故 谢 在我们有一点细小疑惑的事情 敢叩问世尊 唯愿世尊 引发大辞 悲 宣扬眼说这事情 佛告诉阎罗王说随你问就是了 无来给 你们解说明白 二十一 这时阎罗天子 礼拜世尊 即回过头来 故事的藏菩萨而对 佛说世尊 果观的藏菩萨在这六道之中 用千万种的方便法门 而救度这最苦的众生 一点也不厌疲倦 这大菩萨有这样不可思 一大神空的事情 燃珠众生才解脱了罪报 没多久的时间在造罪 灭又堕入恶道了 二十二世尊 这个藏菩萨 既然有了这样不可思议的神力 为什么种 生而不肯依止 上善道修持 好永远的取得解脱 唯愿世尊 想 佳姐说 二十三佛就告诉阎罗王说难言 避免伏庭的众生 地球人 他的身性很毒 刚强 难调和 又难去制服他 这大菩萨余百千劫以来 常设法 开方便法门去救度他们 使众生 使众生早日得到解脱 受罪报的人 哪 至于要堕落在大恶趣里的众生 菩萨均用方便方法度出他们的 根本因缘业障 而潜令他 觉悟他速逝的事情 自然誓言福提众 身 劫恶习信众的缘故 所以像旋转一般的 一旋出恶道 极有 旋入恶道了 老苦了这大菩萨 经过了久远的结束 而专门做旧 度解脱众生的圣业 二十四佛继续说 譬如有人遗失了他本来的家乡 错误的走近危险的 道路中去 这危险的道路中 有许多的夜叉以及虎 狼狮子 蛇蝎等毒物 这迷人一些也都不知道 只在这迷路中走来走去 在虚余的时间 就要遭受那么多毒物的伤害了 有一个有知识的 人了解各大法术 很会禁止各种毒害 乃及夜叉之类 诸般毒害 生命的东西 碰上迷路的人 将要走进危险的道路里去 便连忙告诉他说快 快速离帮男子 你为了什么事情要走进这条路去 你有什么本领 能够制服这么多毒物 二十五 二十五 这迷路的人 忽然听到这话 方才觉到这世险道 即便退一步 了 想求出这条险路 这个真知识 就是 就提携他 接完他的手 以 他出了这条险路 禁止 免得这许多的恶毒物去害死他 再使他走到好 得大道去 令他得到安稳快乐 既然把他救度出了 再告诉他说 你这迷人 自今以后 不要再走这一条 凡尘迷路了 走进了以后 是难得走出的 又负损坏了性命 这迷路人听了他的话 也伸出 感激尊重的心来了 二十六 这个知识者 和这迷路的人 临别的时候 又对他说 你倘若 见了亲族和相知的朋友 以及诸多无知的人 走进这条迷路中时 无论他是男是女 你要向他劝说 这条迷路有许多毒蛇猛兽 你 进去就会丧失你的性命 你一定要向他们解说的 不要令他们自 挤去取死养 二十七的藏菩萨 他距很大慈悲心 救度最苦的众生 往生到天道中去 令他去得到很大的快乐 这般受最苦的众生 知道这夜道中有 这样的苦去 已经解救出离苦海 自然永远不会再来经历地狱 受这苦难了 二十八像这样迷路的人 误入了险道 遇到了善知识 已揭开悟令他 退出 永远不再走入险道 又父劝他人不要走入 因为有这一路 的缘故 所以能得到解脱的境界 既然得到了觉悟解脱的境界 自然不会再走入了 二十九倘若再已见进去 并非是真正的觉悟者 还是照旧会迷雾的 一迷雾方向 就不觉这是旧时所堕落的险道 这人就会丧失性命的 这正像堕入恶道一样 虽然有些众生靠的 藏菩萨方便就肚知 立解脱了恶去之苦 而转身于人去天去之中 但是众生心智 不间人就落于恶去之中 又去造种种恶业 等到恶业闷时便 永远处在无间他欲 受诸苦行 再也没有解脱的机会了 三十这十恶毒鬼王 合了掌很恭敬的对佛说 是尊无量无数的鬼 王在这言福提世界里 有的是利益众生 有的是损害众生的 所主之事都各不相同 然而都是根据众生 自作的夜报 显示我们的部下卷属 到世界上去游行检查 但是众生不适恶的多 善根的少 这许多游行的鬼神 行便是人的家庭 或是行或城市或乡村 聚落或见男子 女人做了像毛髮一般的善事 乃至于玄一般 散盖 少许的香 少许的花 供养佛或菩萨的今生佛像 或转读 各种的经书佛典 烧香里佛供养 一句余迹的经文 三十一倘若做了以上所说的 玄番 烧香 鲜花等供佛菩萨的人 我等贵王 都敬重礼拜这人 像敬离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诸佛一般 并督斥着众多大力的小鬼 以及土地分神 令他们保卫拥护 不 令凶痕恶暴的事 恶毒的病 乃至于不如意的事 来远离未善做 得得明家住宅 更不可能另入其门呢 土地分神 是说土地分解 守护的本分神 三十二佛听了这些话 就称赞恶毒鬼王说 很好很好 你们重等 你 即炎罗王 能这样的拥护善男女等 我也要告诉犯王何地是令 他们来卫护你们 三十三这十位中有一个鬼王 名叫做主命的 主命鬼王对佛说 世尊 我根据世人自作的业缘 主管眼福世界的人 人类生的时候与死 都是我所主管的 在我的心愿中 很想要利益他们 一 为是众生不能领会我的意思 至令他们生死都得不到平安 三十四为什么呢 严福提的人 受胎的时候 不问是男是女 或是怀 愈满十月愈生产时 但要做些放生或其他善事 自然能增益家宅 得光辉 能令土地神明欢喜来拥护 而使子母都能得到很大的安 劝 而且还可以利益到这一家的大小眷属 当小孩已经生下后 切勿杀害性命 取猪般先会 供给产母去吃 或广妖亲朋好友聚会眷属 办了演习 饮酒吃肉 高歌闲乐 这样一来 将使母子受杀虐之夜暴而不得安乐 三十五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在产男的时候 有无数恶鬼及亡粮 精怪妖妹要吃这心血 是我早令舍宅土地之神 暗中保护他母 自两个使他安乐 而得到利益 像这样的人便是有修福修善 报答诸土地神灵 有些众生不淡 不报答土地神灵 偏作杀生害命聚集亲友眷属 割勒饮酒吃肉 因为这个缘故 犯了祸央 自作自受 子母都要受损害的了 三十六还有那眼福提灵命中的人 不问他是善是恶 我欲令这命中的 人不堕落恶道中去 何况他生时能够修持善道 来增加我愿力 的庇护呢 三十七就是这言福提行善的人 灵命中的时候 也有百千数恶道中的 鬼神便做了父母乃至于便做 诸般亲眷家属 假意来接引亡人 令之堕落到恶道中去受苦受难 何况是本来造业障的人呢 言福提的男子女人 灵命中时 本灵和知识都是很昏被迷惑的 自己已经不会辨别是善是恶 乃至于眼和耳 都没有见闻的能力 了 在这个时候亲友家属们 应当要替他供养佛菩萨的精深佛像 前 送的藏本愿经 或是注印佛经善书 或专念佛菩萨的名号不断 精情行善造功德 能令王者脱离诸般恶道 自然那些诸魔鬼怪 也都退散了 三十八主命鬼王继续对佛说世尊 一切众生灵命中的时候 倘若听 到一佛的名号一菩萨的名号 或听到大臣经典的一句余迹 或是注印善书给人传阅 这一被行善的人 能消除你无间地狱以及 杀害生命的重大罪业 就是应当堕入恶道去 也请客给他解脱了 三十九佛告诉主命鬼王说 你有这样大慈悲的胸怀 于世人的生死中 能够保护株类众生 于未来是有男子女人 到了生死的时候 你不要退失这大愿力 总要令他们得到解脱 使他们永远得到安 乐 四十鬼王对佛说愿你不要忧虑 我当尽己所有的行体负责任 全 心全意去拥护这眼福世界的众生 生死与死时 都使他们得到安 乐 但愿诸众生 于这生死之时 能相信听受我的话 自然没有 一个不得到解脱 获得这大利益的 四十一 这时候佛告诉德藏菩萨说 这大鬼王主命者 已曾经历过百千 截传伦做大鬼王 在世人生死之中 专门拥护众生 这位大鬼王 因为实行慈悲大愿力的缘故 所以现鬼王身 其实他并非是鬼王 却后过一百七十节 德成佛果 名号叫无相无来 他所修成做佛 德世界 名叫静柱 这佛的寿命是长得不可计算的 四十二佛又对地藏菩萨说 他说这般大鬼王 他们慈悲愿力 是不可以私 义的 所度托的天道和人道之众生 是很多的 也是不可限量的 法师弟子很感谢菩萨今晚说法 是解本愿经中 严罗王和大鬼 王们自树立身愿力 更发扬的藏菩萨大愿力 这是本愿经中的地 八品 弟子曾经研读的藏菩萨本愿经佛经之内地 之道的藏菩萨本愿 今世世家入尼佛化导众生 为报母恩 特往道立天公说法 以示 因缘更照的藏菩萨以未来众生 因情父主令其化度一切众生 愿令就近度脱早成佛道 然而本愿经和佛经或善书等 是给人们指明宇宙人生的实相 是超凡辱 甚的途径 离苦的安乐的真理 乃至究竟解脱生死轮回 恢复本 来清净知佛性 使人出迷惊而就绝海的慈航宝伐 所以愿众生大得对于经书或善书 应生恭敬珍爱之心 尤其在悦 读念诵时 要用水洗手或用檀香敬手 沉静诵悦 如面对佛圣意 量 平时要安放于清净之处 保存流传能得无量的功德利益 千物侵犯毁报 免得造无量罪过 苦暴无穷 成愿的藏菩萨指禅开释录一书 为苦度大开方便门 更愿佛法无 编利益广备群生 我的恩师开心禅师曾经说过 人人信因果 大智之道也 人人不 信因果 大乱之道也 愿佛弟子必须生性因果 确实坚定信念 指恶行善 立国立人做起修心良性 方能乐生死 早成佛道也 法师公请菩萨开释 何谓佛说十法界 菩萨佛说十法界 我做个比喻众生就容易看得懂 这什么意思 了 立表如左 原书为一表格 比喻斜线分数斜线众果名词 01博士斜线100斜线佛陀 02大学研究所 斜线90年9月5斜线菩提菩萨 03大学生斜线80年9月0斜线西方极乐世界 04高中生斜线70年8月0斜线圆圆绝 05初中生斜线60年7月0斜线生文 06小学生斜线50年6月0斜线天道 07幼稚园斜线40年5月0斜线人道 08古形修持中 斜胎斜线30斜线阿修罗道 09苦海回头中斜线20斜线处生道 10苦海行中斜线10斜线二轨道 11死行斜线0斜线阿迪地遇道 大乘圣人010203 小乘圣人040506 六道众生0708091011 佛说使法界众生须多参悟 人如不说佛 无佛又不说云 则昔大 无佛故愿佛法传世 使人人成佛见佛 经弟子尽惠能远求九华山百岁公 共同著作旨禅开世路达圆满 此乃佛法无边禅道佛学谷传 甘露便撒尘埃凡是有佛缘者 阅读而了物应修行达圆满归位正果 如有恶口词词 有成 苦海恶道 弟子尽惠能有时有终完成佛指交代任务 特赐功果 特封位 尽惠原觉上师之称好 奉圣命闭关十二大的慧德 慧觉二位法师 特准正格其位随从 效劳生慧贤 留大德至名等四位人员 赐功德赦其业障 各皇宝 筑集 将来愿各位当已发扬佛法大道 度人向善畏则 希供免之 德藏菩萨本愿经 德藏菩萨指禅开世路等善书 凡事应送或宣化 者 土地神随时寻查回报 民府皆会实时录案 凡有所求皆能应 厌如想 愿天下众生大德善男性允等 能多于广应流传 功德无 量 最后驻九华山百岁公及南平山圣真天佛愿诸修世及凡尘云云众生 能功果圆满 共振菩提正觉 菩萨无极协助著作之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天王等要回西天角质 回 家 家 家 返回主网页半 人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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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